世人只知西游唐三藏 而不知西游还有汉三藏 三国三藏 魏晋三藏 更有隋三藏 每一世都被灵山众佛吃了肉身 只为他们挡下三载九戒 而灵山每次取经也只安排了八十难 殊不知第八十一难则是灵山众佛的盛宴 只因我穿越成了隋三藏 在第八十一难时觉醒了记忆 此时灵云渡口 我刚睁开眼睛 就发现一个猪妖出现在自己的眼前 这个时候猪妖竟然说话了 师父 咱们都走到灵云渡了 您怎么开始养起神啊 我这个时候直接猛逼了 难难的说道 灵云渡这个猪妖汉自己师父 还有坐在旁边那个耍棍子的猴子 他娘的咱不会穿越成唐僧了吧 这还真是天道赐福啊 刚穿越过来就来到了灵云渡 咱记得接下来坐上五顶团 就可以直接成佛了 正当我想着美事呢 脑海中传来一道悲凉的声音 如果上了灵山就可以成佛 那平僧在汉高祖刘邦的时候就成佛 汉三藏 三国三藏 魏晋南北朝 一直到这大岁三藏 庭僧被这灵山众佛吃了八十肉身 为他们挡下三灾九劫 庭僧却被他们屡次打下凡尘 重新凝聚功德今生 陷入这无休止的轮回当中 我听到这里直接猛逼了 懒懒地说道 这下麻烦了 这可是灵山脚下 待会那接应佛祖就要驾驶无底传来 在这满天佛陀的眼皮子底下 想跑都难了 我立马问道 大师 你已经当了八十堂三藏了 要不还是你来干吧 顺便问一句能把小子送回去 脑海中的虚影叹了一口气道 我们的命格已经合一 你没可能回去 眼下还是先躲过这一劫吧 就在这时 灵云渡一名老手冲着无底船而来 哈哈大笑道 恭喜三藏中的正午 登上老朽这无底船 即可踏上这灵山圣景 我这个时候感慨地说道 老丈 我们师徒四人来到这灵山脚下的灵云渡 整整历经了八十次劫难 还不足这九九归一之数 现在登上灵山恐怕会不得圆满 平僧希望能圆满这九九八十一难再行登山 随即 我看向大徒弟道 悟空 咱们八十难都过了 赶紧想办法找个妖怪咱的凑够八十一难 咱们好登上灵山成佛 孙悟空听到我这么说 直接露出生无可恋的表情道 师父 这活不好干了 现在的情况是前面我杀得太猛 现在没妖怪脸 我一听脸色顿时一黑 说道 你那花果山几万只猴子 随便弄过来一只打死 凑够八十一难不就得了 孙悟空听到这话也是颇为无语 连忙说道 我的师父 咱这是八十一难 不是小和尚降妖 最后这一难没有金仙修为以上的妖怪压根不作数 这个时候 我顿时无语了 斜着眼睛看着三个徒弟一匹白马说道 你们都是妖怪出身 就没有点亲戚啥的 找个金仙应该不难吧 孙悟空听到这里 直接吐槽道 我的师父 你以为金仙是大白菜 那都是一方妖王 为了凑够这八十一难 你可知道前面的牛魔王 铁扇公主 红孩 我听到这里 连忙说道 这个师父知道 都是你安排人降服的 不不不 都是我叫来的 师父 你可知道六尔你吼 那可是我亲弟弟 都被我叫来当妖怪了 猪八戒听到这里直接骂了 连忙说道 你那才一个弟弟 韩思动我叫来了七个老姐 就算一难了 这西天取经也太难了 我这个时候颇为无奈的看向杀物镜 说道 你不会也在天上 叫来了一堆神仙吧 你说呢 师父 老太白欠我的人情 我几万年都没用了 刚下届我老杀就把天庭大总管 给带下来凑了一难 我脸色一黑 骂骂咧咧的说道 取个经这么难的 这取经的规则就不能改改了 孙悟空一听瞬间无语了 盯着我说道 师父 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只猴子 他想改变这天地间不公的规则 他先是打败龙宫的虾兵虾将 又是地府的诸多阴神 最后杀向天庭 连神兵神将都给宰了 又能如何 这么一只想要挑战不公的猴子 结果就这么被他们镇压了五百年 我听到这里 叹了一口气说道 悟空他们确实干得有点淋 这把一个金仙弄去养马也就算了 还把猴子弄去看桃园子 他们是真的把你往死里坑了 算了 既然上面的人不允许挑战龟子 咱们还有一个半个 灯灵山脚下的这些小妖怪们都长大了 挣到金仙了 咱们再灯上灵山 悟空 你们修成金仙用了多少年 孙悟空连忙说道 我五百年 猪八戒也说道 我八千年 沙和尚叹口气道 博五万年 我一听这个立马不困 转身对着撑传老索说道 老丈 麻烦你回去给佛祖说一下 看看他老人家能不能派钱点妖怪下来 凑凑这八十一难 孙悟空听到自己师父真要向佛祖求援 叹了一口气说道 师父 你就别想打佛祖的主意了 也已经尽力了 为了西游这事 他把观音菩萨养的鱼都弄下来凑了一难 师父 你知道那只大鹏鹏 那可是如来的老舅 那老家伙连自己老舅都送下来 给我们当妖怪 我听到这里心中暗骂 如来那个老东西 为了吃人事金丹 连让舅舅都送下来了 侦探娘都够不要脸的 八戒啊 你说 咱们这一路走过来都多少难 为啥还凑不够这八十一难呢 猪八戒常探一声说道 也没多少 也就七百多难吧 孙悟空这个时候 看着灵山连忙说道 呆子 你疯了 猪八戒气呼呼的说道 猴哥 我累了 每一时都看着师父去灵山送死我 西天的那群秃调为了果果三灾九戒 从大汉就开始让你取经 你走上灵山就把你分了吃肉 你如今都取了九辈子经了 我听到这里 看了看灵云渡那老头道 八戒 这接引佛祖还在这里呢 你不怕他给你穿小鞋 这上面的领导我们可是得得罪不起啊 猪八戒看了一眼老所道 连师父你都知道他是接引佛祖 不低又岂能不知 咱前世的师父可是玄斗大法师 师祖乃是太清圣人 有种的让这老不死的动我一根猪毛试试 这是什么 这就是背景 孙悟空这个时候也站了起来 骂骂咧咧的说道 八戒说的不错 咱也不忍了 你们这群老家伙到底有完没完 都吃了师父八十了 为了躲过三灾九戒你们疯了吧 有本事 去抢镇云大仙的人生果呀 每次霍霍我师父算怎么回事 猪八戒听到大师兄也站出来了 连忙说道 大师兄 以上边可没人 这群秃调可不是什么好人 你可要小心他们发痕 何况他们就是一群欺软怕硬的东西 咱上面或许还有人 这震云大仙上面是真没人了 连纳如来去震云大仙的武装罐 都得执弟子里 牛魔王敢去武装罐惦记人生果 都得先跟二母帝 要是敢料爵子铁定的 把他那一身牛肉留下 我听到这里 转身对接着接引佛祖 骂骂咧咧的说道 你们玩得真溜啊 这就是逮着老实人坑的 你们这是坑了贫僧九辈子了呀 接引佛祖这个时候 虎啸一声道 三藏这都是没办法的事情 天庭有盘桃母树 可以洗礼天地阴谷 咱灵山没有先天十大神树 这能用这个办法 我听到接引佛祖这么说 直接发火了 骂骂咧咧的说道 接引佛祖 这么说我师父带着你 先吃了汉三藏 再吃了魏晋南北朝三藏 现在连我这个随三藏 你们也打算吃了 有你们这么办事的吗 灵山没人了吗 就算是薅羊毛 也不能逮着一只猛薅吧 这个时候 如来佛祖显化在山门外里 隔矮可亲地说道 三藏都到灵山脚下了 咋不上山呢 师父还等着给你封佛呢 我斜着眼 看着如来佛祖说道 师父 仆弟的肉好吃不 仆弟曾经在凡间 听说你割肉喂鹰的故事 现在想来 那只鹰恐怕是你老旧吧 那块肉八成是贫僧的肉 你这么干真的合适吗 沙悟静这个时候也不忍了 振振有词地说道 佛祖 你这样坑自己徒弟 是怎么坐稳 这灵山圣境之主的位置的 这个时候 如来佛祖威严地说道 沙悟静 本座本来等你到了灵山 就封你做金身罗汉的 你这样干 让本佛祖很为难了 放屁 沙悟静怒骂道 本座都陪着师父来灵山酒烫了 你们除了把师父吃了八回 干过一点正事吗 别说封金身罗汉了 连他娘的斋饭你都不准备 还有你们灵山的罗汉 很值钱吗 那玩意在你们灵山 整整有八百个 咱老沙在天庭可是卷帘大脚 暗地里更是玉皇大帝的卫队者 那可是妥妥的二名 先将 俺老沙要是没记错的话 你如来这个五方五老 也就是个一笔仙冠吧 你压得咋有脸说水 让咱老沙去你给当罗汉 你腾目的给咱封佛 咱都嫌丢人 沙悟静这番话 差点没有把如来佛祖给气死 满天神佛也听到了沙悟静的怒吼 连天听玉皇大帝都不住点头 看了一口气说道 要不是天道大事不可以 咱非得给那如来整上两件 自己好好的一个心腹 贝纳图要到西方当罗汉 想起这茬他就来起 如来这个时候 发现三界众仙的目光 都看向灵山脚下 立马看向沙悟静岛 沙悟静前程一马 本佛祖希望你能重新组织一下语言 咋的 你还想对我动粗 沙和尚骂骂咧咧的说道 天道之下西游还没走完 你要是敢对俺老杀下死手 你扛得住天道的紫霄神类 如来佛祖怒声道 本佛祖可以让你生不如死 孙悟空这个时候耻笑道 佛祖啊 你可不要冲动 冲动是魔鬼 沙士帝可是玉皇大帝的卫队者 代表着天庭和陛下的脸面 你要是敢出手 就是在打陛下的脸 到时候陛下的浩天剑落下 你可要顶住我 如来佛祖这个时候 正一肚子气没地方撒 看到孙悟空这么说 怒声吼道 孙悟空 你在嘲讽本佛祖 本佛祖付出一些代价 你信不信本佛祖连你一块揍了 孙悟空听到这里 顿时笑开了花 来子 你有种 你们都说 俺老孙是一枚天使 从石头缝里蹦出来 天生的无父无母 这些年 咱多方打听 孕育咱的这颗五彩石 乃是女娲娘娘练师补天使 剩下的一款 换句话说 女娲娘娘给了我生命 按凡间的说法 她就是我的 来子 打狗还得看主人吗 你这收拾女娲娘娘的孩子 也不问娘娘同意不同意 你这么貌使 咱担心你抵不住我 如来佛祖听到这个猴子 也开始搬后台 气得脸色铁青 转身看向猪八戒 然而 猪八戒没等如来说些什么 就怪笑道 怎么老秃嫖 你想和我师祖过过招 猪八戒这番话 让诸天仙神扑斥一声哮喘 天外混沌之中 接引圣人的声音 出现在了挖皇宫 师姐 是不是约束一下 那只小猴子 他这样闹 搞得我佛门颜面扫地 是不是不太合适 女娲皇宫中 传来一声怒喝 滚 你们这群混蛋 天道之下西方是当大兴 但是你们提前排练 九次是几个意思 现在出事了来找本座 接引你的脸 这个时候 混沌深处再次传来了一道声音 他们两兄弟 从乌妖亮节到如今 什么时候要过脸 竟敢敢卡天道的吧 那唐僧是他们自己人 咱们管不了 但是我那徒孙可遭老罪了 接引 你们两兄弟 不该给频道一个说法了 接引听到这里 苦笑一声道 道友 但请放心 下意识他们一定能完成西游大业 接引本来想到挖皇宫讨个公道 结果被女娲娘娘直接给赶了出来 加上又引起了太清圣人的不满 灰溜溜的就回了须弥山 这时 一道声音传进灵山脚下 如来佛祖的倒海之中 如来看着唐僧的几个徒弟 冷亨一声说道 这次的西游结束了 回去等着下一世 你们师父再去找你们吧 我看着三个徒弟无恙离开 叹了一口气说道 曾几何时 平僧认为自己的师父是如来佛祖 自己的后台是最硬的 没想到竟然是最不靠谱 如来佛祖听到我这么说 轻声说道 三藏 师父对不起你 灵山圣经没有先天灵根 如果不用此法 每隔千年 诸佛就要历劫重生一次 这代价太大了 师父没办法 只能牺牲你一个 拯救灵山诸佛了 我听到这里 脸色顿时一黑说道 师父 平僧还没有登上无底船退去凡胎 这人是金丹还没成吧 这一世 您老恐怕要不能如愿了 就在这个时候 我的身躯轰炸开 一缕幽魂向如来佛祖怒吼道 如来 你这个老逼灯 你在灵山好好等着 等下辈子平僧再来灵山抢金 随即 这道幽魂就去了地府 这一幕 让暗中看热闹的大能 全嘟勒了起来 血海里传出一道声音道 如来 自作孽不可活 你套路了你徒弟九世 生生把他给整几眼了 下意识人家不取经 该抢金了 笑死也了 如来看到眼看到手的人 是金丹在自己眼前炸了 三年之后 陆陆续续将会有佛陀度假 这可如何是好 想到这里如来脸色铁青 带着接引佛祖 就回了灵山之上 此时地狱中 一道大放金光的鬼魂 穿过两界山 来到王死城 看到无数的的王死之人 被困在这座城里 就在城外开始念起不仁经 整整三个月都没起身 这镇守在地狱的地藏王菩萨 直接就坐不住了 连忙一个闪现 出现在鬼魂的身边 地藏王菩萨看着鬼魂 还在不紧不慢地度这些恶鬼 连忙说道 三藏 你还有佛门的取经任务在身 不能在这里久 这些恶鬼还是交给贫僧吧 我叹息一声道 大僧 贫僧心里苦啊 七天这群秃嫖骗的我好惨 九十取经都没成 还被他们吃了八回 要不是这次自爆而亡 恐怕还得被吃 贫僧的命好苦啊 贫僧决定了 以后就在这地狱之中 不化恶鬼 地狱不空 贫僧绝不转世 地藏王听到这里 看了一口气道 三藏 众生皆苦 所以才需要你去取大成真经 带回东土这就是 我听到这里冷哼一声道 大僧 这大成真经 恐怕是我那便宜师傅 弄来糊弄人的吧 从汉朝到魏晋南北 平僧已经取了九辈子经了 这么多朝代 平僧在东土大地 就没有见到过几只妖怪 更别说他们害人了 冷不丁蹦出来一只妖怪 也被那群老 倒是当经验包给刷了 到门的倒是手艺差一点 那是刷个经验包的机会 都抢不到了 本僧每次取经 只要一过两界山 那妖怪就开始出现 好家伙 那是一只接着一只 悟空的棒子 有一座师陀岭 他娘的之前 那可不是师陀岭 那可是师陀国呀 青师白相 加上那只金翅大鹏雕 把整个师陀国的百姓 全给霍霍 那海谷在师陀岭 都堆了鸡米后 看得平僧心都碎 平僧的大徒弟孙悟空 都打不赢他们 后来才知道 那青师白相乃是文书 普贤二位菩萨的座器 后来直接就被他们 给带回天界了 至于 那金翅大鹏雕更是离谱 竟然是我那便宜师傅的 亲救救 大僧 咱们佛界还能更离谱一点吗 地藏王菩萨 这个时候叹息一声道 三藏 所谓神通难敌天数 更何况他们那群凡人 只能说命中注定当有异解 你也不要太过于悲伤 我冷笑一声道 大僧 我那便宜师傅曾经说过 众生平等 你认为这句话可对 地藏王菩萨双手合十 缓缓说道 世尊说道自然是真的 我这个时候悲凉的说道 大僧 你错了 我那便宜师傅 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骗子 他说众生平等 然而 大僧师 白相和他老旧 屠杀了数百万百姓 却没有受到半点主要 甚至还可以在灵山上 继续吃香喝辣的 平僧活了九辈子 加起来也有三百多年了 平僧三岁的时候 就可以分清这世间的五颜六色 现在却分不清这灵山的黑白 大僧 已告诉平僧这灵山 盛进山脚下 处处是邪魔 东土却是一片祥和之气 你这是要平僧把灵山的邪门歪倒 带回东土传道 地藏王菩萨听到这里 喃喃地说道 平僧理想中的佛门 不应该是这个样子 他应该是众生平等 他应该是慈悲为怀 他更应该是补渡众生 为什么如今看来 这佛怎么只存在理想之中 连佛举自己看着都不像是佛祖 这到底哪里出问题了 这个时候 这位僧人周身散发大量金光 显现出地藏王法相 我高耸一声佛号 阿弥陀佛 平僧拜见地藏王菩萨 地藏王这个时候忽然笑道 三藏 你不是说众生平等吗 今日为何要拜本座 我看着地藏王菩萨 郑重地说道 平僧并非是拜地藏王菩萨 而是拜见菩萨的地狱不空 恃不成佛的大怨 您为了三界众生洗礼 苍生万灵的行为 当受到领境 地藏王菩萨这个时候感慨道 三藏 多谢你认可平僧的道 平僧相信终有一天 平僧会把这地狱恶鬼全部度化 最终完成大怨 我听到这里 无语地说道 地藏王菩萨 虽然平僧非常佩服你 但是平僧还是想说 你干的这些活没有卵用 您老只知道度化恶鬼 可是最终不还是要送入六道轮回吗 一碗孟婆汤 洗净前世人 一切善恶因果 早在石殿严君处判决过 坏人就该下十八层地狱受过 好人就应该投入天道轮回 去享福 平僧认为善恶若无报 乾坤必有私 菩萨你来到地狱一通祸祸 美其名曰 地狱不空 世不成佛 这都是什么虎狼之词 地狱乃是完善三界重要的一环 何况这世间万物 有生就有死 轮回往生 乃是天道法则的一步 菩萨 您的誓言 是要拆了这三界的根基 地藏王菩萨听到这里 脸色惨白地说道 不不不 两位圣佛不会骗我的 他们曾经说过万事万物中有吉 就算这无尽地狱的恶物 也终有度完的一点 那个时候 平僧就可以成佛 指掌临山 我冷笑起来 佛门有现在佛 那是太清圣人的谋划 连一个过去佛祖燃灯 都有铲教的身影 至于未来佛弥勒 更是两位佛祖的清传弟子 菩萨 圣人之下接楼椅 你直接被我们西方的两位圣人打下地狱 哪还有翻盘的希望 你的行为 除了让佛门分享一些地狱的契约 只能是给地狱添乱 所幸 这地狱也算是圣人道场 哪怕你在地狱折腾出花来 一切也会被重新搬回来 小和尚 没想到你比这老和尚看得透过了 那个老和尚 就是被人骗着下地狱的二傻子 整天在地狱瞎折腾 对地狱没有半点价值 我看着眼前的身影道 请问您是 小姑娘翻个白眼说道 本尊梦婆 你这小家伙说话太大 本尊要是再不出现 佛门的那两个老家伙 都要忍不住收拾你 不过 你小子还真有意思 竟然能一语道破这世间的隐秘 连你们西方这位地藏王菩萨 如今已经是准圣修为 也只能浑浑噩噩噩地活着 想要看清这惶惶大事 除非是圣人 你这小家伙竟然能看透 这三界的部分真相 还真是难得 我听到这个小姑娘竟然自称梦婆 在想到圣人的伪力 叹了一口气道 平僧多谢娘娘 平僧带地藏王菩萨向您赔不是了 他多年骚扰地府 实在不该 地藏王菩萨听到这里 脸色顿时一黑道 三藏 你这有点过分了呀 平僧哪怕被坑 也是佛门的准圣 天地间有多少人可以承受得起 平僧赔罪的因果 除非是 三藏 你刚才叫他什么 娘娘 平僧记得 在这地狱中 有资格称之为娘娘的 只有那一位 我看着地藏王菩萨叹了口气 眼头说道 菩萨 猜对了 地藏王听到这里 脸色顿时绿了起 哭腾一声跪倒在地哭喊道 娘娘恕罪 平僧这是被猪油蒙了心 才胡说八道 小女孩笑嘻嘻地说道 小和尚 你这些年在我地府 那是一顿瞎折腾 要不是最后有孟婆汤和六道轮回门 恐怕这地狱的基础法子 就要被你搞乱了 何况 你们佛门不都是赤宿吗 咋还会 被猪油蒙了心了 我苦笑一声说道 圣人谋划之下 地藏王早已经落入算计之中 无法看清前路 还请娘娘赎罪 平僧这一世的身躯 没有被诸佛分食 在灵云度前悟透 前世今生 人世金丹自成 平僧以这颗 可以洗礼结束的人世金丹为代价 想请娘娘帮个忙 小女孩这个时候忽然笑了起来 西方诸佛都在等着你 这颗人世金丹本坡结束 没想到你直接丢给了我 说吧 想让本座怎么帮忙 娘娘见谅 平僧想请您帮地藏王菩萨成佛 既然当年地藏王菩萨发出誓言 地狱不空是不成佛 那就把地狱清空就可以了 娘娘可否封住地狱一茶掌功夫 然后再传音地狱无量鬼神 我尽捉鬼带众 这样地藏王菩萨也就能成佛了 地狱以后也可以少一个地藏王菩萨 在这里瞎折腾 娘娘您一下如何 孟婆硬到这里扑斥一声笑了 小和尚真有你 这种主意你都想不出来 不过如此一来 佛门在地狱的因果就会崩断 要是你们西方那两个无耻之徒 知道这是 八成饶不了你 我这个时候 坦然说道 我乃是阴结之人 为完成取经之前 他们不可能对我下沙士 地藏王菩萨这个时候 也有点磕巴了 难难地说道 三藏 这种卡巴的玩法 天道真能认可吗 我悠悠地看向地藏王说道 平僧已经被他们吃了八辈子 孟婆身上一道道波动散发出去 连通三界的五处 地狱门户被封印 同时 地府之中诸多鬼神 也得到了孟婆的大导担音 我看到这里 连忙向地藏王菩萨说道 轮回暂时中断一刻钟 菩萨还愣什么 赶紧亮出抓鬼带 把这无尽鬼神抓光了 成佛之日就在今天 这个时候 地藏王菩萨的手中 飞出一只捉鬼带 眨眼间准圣级别的力量 横仿地狱 无尽鬼神皆被捉鬼带捉去 在这一刻地狱 全都被地藏王菩萨清空了 地狱闪现五彩霞光 天道之眼出现 最终一道黄色的功德之光 冲进地藏王菩萨的躯体中 这祸的修为 直接从准圣初七 走到了准圣巅峰 天道之眼的出现 震惊了暗中的诸多大能 最终看到地藏王 竟然一步登天直达准圣巅峰 大雷因斯的如来看到这一幕 心里破口大骂 地藏王竟然完成了大悦 不应该啊 轮回往生 生死相依 地藏永远不该成佛呀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在这个时候 地藏王的气息逐渐消散 地藏王菩萨 这个时候叹息一声道 没想到我地藏 竟然也有成佛的一天 早知道如今 我还在这地府 白忙了一万年干嘛 早就该去找娘娘了 孟婆轻叹一声说道 小和尚 你被一夜账目一万年 今日终得圆满 可见听人劝吃饱饭 小炎罗劝你数千年 都没有丝毫用处 就在这时 捉鬼带里传来不满的声音 地藏 差不多行了 我们地府答应你的事情 已经干完了 你要是再不打开捉鬼带 我秦广王可不客气了 地藏这个时候浑身冷汗直流 自己到准圣巅峰修为了 突然发现这十殿阎罗 皆是准圣巅峰静紧 甚至气息比自己更加强大 地藏赶紧打开捉鬼带 亿万鬼神归位 地府和三界相连的门户 已在现时间 我看着地藏问道 地藏王 你现在可明白了 什么是佛 孟国听到我这么问 也看向了地藏王 地藏王这个时候叹息一声道 佛门正道准圣 就算正得佛陀果位 我叹了一口气道 地藏王 这世间没有佛陀 你没有成佛 我乃便宜师傅也没有成佛 甚至两位圣人也不是佛 只是一个个修为极高的生灵罢了 平僧认为的佛是觉悟 是圆满 是善念 平僧称之为佛心 如果世人皆为善 那何处不为佛果 如果心中为恶 如那灵山脚下施陀领 你心中的疑惑 需要你自己去弄明白 如果看不透的话 可以去金山寺等我 过段时间 本座就会转生人世间 等地藏王离开之后 我叹了一口气道 娘娘 之前你就送我八次了 看来又要麻烦您送我一场了 孟婆古怪的看了一眼我道 你的灵魂功德之力已经凝视 下一次就不用来地府了 我这个时候叹息一声道 可不吗 下一世不是平僧干死如来 就是如来干死平僧 我最终踏上奈何条 看着端过孟婆 递过来的孟婆汤一口就给干了 啥情况 随即又给我递过来一碗 说道 喝了它 又是一碗孟婆汤下毒 我直接打了个饱和说道 好了娘娘 平僧已经忘去了前世事 可以去轮回了 孟婆听到这里 直接无语了 继续给老娘喝 我就不信了 这玩意对准圣都有用 怎么会对你一个凡人无用 最终 我整整干了六大碗孟婆汤 都给喝成了 真没办法了 我开始装风卖傻 才把孟婆给护闷过去 顺利走进了六道轮回门 五年后 金山寺禅房里五岁的 我看着地藏说道 再有十三年 第十次取经就要开启 这一世我必须要赢 地藏王 帮个忙呗 我想去见一下那太上老君 地藏王这个时候轻声叹道 三藏 你决定了 有可能这一世 你不会再走上前世的老路 成功正道准圣之位 我惨笑地说道 看看这乌浊的世间吧 那尸陀岭的海骨 恐怕又多堆了鸡米糕吧 为什么坏人放下屠刀 就可以立地成佛 我却要被吃上八次 这世间作恶多端的 都是那些先佛的坐骑 受苦的却是这云云众生 他们既然不愿自己改变 那这一次就由我强行改变他们 地藏叹了一口气 就带着我向三十三重天 都帅公而去 正在打坐的太上老君 忽然说道 童儿 有贵客来访 去打开宫门接引贵客来此 不多时 便到了都帅公内 我连忙行李道 拜见太上老君 太上老君看着地藏不说话 反而是这个取经人自己开口 不为诧异地问道 小家伙 是你要见我 不错 有一件事情想和老君商量一番 庭僧计划这一世 带着徒弟们去西天抢经 还请老君能助我一臂之力 太上老君听到这里脸色抽搐 连忙说道 取经人 看来你已经觉醒了前世的记忆 如此 当知道小事可改 大事不可逆 这次的西游亮节佛门 虽然做得有点过分 但是也顺应了天道大事 我听到这里 脸色顿时沉重了下来 郑重地说道 圣人在上 小僧上一世 曾经在凌云度下满天神佛 这一遭 我那便宜师傅又让他老旧 吃了数以百万计的人族吧 圣人在上 宁贵为六圣之首 是不是该为这多灾多难的三界 做些什么 太上老君看着我 叹息了一声道 圣人又如何 世人皆知圣人之下皆为蝼蚁 然 天道之下圣人也是蝼蚁 人族圣母在洪荒时期 亲眼看着自己创造的人族 差点被灭祖 你小子 真以为圣人不想出手 不是不想 而是不能 取经人 你就算有点奇遇 这位地藏王也站在你的身后 但是想要改变这黄黄大事 没有半点可能 我听到这里 郑重地说道 圣人在上 小僧还有没有那么狂妄 敢和这黄黄大事作对 天道之下 西游量结起 庭僧顺从天意当行西游之事 如果在西天 庭僧自己写经书 把这些经文传向东土 也算完成了取经大业了 这样 到门也不需要再担心什么 佛法东传的事情 圣人以为如何 太上老君这个时候 身后浮现先天至宝太极图 隔绝一切天机 然后开始默默推算起来 一炷香的时间过去 太上老君凝重地说道 此法可行 但是你会与佛门结下天大的阴谷 佛门可是有两尊圣人 西游结束以后 你没有机会活下来 我听到太上老君这句话 忽然笑了起来 郑重地说道 如今的三界无烟瘴气 神仙们的坐骑横行步伐 包庇成风 天条如同虚设 众生皆苦 奈何满天仙佛 世落无睹 如果再不去处理此事 恐怕三界会胜急而衰 一场横扫三界的杀截会接踵而来 到时候众仙陨落 魔灵人间 恐怕玉皇大帝 也不愿意看到这一幕吧 哈哈 老君这位取经人果真不一般 连下一个良杰的天地杀截 都推演出来 随着这道声音落下 一道身影顿时出现在老君旁边 我看到这道身影 连忙躬身拜祷 拜见大天尊 玉帝反而古怪地看着我 民众地说道 不应该啊 你怎么可能经历 孟婆汤和六道轮回两道洗礼 还能保留前生的记忆 我这个时候感慨地说道 天道之下 当有一线生机 或许是这道生机垂青呢 大天尊 天庭历经数个时代 其内各方势力盘根错节 禅教 结教 当然也有老君的人教 还有远古妖祖 佛门的那些凡骨子 也渗透进来了不少 天规对他们还有几分约束力 大天尊身为三界之主 没有完成道祖给予的重任 恐怕未来大劫来临之时 这第一个遭解的 就是您这位三界之主 玉帝听到这里 脸色顿时一黑道 金蝉子 你说这话还真不中听 要是换个地方敢说出这种话 浩天见下无生魂 太上老君也黑着脸说道 老道的人教只有一个三代弟子 还成了金蝉你的二徒弟 至于吕洞宾那几个小辈 应该不怎么给大天尊惹麻烦吧 玉皇大帝听到这里也是叹息一声 老君在三十三重天 一向无为而至 那几个门下也算是规矩 可惜 本地无数次想离听扫学 以天条里顺三界 如果本地真的这么做了 恐怕刚出了南天门 就得被神雷轰击吧 我听到这里 顿时尴尬地笑了起来 大天尊 如今有个机会 可以助天庭解决这个大麻烦 不知道陛下有想法没有 玉皇大帝听到这里眼睛顿时一亮 连忙问道 金蝉子 但说无妨 我悠悠地说道 陛下 如今天庭为了配合西游良节 派下去不少神仙做起吧 如果他们下界之后还能牢记天规 那自然是没错的 如果这群老混蛋坏法害您 贫僧会拔出萝卜盖出你 全给斩了 玉皇大帝听到这里沉默了 最后郑重地说道 金蝉子 你要是敢这么敢 西游之后 你恐怕就活不成了 那又如何 贫僧这一世 只想为这三界众生做一件事情 宫廷 宫廷 还是踏马的宫廷 我说到这里 宁重地说道 圣人 大天尊在上 贫僧会顺着西游亮节 把这事干了 只求未来圣人和大天尊 可以庇护一下贫僧的三个徒弟 不 应该是四个 玉皇大帝和太上老君对视了一眼 缓缓说道 如果 真到那一步 本帝定会庇护他们的周全 太上老君这个时候 叹了一口气说道 老道会尽量说服三弟 如果他也站在你这一边 未来你小子 或许也有活下的课 不过 圣人以下的对手 需要你自己面对 否则 你又凭什么说能为这云云众生 带来公平和希望 那是自然 打铁还需自身一 我郑重地说道 不过 圣人 大天尊在上 小僧这一世 练到大罗金线的境界 以便登上临山之时 双道骨合一 达到准圣的境界 玉皇大帝听到这里 顿时一翻白眼 你小子想二十多年 就重练一颗大罗金线的道路 甚至更进一步 达到准圣境界 锦铲子 你没事吧 我却是郑重地说道 只有如此 才有可能赌赢 大天尊有没有兴趣赌一把 玉皇大帝听到这里 稍微思索了一下 手中出现了一颗 通体子纹的盘桃 郑重地说道 金纱子 这把本帝跟你赌了 你以自己的性命 不下这一局 这等身外之物 对本帝来说不算什么 我看到九道文的子文盘桃 连忙说道 陛下 这是盘桃母猪上接的果子吧 听说九万年才能接九克 玉皇大帝 却是一脸凝重地说道 金纱子 你一定要好好活着 如果你未来能走到 准圣境界的尽头 就算圣人法身清零 你也可以活下来 不到最后一刻 千万不要放弃 随即 玉皇大帝转身 看向太上老君道 老君 机会难得 我们还是帮金纱子一把吧 我们无法阻挡佛法东传 但是这位取经人有机会 还有咱们这东方天庭的蛀虫太多了 再这样下去 恐怕天庭的根基 就被他们全给败坏掉 太上老君再次深深地看了一眼 我说道 天道之下定有一线生机 希望你真能抓住这个机魂 随即 丢给我一葫芦丹药岛 金纱子 这一葫芦八准金丹 足以支持你修炼到太乙金纤巷 至于大罗道果 每个人的路不同 道果一不同 这一切就要靠你自己来悟 就在这时 太上老君身后的太极图 飞出一滴血 飞到了我的手里 太上老君看到这里 脸色顿时凝重起来 盯着我说道 这是圣人本尊在混沌深处的遗迹 发现了一滴神血 连胜利都无法练花 没想到他今天竟然自主选择了你 有了他护卫你的未来 不至于那么黑暗 好了 此处时空虽然被太极图屏蔽 时间长了 他们也有可能推演出来什么 金蝉子你该回去了 眨眼间 我和地藏王就被送回了金山寺 我这个时候也开始修炼 在封神末期就传遍人间的道道 道可道非常道 明可明非常明 无明天地之士 有明万物之母 随着我诵读道经的声音 门外的法明和尚脸色顿时一黑 直接推门走了进来 郑重的说对我说道 三藏 你这是啥情况 你是和尚不是道士 不诵经念佛在这读道道 你觉得合适吗 我看着这个小时候 把自己就上岸的法明主持 古怪的说道 法明方丈 小僧的佛经已经不通了 在经文一道的造诣上 恐怕已经超越了佛门菩萨 和佛祖不相上下 法明听到这里 脸色顿时一黑 三藏 这可不敢乱说 这可是会遭天谴 我这个时候 翻着白眼说道 方丈 你明天可以召集 全寺上下所有僧众 要有任何一个师兄弟和师叔 师伯 能赢得了我 小僧以后绝对不看到他 法明方丈听到这里 郑重的说道 明天一早 我们全寺上下大雄宝 殿论佛法 让你这个五岁的娃娃知道 什么叫佛法无边 第二天 一个五岁的娃娃 爬到论道的主位之上 看得一众师兄弟 啼笑皆非 今天论法 总不至于让这个娃娃上了 然而 这个时候 法明方丈却说道 诸位僧众 你们的小师弟昨天说 他已经把佛经读通了 要与我等论法 法明方丈开始诵读佛经 一切有违法 如入一如电 我刚听到这里连忙喊停 郑重的说道 方丈 咱们金山寺的佛经 我在三岁多点就读完了 去年就完全摒弃了这些佛经 这些经文都是佛祖和菩萨们的 不是我们的道 如果我们天天诵读那些佛经 一辈子也成就不了菩萨道 更无从谈起上成佛之路 金山寺的众多和尚 听到我这个口气脸色直接绿 按骂道 听听这些是人话部 一个五岁的娃子 竟然和众僧谈成佛之道 这他娘的 还能更疯狂一点 法明和尚无奈地问道 那个三藏 既然你已经摒弃了佛经 那你这一年多来 又在干嘛呢 我却是郑重地说了一句 小僧一直在悟道 时至今日终于道场 菩提本无数 明镜亦非台 本就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这就是我的道 我讲到这里 浑身散发佛光 宛若一个得到高僧 看得众人惊气不已 就在这时 灵山大雷因寺的如来心念一度 叛道 金蝉子果然好活源 这一世仅仅五岁 就悟出如此佛门寄语 看来这一世的佛陀之位 当有他的一尊 这一世佛门的大哉 就在这时 西天诸佛和菩萨们的眼光垂下灵山 落在了金山寺里我的身上 法明长老这个时候老泪纵横 自己当年解的这个孩子 佛性实在太高了 连忙再次问道 三藏你是如何领悟这等心境 我古怪地说道 这个问题也困扰了我一年多 最近我才想明白 佛法本就是万千大道的义主 正所谓佛门世道 如来感慨地说道 本座这个弟子天资太聪慧了 竟然能从佛法的源头悟道 争给为师长脸 这句道家真言道尽了万千修行法门 顿悟之后 让小僧道法自成 如来满脸笑容的脸 顿时舔心 这个逆徒 好好的佛经不去参详 竟然去参悟道藏 把本佛祖的脸都丢干净 就在这时 我身上气息开始变动 炼精化气 炼气化神 炼神返虚 最后又炼虚合道 一步踏进真仙境界 金山寺的五龙大师 震惊地说道 紫气东来 天门开 三藏不得了 这是得到成仙了 法明主持听到五龙大师这么说 顿时极眼了 胡说 杭三藏是我们金山寺的和尚 怎么可能得到成仙 明明是悟道成佛了 金山寺的众多和尚 看着满天的紫光 和已经打开的街影仙门 难难地说道 方丈 我等感觉不对 这天上的街影仙门 只有东方天亭才会有了 就在这时 天亭巨灵神 带着一群仙兵将银金山寺上空 震声说道 何方道人成仙 本座接引仙观巨灵神 立刻随本座前往引仙台寿佛 五岁的我立马飞上高天 拍着小鼠说道 大个子 是小僧成仙了 这就跟你去天庭寿佛 巨灵神看到一个小和尚 字下面金山寺飞了上来 脸色顿时一黑 小豆丁 已是佛门弟子 就算获得果位也是成佛 我古怪的一笑 真仙进到果的气息顿时释放出来 看得巨灵神目瞪口呆 不对 巨灵神终于看到了我是谁 心里骂骂咧咧道 他娘的 这会是天定取经人吗 怎么成仙了 不是应该是个凡人吗 这是 因果太大 本座可遭不住 必须得开溜 哎 刚才本将发现人间金山寺附近 有妖气弥漫 这会怎么没有了 难道是本将看错 既然如此 诸位先兵随无返回天庭 天庭的巨灵神一行人 就这样返回了天庭 看得我目瞪口呆 骂骂咧咧的说道 巨灵神你压的就是骑士小僧 谁规定和尚不能成仙的 等哪天小僧去天庭啊 再找你算账 我骂骂咧咧的飞下来云头 这一幕 看得大雷音似的一众佛陀 菩萨颇为火大 最后如来佛祖悠悠的说道 观音尊者 这唐三藏刚当五岁 就已经修炼有成 恐怕对未来的西游计划 影响颇大 你去一趟金山寺 把唐三藏的修为给废了 让一切回归正午 就在这时 我莫名的打了个冷战 蓝蓝蓝的说道 每个狗日的要害我 西方灵山之上 大雷音似寺内 如来佛祖脸色彻底黑了起来 骂道 这个逆徒 气死本佛祖了 观音尊者 你不要去 本佛祖亲自去收拾那个逆徒 金山寺外 如来佛祖的法身显现 演化成一个苦行僧 走向金山寺 西方灵山之上 大雷音似寺内 如来佛祖脸色彻底黑了起来 骂道 这个逆徒 气死本佛祖了 观音尊者 你不要去了 本佛祖亲自去收拾那个逆徒 金山寺外 如来佛祖的法身显现 演化成一个苦行僧 走向金山寺 唐三看他可怜 正欲施舍给他一点斋饭 忽然 自己匆匆都帅工弄来的那一滴血 忽然从自己的小世界内 飞进脑海之中 自己的灵台一阵清明 眼前的苦行僧顿时大变样 卧槽 这不是来自吗 他没事跑金山寺来干嘛 我可不相信 他是来看我的 想到这里 唐三记上心来 悠悠地说道 哪里来的穷和尚 赶紧离开我金山寺地界 我们大唐国泰民安 只要大唐子民愿意劳作 就算是和尚 也能吃饱穿暖 恐怕 你这个狗东西 把陛下赐给你的责任田 都荒废了吧 滚滚滚 我们金山寺不养米虫 告诉你 我唐三藏这辈子 最看不起的 就是米虫 你压得身体强壮的 身上的僧衣 破成这B样 八成是一只超大号的寄生虫 唐三藏的一番话 差点没有把如来给气死 气得他拂袖而去 最后强忍怒气 变成了一个父态的青年和尚 只见他头 代佛驼物道观 脚踩流云鞋 身披水火不清的锦篮袈裟 手中还拿着一柄黄金 铸成的缠杖 如来佛祖心里暗自得意道 聂徒 本佛祖可眼花万千法相 你还是佛法太浅了 看不透这滚滚红尘 法明和尚这个时候 看到唐三心情低落 郑玉安慰两句 忽然看到 远处竟然又走了一个和尚 连忙说唐三说道 三藏啊 官道上又走过来一个青年和尚 这个和尚富裕 不是满身破烂 肯定是个正经的佛门弟子 唐三抬头一看 气得脸色铁青 对着师父说道 是啊 这货 是挺富裕的 他手里的那根黄金缠杖 能够买咱们两座金山寺的 他还头戴紫金关 上面雕刻着佛陀物道徒 这玩意 比他手里的黄金缠杖还值钱 还有他身上的袈裟 我虽然不认识 但绝对是稀有的真品 走过来的 小僧记得佛祖曾经说过 作为佛门子弟 我们要普度众生 连我们金山寺 前年只有八百蛋粮食 都捐出了七百蛋 和灾民共度灾年 前年我才三岁 都陪着师兄们 吃了半年野菜 因为年纪太小 还时常拉肚子 就这小僧都忍了 就因为我牢记佛祖的佛计 普度众生 这个为父不仁的狗东西 身上的一套行头 价值百万两 却没有半思怜悯之心 小僧记得 前年大唐 捐款最多的是白马寺 他们捐了三千蛋粮食 这个混蛋 绝对在前年 没捐过一两银子 他还不如我一个三岁奶娃 真丢我们佛门的人 这时 隐藏在高空的大能们 再也忍不住了 血海的鸣和老祖狂笑道 笑死本老祖了 如来老二 你丢人不 你这个老货 整天喊着普度众生 结果 这人竟真有事了 还不如一个三岁奶娃 你要是 你要是没钱 本老祖可以借给你一座金山 要不然 你以后还咋在佛门混啊 佛门的奶娃和师兄们 宁愿自己忍饥挨饿 也要捐粮食 结果 你这个佛门扛把子 一毛不拔 要是你佛门的这些徒子徒孙知道了 信仰都要崩塌了吧 西天如来的本尊 阵阵有词地说道 人世间的种种 皆有其因果 我佛门不便过多敢于 这个时候 武装观的镇元大仙叹道 你们佛门从西方教演化 到现在的佛教 几乎就没有好东西 多宝听听 你说的是人花不 要知道 上天有好生之德 如来叹了一口气道 镇元大仙前辈 这是我佛门的道 天地万物围到永恒 暗中的大能阶 是鄙视地看着如来 结果 这祸升起了 灵山的万佛大阵 隔绝一切目光 众多大能的眼光 又落在金山寺前 这里的如来分身有点惨 在这里 他可不敢说 什么围到永恒的话 佛门在凡间传道 还是需要 要点脸的 结果 这祸被一堆烂菜叶子 臭豆腐 给扔了一身 气得他差点显化出真剩 最后两条腿 差点没有跑出残影 才摆脱了金山寺的这群和尚 天庭的玉皇大帝 看得脸皮直抽搐 暗自嘀咕道 一个准胜巅峰的强者 竟然在一个真仙手里 栽了两次 本地的投资 估计打不了水漂了 这个时候 如来实在受不了了 一个闪身 来到数百里外 满头的佛火 蒸汤上 周围二里地的山林 在这一刻 直接化为飞灰 要不是他及时反应过来 恐怕佛火 就要蔓延数百里了 如来佛祖 想起这个逆途的话语 也是颇为无奈 他现在只是一个五岁娃娃 只能和他讲凡间的道理 这时 如来佛祖再次回到了 金山寺的关道上 直接眼花了一身 和唐三差不多的衣服 眼见的唐三 再次发现如来 这次朱爽彻底惊呆了 暗自吐槽道 来子 这是盯上我了 刚把他轰走 这又贪娘的来了 来就来吧 还穿了一身 大号的宝宝衣服 真贪娘的有才 这佛不要脸 天下无敌 只能把他给迎上门了 随意 眼珠子一转 冲着如来喊道 那个大号宝宝 你今年几岁了 怎么和我的衣服一样 我再有三个月 就五岁了 对了 佛祖说了 出家人不打妄语哟 你可不能骗我 如来看着唐三那身衣服 再看看自己的 顿时无语了 心里漫漫咧咧道 可不嘛 这他娘的 还真是一件宝宝衣服 这个金蝉子太坑了 还佛祖说了 不打妄语 孽徒 你他娘的 气死本佛祖得了 随即 如来佛祖双手合十道 小和尚 平僧准确年龄计不得了 大概三个亮节多一点吧 天庭的玉帝 这一下彻底受不了了 一口鲜酒直接喷了出来 三个多亮节的大号宝宝 如来这是非要把我笑死啊 就在这时 法明方丈走出庙门 一眼就看到了不远处的如来 脸皮直抽搐 心里漫漫咧咧地说道 寺里的小和尚 自己给自己做了一套宝宝衣服 自己就够烦的了 这个年轻和尚 龙金虎猛的 也穿一套宝宝衣服 这他娘的 也太有才了 唐三 看到自己这个便宜师傅 是不达目的 是不罢休 暂时放弃了挣扎 古怪地说道 大号宝宝 你来我们金山寺是为何 难道也是没吃得喝的 投奔我们金山寺的 如来听到大号宝宝的名字就来气 强行忍住说道 小和尚 方丈 平僧从长安而来 遇回洛阳白马寺 如今天色渐晚 请求再宝插赞住一晚 可否方便 唐三这个时候 翠一声说道 赞住自然没问题 不过 寺内你不能白住 连本宝宝吃饭 都得帮师兄们摘菜 你赞住不能白吃白喝 得给我们干活 如来这个时候 怂了一口气道 那是自然 就这样 法明方丈去准备住的地方 唐三带着如来 来到金山寺后院 捏米的地方 指着墨盘道 别的活差不多都有人干了 你要是能拉得动的话 把宿米给捏了吧 就这样 佛祖下界后 被唐三忽悠地 干起了驴的活 一个时辰以后 薄牙师兄来粮房搬面 看到一个身穿宝宝装的大汉 正在呼吱呼吱地拉磨 直接无语了 连忙说道 小师弟 王源外不是送给咱们寺庙里 一头驴吗 他拉磨拉得挺好的 你怎么忽然让人拉磨了 唐三却是阵阵有词地说道 佛祖说 众生平等 师弟在想 这段时间那头驴子 肯定累坏了 就想让他歇歇 随意就换人上了 这位白马寺的师兄 身强体壮的 比例好用多了 如来听到这里气得 差点没有显化本相 本来想着来到这金山寺 教化僧众 稳固唐三藏的相佛之心 结果 这个小混蛋的相佛之心 稳固不稳固不知道 自己的佛心 倒是被他坑得稀碎 梦到现在 自己被他坑了多少回了 现在竟然还成了 驴子的替补队员了 随即 他挥出一股无形的波动 直接把唐三斩成凡人 最终身体虚化 消失在院子里 这一幕 看得薄牙木凳口呆 赶紧带着唐三 就离开了米苍 唐三心中暗骂道 来子 你给本座等着 等这一世本座登上临山 咱们心仇旧恨一起算 就这样 唐三再次开始参悟道经 三年后 自己终于再次达到了 真仙境界 并且达到了真仙巅峰 脑海中的神秘之血 这次竟然能掩盖了天际 再次成仙 竟然没有任何异象出现 自己整个人看起来 就像是一个 毫无修为的小和尚 这天晚上 小和尚找到法明方丈说道 师父 当年多谢您答救 三藏才能活下来 如今以徒弟的修为 也能够自保了 我想出去看看我的母亲 生活得怎么样 当年到底遇到了什么样的险情 才会让我独自顺江漂流而下 法明方丈听到这脸 叹息一声道 三藏 你 三藏 你跟为师来 山下的这些因果 早晚都需要了结的 法明方丈的禅房内 唐三拿到了自己母亲 留给自己的遗物 自己接触这些遗物的时候 天机自现 自己的母亲 因温骄的因果 终于被击穿 唐三心里 骂骂咧咧地说道 本座 都修炼到真仙巅峰境界了 都击不穿我娘亲的因果 八成又是如来老儿 那个狗东西在作怪 许去水贼 竟敢冒充我爹 妇认江州之州 这个混蛋 胆子可真大 还有 本座这一世的娘亲 本尊算出来 她还活着 随着一声狂笑声 唐三的身影 从金山寺消失 不到一个时辰 就来到了江州府上空 唐三的鲜石 覆盖江州府全城 很快一道血脉相连的气息 被自己找到 一个闪现 唐三出现在一个贵妇人面前 因温骄看着 突然出现在 自己房间里的孩子身影 双眸顿时流出了眼泪 喃喃地说道 我这是眼花了吗 最近总是想起 我那可怜的孩子 不知如今她在何方 娘 我是陈一呀 因温骄听到面前的孩子 竟然开口了 眼泪再次流了下来 喃喃道 你真是我的孩子 唐三拿出了法明方杖 交给自己的小衣服 因温骄看到这一幕 连忙把唐三抱在了自己的怀里 哭喊道 孩子真的是你 你长大了 我以为你 娘亲 金山寺的法明方杖救了我 现在我已经长大 得到成仙 孩儿这就把刘红那个狗贼给宰了 这时江州之府刘红 推开了因温骄的房门 忽然看到因温骄抱着一个孩子 冷冷地看着他 刘红舟深猛地打了一个寒颤 喃喃地说道 这大夏天的 怎么忽然冷了 这个时候一道冷漠的声音传了出来 那是因为 你这个水匪很快要死了 让你多活了九年 我今天非得把你活刮了 把你欠我们一家的还回来 唐三 一挥手 刘红顿时昏迷了过去 开始在清醒的梦中 经历百世轮回 做过太监 乞丐 也做过盗贼 被人追杀一生 每一世都在无边的苦难中度过 最后他的真灵被消耗一空 临近死亡之时 石海深处传来一声佛号 阿弥陀佛 这刘红 是我伏虎罗汉预定的佛兵 倒有可否饶他一命 唐三脸色一黑 骂骂咧咧地说道 伏虎罗汉 原来你这个兔瓢 当年星科状元陈光蕊 携带妻子 英文交付江州上任 是你指示的刘红 把星科状元淹死的吧 佛门不是一直喊着 众生平等吗 就他娘的 这么个平等法 临山上的伏虎 正在和降龙参禅悟导 突然感知到 当年留在那个刘红身上的印记 被激活 还被对面的人质问 佛祖曾经说过 众生平等 说咱降龙指使水匪杀人 稀有的事情 天地间的大能 有几个不知道的 至于这么上当上线的吗 随即 就传音道 道有 你这么说就没意思了 不就杀了一个凡人吗 唐三听到这脸 脸色顿时黑了下来 缓缓说道 无辜杀人 按大唐律法 斩首示众 按天条善杀凡人 当受雷击之行 俯虎罗汉听到这脸 就明白 对面这个家伙 不是刚呈现的仙人 就是那个大能道场 不入室的弟子 嘿嘿怪笑的 对面的小家伙 天条还管不了 我佛界之事 本罗汉别说杀一个人 就算杀十万人 天庭谁敢来我临山执法 你再多管闲事 恐怕就命不久已了 随即 俯虎罗汉的神识 离开了刘虹的身躯 唐三看着刘虹 奄奄一息的样子 忽然笑了出来 随手祭出一道生机之力 把这个刘虹给救了过来 唐三郑重地看着刘虹说道 连忙哭喊道 大仙饶命啊 就是刚才 那个叫俯虎的和尚 九年前给我说 只要把陈光蕊干掉 江州之府就是我的 丞相之女也是我的 等到我这一世结束的时候 他还来接应我 成就先及佛兵 从此荣登极乐事件 随着一块记忆仙石 落入口袋 唐三冷哼道 命运的车轮开始转动 俯虎罗汉 你就是这临山的第一个祭品 次日上午 唐三带着英温娇和刘虹 来到了长安城的玉皇大地庙 扑腾一声就跪在了地上哭喊道 大天尊啊 古往近来 天归森严 早在封神之战后 就绝天地通 无必下旨意 先佛不得下界 九年前 西天灵山的俯虎罗汉 蛊惑水匪成红 杀害我爹成光蕊 请大天尊治灵山如来佛祖 管教不言之罪 俯虎罗汉或乱人戒之罪 百姓们听到 这个少年竟然向天地告状 告的 还是佛祖和罗汉 顿时骂了 英温娇也难难地说道 儿子 咱这事情天地能管吗 唐三却是阵阵有词地说道 当然可以管 不过 管到什么程度 要靠我们自己了 就在这时 天庭的玉皇大地 收到了来自下界的祈祷 顿时就笑了起来 随即把人间 唐国都城的玉皇大地庙的景象 打在了灵霄宝殿之上 悠悠地问道 诸位爱卿 凡间金山寺小僧唐三藏 在镇的庙宇里 告西天的降龙罗汉 只是凡间水匪杀害其父 霸占其母 他一告灵山如来佛祖 管教不言之罪 二告那想龙罗汉 或乱人间之罪 此事 朱卿以为该如何处理 仲仙看到这天幕内容 直接骂了 西天干的那些破事 在场的仲仙 谁人不知 现在倒好 取经人告佛祖 这可有点意思了 托塔天王看了左右一眼 都没人出声 直接出班道 陛下 这凡间之事 一向有人间的天子处理 至于取经人状告佛祖 和降龙罗汉之事 臣认为 纯粹是无中生有 可不予理会 杨仙听到这里 直接冷哼一声道 凡间的事情 众仙谁人不知 就算是西游亮节 佛法东传不可避免 这西方竟给我们天庭招麻烦 是不是不太合适 托塔罗汉 你 托塔罗汉 你能不能给你们西方的 燃灯佛祖说说 别叹娘了 折腾我们天庭了 可以吗 杨仙这话一出 灵小宝殿上的先官们 意味深长地看向 托塔天王 托塔天王看到这一幕 顿时急眼了 连忙喊道 执法天神 你可不能冤枉本天王 我托塔天王对陛下 那是忠心耿耿啊 是吗 杨仙慢死条理地说道 你大儿子 金扎拜入佛门的 文殊菩萨为师 还在灵山给入来 做前部护法 你二儿子木扎 拜入观世音菩萨为师 久居南海 你家老三哪吒 不愿听从你的安排去西方 结果被你逼杀 要不是太以真人相救 早就与命了吧 本天神对你的行为颇为不解 经过多方了解 才知道连你自己 都是佛门燃灯佛祖的清传弟子 你藏得好深啊 就你这样的混蛋 竟然成了 我天庭的位数撕裂 把家人能送走的 全部都送走了 连自己都不是天庭的户籍 变成了西方佛门的排头兵 托塔天王李静 被杨仙说的 浑身冷汗直流 连忙说道 从凡间飞升之前 两个儿子 都已经被西方的两位菩萨 收为弟子 和他实无干系 这个时候 杨仙心里响起了玉帝的声音 好了 杨仙 西方佛门派 乖个满汉 对我们天庭不是好事吗 把他给逼死了 佛门再派个机灵的过来 那个时候 我们才麻烦了 杨仙古怪的看了一眼 托塔天王 心中默念道 仅遵陛下旨意 托塔天王 鉴于你身上的 佛门背景太后 本座身为天庭的执法天神 才觉此次事件 你要回避 玉皇大帝 看向太白金星说道 太白 此事你如何看待 太白金星看到陛下点名字解 连忙说道 启奏陛下 托塔罗汉 不对 是托塔天王说的 凡间的事情 是归天子 那谁非留红 自然是人间帝皇处理 至于佛祖和俘虎罗汉 属于天界之人 如做出违反天规之事 天条处理 不过 此案目前乃是那取经人 唐三藏的一面之词 真要处理 还是得派遣天将察案 玉皇大帝 这个时候 看向众多仙官 最后 目光落到执法天神杨俭身上道 执法天神皆知 本天地令你下见 查明此事 推塔天王里 静眼前一黑 这是虽然大家都知道 是怎么一回事 但这是不上秤 没有二两重 真要是上秤了 恐怕千金都顶不住啊 随即 执法天神杨俭 领命而去 凡间长安城 玉皇大帝的庙宇之中 唐三还在不停地 在向玉皇大帝的 今生诉讼冤屈 就在这个时候 杨俭的真身 出现在玉皇大帝的 今生一侧 威严地说道 唐三藏 本座乃是天庭的执法天神 玉帝派本座下界 处理这场公案 你控告灵山佛祖 和俯虎罗汉 此事可不小 你要是诬告 恐怕会坠入炼狱 不得超生 唐三藏郑重地说道 天将大人 三藏所言句句属实 如有不实之处 甘愿坠入阿比地狱 杨俭听到这里 古怪地笑了起来 好 代我以神眼观辩三剑 锁定因果 那俯虎罗汉 在我的神眼之下 因果自现 杨俭眉心的第三只神眼 看向灵山 此刻灵山却没有半点 俯虎罗汉的气息 最后一道声音 传入杨俭的耳朵里 杨俭 就算如今 你已经正到大罗又如何 别忘了 这里可是灵山 你为了你个凡然的生死 要和我佛门为敌 你呀得没事吧 灵山之上 除非天地清灵 否则谁能带走我 如果这三界 是一个公司的话 我们灵山就是二股东 你一个纠锋办的 就算在大股东那里 还敢管二股东不行 就当杨俭发怒 要降临灵山的时候 唐三站了出来 缓缓说道 执法天神大人 小僧这里 这有一些收集到的证据 不知道 您能不能用得上 唐三随即把影音留影石 交给了杨俭 杨俭接过留影石 眼睛顿时一亮 也不再和降龙尊者交涉 直接把影音石的画面 打在三界的高天之上 画面里传来了 降龙罗汉的声音 不就杀了一个人吗 别说本罗汉就杀了一个人 就算杀十万人 天庭谁敢来我灵山来执法 对面的小家伙 天庭的天条 还管不到我佛界之事 你再多管闲事 恐怕要命不久已了 这个画面 被杨俭的大罗及法力加持 三界各方大能 诸多仙神顿时惊呆了 一堆不怀好意的目光 看向灵山 都明白 灵山这下 恐怕要遭殃了 有些事情 能做不能说 玉皇大帝明面上 可是三界之主 各大势力 都有人马常驻天庭 现在 看看那降龙出的是什么风华 赶小瞧天庭的各路仙神 四方大帝 窦母元君 南极仙翁等 脸色顿时黑了下来 甚至都率弓 都出现一道契机 牢牢锁定了灵山 这个时候 西天的如来佛祖 脸色顿时惨白 看向殿内的俘虎罗汉道 俘虎罗汉 瞅瞅你干的什么破事 你认为自己关系很硬是吧 佛们的脸 都让你丢尽了 现在事情搞成这个样子 你让本佛祖如何收场 就在这个时候 玉皇大帝的浩天剑 划破空间 来到灵山上空 旗内传出一道声音 如来 如今 西游量解起 你们的有些事情做了 本天帝遵守道祖法旨 强行盲你们 压制天条的因果之力 你们佛门 就这么报答天庭的 还扬言天条管不到佛门的事情 本天帝这就让你看看 天条能不能管得了你们灵山 就这样 玉皇大帝解除了对天条的镇压 无尽的因果之力 顿时传遍三界 随即 玉帝便骂骂咧咧地说道 看本帝如何反腐 昊天剑降下斩道鲜光 直接把俘虎罗汉的肉身 劈成了渣渣灰 随即 昊天剑内 传出一道声音 明日灵霄宝殿 带着这个响龙罗汉 当着众仙神礼此案 如来这个时候 恶狠狠地看向俘虎罗汉道 你这个混蛋 你可知 你这个混蛋 你可知 你闯下了多大的火 阿弥那个陀佛的 气死本佛祖了 次日 灵霄宝殿之上 唐三被杨俭带上天庭 此刻伏虎罗汉 被如来佛祖带到天庭 唐三 看到伏虎罗汉 只剩下佛魂后 古怪地说道 哟哟哟哟 这不是灵山的猛将 伏虎罗汉吗 听说就是你是天庭的 各路天神如无物 喊着你们灵山多么强大 连天条都不放在眼里 今天怎么混成这个B样了 如来佛祖看着自己的徒弟 还在这里搞怪 郁闷不已 心中暗骂道 搞了半天 这一切 都是佛们内部在闹矛盾 还得陪上一个罗汉 唐三藏这个小混蛋 太坑了 想到这里 如来宣了一声佛号道 如今 伏虎罗汉已经带到 请求陛下处罚 我们灵山绝不互断 玉皇大带看了一眼杨简道 执法天神 这伏虎罗汉霍乱人间 藐视天庭该如何处置 启禀陛下 按天条 霍乱人间 当受十道雷鞭之行 至于藐视天庭 当打落凡尘度人士劫难 什么时候 重新修成精神 才可以回归天界 众仙这个时候 也是一脸冷笑地看向伏虎 都在心里暗骂道 活盖 雷伐天尊 把伏虎罗汉押 往斩仙台 开始行刑 雷伐天尊 听到玉皇大帝的天职 又是死对头佛门的罗汉 就要押着伏虎罗汉去行刑 就在这个时候 大殿内传来一道脆声声的声音 陛下 这个伏虎罗汉的罪孕 好像还没处理完啊 他藐视天庭和霍乱人间 都是边角料的小事 可是天地自动孕育的 那这天规就是天道的一部分 小子看到古书上有记载 在无尽岁月以前 道祖以身合道 伏虎藐视天规 就是在藐视道祖 这个老家伙 是在打道祖的脸啊 众仙听到这里直接妈了 连如来佛祖脸上都有点慌了 阿米那个佗佛的 这口固太大了 我们佛门真的顶不住啊 玉帝听到 唐三这么说 脸皮也是直抽搐 暗自叹息道 这小子 今天这是准备把佛门 往死里坑啊 打道祖的脸 这伏虎罗汉 八成要灰飞烟灭了 伏虎罗汉的佛魂 连忙说道 唐三藏 我求你了 你别再坑我了好吧 本罗汉从来没有对道祖不敬 还有 你爹成光蕊死后 魂魄并没有入地府 我让龙王把他保护起来了 看在这个份上 您就不要再坑我了 哦 啥 我说 伏虎罗汉你他娘的疯了吧 你知道什么是轮回法则吗 人界生灵消亡后 坠入地狱 经过十殿严均审判后 重入轮回 伏虎你 不但触犯天条 还冒犯了音律 这下你玩犊子了 这个时候 伏虎也傻眼了 喃喃地说道 佛祖救命 我感觉您再不出手 我铁定要撬辫子了 如来刚想说些什么 灵消殿上出现一道紫消神类 直接披在了伏虎的佛魂之上 伏虎这个老家伙 直接就撬辫子了 这一幕 让众仙琪琪打了个冷战 连如来脸上 都是一脸惨白 玉皇大帝这个时候 心里狂喜 没想到 老爷既然支持自己 以后这天条 不用再镇压了 这时 唐三的声音再次传开 那个佛祖 你家的罗汉 好像被子卫给劈死了 你以后不会报仇吧 如来佛祖这个时候 彻底绷不住了 连忙说道 俯虎罗汉 藐视天规 死有余辜 那佛祖您 管教不言之罪怎么办 是不是该向天地道歉 唐三看着如来佛祖说道 如来这个时候 郁闷无比 想最后时刻救下俯虎罗汉的 结果 被金蝉子这个混蛋 一通添油加醋 直接把俯虎罗汉给干没了 现在这个冲尸逆徒 还逼着自己 向浩天道歉 阿弥那个陀佛的 本佛祖要被气死了 就这样 如来佛祖向玉皇大帝 告过罪之后 扛着金莲 就跑回了灵山 唐三也被重新送下了剑 当朝丞相府衙内 殷开山看着自己女儿终于回家 抱着自己的女儿痛哭 最后才说道 爹以为 你对爹当年的决定不满意 整整九年都没有回来 没想到 你们竟然出事了 女儿 你放心 刘红那个狗东西 三日后 就会被开刀问斩 这个时候 殷开山再次看向唐三道 外孙 你娘只有你一个孩子 你就这么出家了 你娘怎么办 唐三听到自己外公这么说 叹了一口气道 外公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出家当和尚 是我的命中注定 无法改变 唐三说完 单手指天不再说话 最近传遍人间的 俯虎罗汉货乱人间的案子 源头就在长安城 他岂能不知 他听到自己的外孙这么说 也是颇为无奈 只好郑重地说道 外孙 外公有什么地方能帮到你的 唐三郑重地说道 外公 可否请求陛下 为我批一块地出来 我想在玉皇大帝的神殿外围空殿 建一座寺庙 不知此事 陛下能否同意 外孙 明日外公就带你去上早朝 我相信 陛下一定会同意此事 第二天早朝上 唐三被带上了金殿 李世民和各个文臣武将 皆看向唐三 最后还是李世民开口了 小师父 这两天都在传宁状告佛祖 和俯虎罗汉 被天将带上天剑 后来结果怎么样 唐三看着李世民悠悠地说道 陛下 我已经回来了 自然是我赢了 不过 我虽然没事了 陛下 您可能要有事了 方间传言 大唐开国之时 你们李世皇族 既然贸认李尔为老祖 你们知道李尔是谁吗 那可是六圣之首 太清圣人西出函谷官 子气东来三万里 这等存在 你等也敢攀附 当真不怕出事啊 李世民听到这里 直接慌了 本以为那老子李尔 就是一道家大德 没想到这一下 直接大破天际了 这个因果他李世民背不起啊 满朝文武这个时候也慌了 看着唐三紧张地问道 小师父 有没有 小师父 有没有办法解决此事 自家外公营开山 也连忙说道 孩子 有办法的话 就帮帮陛下吧 唐三叹了一口气道 幸亏这位圣人 休无为之道 没有降下太清神来 如今之际 赶紧修改族谱 在长安城建造三清神殿 供奉圣人 应该能够躲过此劫 李世民这个时候 终于松了一口气 按骂道 都是青天奸奸正 罗文龙出的骚主意 差点没有惹出大祸 随即怒吼道 承要经听令 把青天奸奸正罗文龙 打入死牢 等三清神殿建成之后 直接砍头祭天 这个时候 唐王李世民 看向唐三说道 小师父 要不是你出手 未来我李唐皇族在未来 恐怕要遭解 你想要什么赏赐 今天朕全都英语 唐三听到李世民这么说 也不再客气 郑重地说道 陛下 小僧想在长安城的 玉皇大帝神殿周围 建造一处寺庙 请陛下允许 去去小事 半年之后 寺庙就会建起来 交到小师父的手中 时光如流水 转眼间半年的时间过去 三清神殿 和唐三要的寺庙 同时建成 四日 满朝文武 在李世民的带领下 齐齐朝拜三清圣人 唐三的手中这个时候 飞出一颗八转金丹 落在了太清圣人的神像上 并且激活了一缕 这颗金丹的生机之力 然后 郑重地对着李世民说道 以后如果遇到 解决不了的事情 就躲进这处神殿 到我们圣人的人间神殿 没有任何妖邪敢闯进来 混沌中的太清圣人 感受到人间气韵的波动 掐指一算 脸皮直抽搐 人间竟然有如此胆大之人 竟然冒充自己的后人 不过 念在他们凝聚气韵之力 朝拜三清 暂且饶过他们吧 就在这时 太清圣人看着取经人的手中 飞出一颗八转金丹 落在自己的法身上 叹息了一声 老道躲在八井宫 因果都没有逼过去 既然 他已经做出了决定 就是无的决定 随即一道圣光飞进三界 长安城的三清神殿 这个时候变得厚重起来 唐三的神色 立马凝重起来 被堂皇李世民郑重地说道 陛下 以后三清神殿日常供奉不能停 每个月的初一十五 都要举行大计 千万不要忘记了 唐三说完这些 便便离开了三清神殿 向自己的庙宇走去 看到自己的寺庙的牌匾上 还是空的 一道神光字手中飞出 三藏四三个大字 出现在牌匾上 并且庙门口的石柱上 出现了一道真言 世间必有两全法 不负如来不负清 随即便走进了寺庙之中 满街的百姓 看到这座三藏庙的霸气真言 皆是感叹道 不愧为上过天界的小师父 这境界就是高深 天空中五方接地 看到这一幕顿时无语了 金头接地怒声道 这个小混蛋都把佛祖给告了 现在还敢说他 要不负如来 鬼才信呢 对了 那个不负清又是怎么回事 这个小混蛋 今年才十岁 肯定不会有哪方面的想法 迎头接地却是轻声叹道 这可说不好 这小家伙连佛祖都敢告 还有什么不敢告的 大哥 我下去会会他 探探他的佛心 唐三藏正在大雄宝殿打坐 忽然一个身着朴素的老年和尚 走了进来 向唐三失礼道 平僧出自金光寺 法号洪光 三十余年来 游历五十多个国家 论经讲佛 今日看到路过这三藏寺 就进来讨教一番 唐三听到这脸 白眼一番道 这位洪光大师 来砸场子就砸场子 不过 你就不担心砸场子失败 下不来台吗 迎头接地淡淡地说道 小师父 区区孩童都敢在这唐国 都成建寺庙 自然不会毫无佛法感悟吧 唐三这个时候 早就看清了迎头接地的本相 古怪地说道 好 既然龙光大师要论道 那就论吧 小僧拜读佛门经义 佛祖有云 不可妄动杀业 不可妄言 此事可为真 迎头接地听到这这话 连忙道 那是自然 这可是我佛门的戒略 要慈悲为怀 普度众生 唐三听到这脸 郑重地问道 佛经中有记载 佛祖曾经割肉未硬 不过 小僧有怀疑 佛祖割的是 自己的肉吗 传说中 佛祖在大雪山灵鹫洞中正道 精神圆满无缺 已经达到至强至圣的境界 这种盖世人物的弃血 冒出来一缕 恐怕都会压他山河 他的血肉 必然蕴含了无量的精气和道泽 哪里是普通的仙神能够接近的 恐怕那只鹰敢吃上一口 实诚地被无量精气称暴 因此 小僧断定 佛祖说谎了 要不就是佛祖割的是别人的肉胃鹰 他犯了沙烟 龙光大师 你感觉小僧的话在里部 连我们佛门的扛把子 都是如此不堪 由此可以推断 世间无真佛 这就是小僧的论佛之道 龙光大师以为如何 迎头接地听到这脸 脸色直接绿了 这种佛门秘密 是我迎头接地能听的吗 随即喃喃地说道 这不可能 佛祖不可能是这样的人 我不信 高空中的另外金头接 地等几个佛门精锐 脸上也绿了 同头接地听到这脸 修行数千年的信仰 差点崩塌了 喃喃地说道 大哥 佛祖这是干得有点不地道啊 现在这个秘密 也被我们几个知道了 不会被灭口吧 就在几个兄弟心惊胆战的时候 唐三的声音再次传来 世间本无佛 不过是一个个武力高强的生灵罢了 灵山这条路 不是真正的求佛之路 迎头接地这个时候 背下的直摇头 喃喃地说道 我不信 佛就是佛 诸佛接在灵山 你这个小和尚 休想打乱老僧的向佛之心 唐三叹息了一声道 既然龙光大师不信 小僧在问你 佛祖曾说 众生平等 为何这云云众生 有人是乞丐 有人是皇帝 为何有人成佛 有人坠入魔道 龙光大师 这都是 龙光大师 这都是为什么啊 你能告诉我吗 迎头接地这个时候说道 佛祖说 众生平等 说的是 人人皆有佛心 奈何世间多贪称痴三毒害苍生 这苍生万灵 都是如此 唐三古怪的一笑 龙光大师 平僧给你讲一个故事 曾经有一个佛祖 要门下一菩萨去南瞻布州传教 当地大祭司 要这个菩萨度化小偷世家的传人 敢化杀人犯 并且 要敢化妓女丛梁 这个菩萨 以身为尔 完成了这三个任务 但是 她也在南瞻布州落难 这个时候 佛祖为了不沾染 南瞻布州的因果 让这位菩萨生死有天 那位丛梁的女子 为了救出那位菩萨 再次去陪了那位大祭司 这才把这位菩萨给救了出来 而丛梁的女子 为了救这位菩萨 也终是违背了 不再做妓女的誓言 最终 跳河而死 你猜那位菩萨 后来怎么样了 迎头接地郑重地说道 这位菩萨从犀牛鹤州 把佛法传到至南瞻布州 这可是天大的功界 八成得封佛陀果位 唐三看着迎头接地 怪笑道 佛陀 你想太多了 因为那个妓女 救了佛门的菩萨 让佛祖脸面无光 随即以六根不尽的理由 把那位菩萨逐出灵山 那位菩萨 当他再现三界之时 就灭了整个佛门 迎头接地听到这里话 浑身猛地打了一个机灵 怒吼道 小师父 你也是佛门中人 为何如此诋毁我佛门 我龙光绝对不相信 我佛门会如此对待传教菩萨 你便的故事太烂了 故事 唐三冷哼一声 举起而手指 向高天 郑重地说道 我唐三藏 愿意向天道启示 我刚才所讲的故事 没有半句虚言 故事的主角 就是佛门的锦纳罗菩 如有不实之处 愿受五雷轰顶之行 迎头接地听到唐三藏 竟然发下天道誓言 顿时笑了起来 小师父 天道怎么可能回应普通人的誓言 你这样做 没有任何意义 迎头接地的话音刚落 长安城上空雷云滚滚 更有天道之言显化 最终在此地停留两久 也没有降下神来 最终天道之言消失 雷云消散 这下 不光迎头接地傻了 连藏在高空中的四个接地 也要疯了 齐声喊道 这不可能 这不是真的 我佛门怎么可能会做出此事 连佛门的菩萨 都能被逼得堕落沉默 牺牲掉 佛门还有什么 是不能牺牲的 迎头接地的佛心 在这一刻 裂开了一个口子 他以巅峰的修为 转眼就跌到了惊仙境界 最后他难难地说道 这不可能 那可是佛门菩萨 佛门不可能做出这种事情 唐三这个时候怪笑道 佛门教义是好的 但是佛门的那些佛陀们 早就烂透了 你要是还不信 可以想办法去灵山问问佛祖 迎头接地这一下 真的装不下去了 直接就飞上了高天 来到金头接地面前说道 大哥 几位兄弟 我们佛门出大事了 我们这就回灵山问问清楚 这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 随即一行人就向灵山而去 三天后大雷音寺的大殿里 五方接地回到了灵山 如来佛祖这个时候 也颇为诧异 连忙问道 五方接地 五本佛祖法旨 你们怎么从取经人身边回来了 迎头接地连忙拜下道 启禀我佛 我们几兄弟 最近遇到一些事情 颇为不解 不解决 恐怕佛心就完全膨溃了 如来佛祖一眼就透了迎头接地那残破的道心 郑重地问道 说来听听 启禀我佛 佛今有云 您曾在大雪山林就动正的大道 修成今身 从此不生不灭 刀兵难伤 可是 佛经中又说 您曾割肉喂鹰 那只鹰想来 就是金翅大鹏雕了 可是 它只有大罗金仙出气的修为 怎么可能顶得住 您血肉中的道鱼 恐怕一缕准圣圆满级别的道鱼 就把金翅大鹏 调给撑爆了 这是恐怕有假吧 或者 您真的是割得别人的肉喂鹰 那就犯杀戒了 这更不应该啊 大雷音寺的诸佛 被迎头接地的问话给惊呆了 未来佛米勒顿时 笑了起来 要不是此刻在大雷音寺 一定会来一句 迎头接地干得漂亮 如来听到这里 脸色彻底黑了下来 身后有佛光凝聚的金轮 随着他身上气息的波动 都差点崩碎 随即 悠悠地问道 迎头接地 谁教你问这个问题的 迎头接地郑重地说道 这是弟子和那曲金人论佛法 他研读佛经找到的 他问子弟 这都是佛经上记载的 肯定不会有问题 但是这个问题 我也不知道怎么和他解释 如来听到这里 脸色更黑了 心里怒骂道 阿米那个佛佛的 这个逆徒 在临山的时候 就喜欢钻牛脚尖 现在都转世识回了 还是喜欢钻牛脚尖 气死本佛祖了 无奈之下 只好柔和地说道 当年 本佛祖已经炼化出来 所有的大道法则和精气 才救活那只鹰的 好了你们没事的话 回到曲金人身边去吧 迎头接地听到 如来佛祖这么说 终于放下心来 残破的佛心也在修复 就在这时 迎头接地突然问道 佛祖 弟子也有疑问 锦纳罗菩萨 去南瞻布州传道 让佛门从此在南瞻布州扎根 这是多大的功界 为什么佛门 要把锦纳罗菩萨逼得堕落成魔 然灯古佛 听到迎头接地这么问 脸色立马凝重了起来 和如来对视了一眼后 严肃地问道 金头接地 此事你是从何处知道的 曲金人告诉我们的 金头接地说道 如来佛祖 心里叹息一声 未来的佛界 将会遭受一场劫难 这事还是先不要让他们知道吧 想到这里 如来佛祖一脸严肃地说道 我佛门怎么可能 如此对待一尊佛门菩萨 你们被那曲金人给骗了 五方接地 听到如来佛祖 这么说 五方接地 听到如来佛祖这么说 脸色惨白 佛心直接炸开了 大雷音似的灵山种佛 脸色顿时凝重起来 如来的一句话 这五方接地 佛心都炸了 这是怎么回事 金头接地这个时候 惨笑道 原来曲金人真的没有骗我们 这灵山上处处是妄言 就算修佛 修到菩萨境界 还是得被佛门牺牲掉 佛祖曾言 佛门当普度众生 可惜我们连自度都做不到 何谈普度众生 这一切皆是虚妄 曲金人说得不错 灵山无佛 只是一群修为强大的生灵罢了 这个时候 五方接地五兄弟的修为 已经跌落到真仙级佛兵 如来佛祖 直接打出一道佛光 暂时稳住了五方接地 即将崩溃的佛心 凝重地说道 五方接地 本佛祖说了 那是曲金人撒谎骗你们的 迎头接地惨然一笑道 佛祖 这是可是曲金人 对着天道发过似的 天道之言 显化在长安城 那曲金人屁是没有 佛祖 如今 我们是信天道的 还是信佛祖你说的 如来佛祖听到这脸 直接傻眼了 在心里破口大骂 阿弥那个佛佛的 这个冲尸逆徒 怎么把天道之言都照出来了 这还玩个屁 如来想到这里 佛光大圣 把五方接地的记忆 给抽了出来 最后 又拿出五枚菩提子 重聚五方接地的佛心 把他们的修为 重新恢复到太乙巅峰 这个时候 金头接地睁开双眼 看着自己 竟然在大雷音寺 连忙失礼道 启禀我佛 那曲金人 已经在长安住庙宇 我等兄弟 这就返回长安 五方接地匆忙离去 众多菩萨 罗汉看着他们 却是满眼的哀伤 最后 观音菩萨郑重地问道 世尊 可否告知 仅纳罗菩萨之事 这么一尊为佛门 立过大功的菩萨 怎么会堕落成魔 可否将此事的因果 告知众圣 如来佛祖 却是叹息一声道 此事太过重大 如今还不是公布的时机 众圣但请放心 西游大业完成之后 此事本佛祖会告知众生 言罢 如来就闭上了佛眼 这时 如来发现大雷音丝的菩萨 罗汉跑了一大半 暗自苦笑一声道 仅纳罗的事情 都被那个逆徒折腾出来了 如今 这灵山之上的诸佛 菩萨心乱了 队伍不好带来啊 灵山的一堆大能 离开了灵山范围后 开始封印自身 以免 如来听查三界发现自己 虽然还是没什么用处 最起码碰到熟人 不至于尴尬吧 一个星期之后 长安城里 多了两百多个和尚 之后这伙和尚 竟然都跑到三藏寺附近 唐三正在寺庙里做早课 接引佛祖装扮的和尚 走进了寺庙 见到唐三后 连忙势力道 贫僧接龙 自西方而来 路过贵寺 可否借助一晚 唐三定睛一看 顿时傻眼了 心里不停地吐槽道 这个老兔瓢 不是接引佛祖那老货吗 还真是不打狂语啊 侦探娘的 是从西方而来 于是连忙说道 那自然可以 不过 寺内只有小僧一人 大师需要暂住 只能自己打扫禅房了 接引佛祖连忙说道 无妨 如此已经是感激不尽 小师傅 可否问你一件事情吗 这座庙宇 为何要叫做三藏庙 唐三听到接引佛祖这么问 淡淡地说道 小僧有一个志向 要葬掉这三界的不公 小僧这辈子 活着这有一个目的 那就是公平 公平 还是他妈的公平 这话一戳 接引佛祖被雷得不轻 心里暗自叹息道 这世间哪来那么多公平 如果真有公平的话 你唐三藏 也不会被连续吃了八十了 上辈子 要不是你小子自爆了 恐怕还得被吃了 想到这里 接引佛祖缓缓说道 小师傅 这世间哪有绝对的公平 你还是太年轻了 就算是咱们的皇帝陛下 也不敢说 让唐国处处是公平吧 唐三摇了摇头说道 万事万物在于行 我相信终有一天 陈世间的坏人 不再作恶 我相信众生平等 不再是佛门的口号 而是真正能实现众生平等 我相信 天条终究会成长起来 演化成真正的法则 可以覆盖整片天地 让仙 神 佛 魔 妖 鬼等一切超凡脱俗的力量 都能受到制约 我相信 人界的生灵 都能一心向善 这一切总有一天会好起来的 接引佛祖听到这里 叹了一口气说道 小师傅 你的愿望很美好 这恐怕连传说中的玉皇大帝 和如来佛祖 恐怕都做不到吧 不少大能发现佛门的不少人 都乔装打扮 来到了取经人的三藏寺当中 都降下神石 关注起唐三 玉皇大帝听到唐三说 他希望完善天条 制约三界内一切超凡力量 心里叹道 本天地又如何不想呢 奈何 达到准圣后创造的小事件 就可以抵挡天条融入 除非本天地成圣 否则 这天条形同虚设 这个时候 唐三悠悠地说道 看起来很难 其实无非是责任心而已 如果这些仙佛 都从一点一地做起 做到这一切也简单 比如 小僧曾经看到过一本古书 上面说风神大劫之后 绝天地通 人界不显仙神之力 小僧 曾经也修炼成真仙 在执法天神的带领下去 灵霄宝殿时 发现那南天门的四大天王 都在摸鱼 仙神来往南天门 那几个家伙 睁只眼闭只眼 他娘的 压根不管是的 所谓的绝天地通 成为了一纸空闻 凡人养猪 是为了吃肉 天地大人 养着四大天王 他们就这模糊弄天地大人的 要知道 今天工作不努力 明天努力找工作 天地大人 就该直接宰了 那几个混蛋 换蛋活认真地来守南天门 这个时候 四大天王感觉到 冥冥中的恶意 稍微一算 就发现是下界的 取经人在折腾室 摩理清兄弟 差点没有被吓死 连忙向灵霄宝 殿方向扣手 陛下饶命啊 臣等陛下饶命啊 我等也没有办法 如今正值西游亮节 诸多先生 都需要配合佛门 完成西游亮节 我们真的没有摸鱼啊 就在此时 天空中四道惊围落下 直接把四大天王的 惊仙道裹劈出了一道裂痕 玉皇大帝的声音 出现在四人的心间 摩理清 你们这几个酒囊饭袋 就知道在我这摸鱼室吧 再敢在天庭胡弄工作 本地把你们全打下凡间 做妖怪去 唐三不知道 因为他的一席话 差点没有把天庭的 四大天王给吭死 这天以后 天庭的先生们 叫苦不迭 都发现摩理清 几兄弟 开始认真了 这个时候 接引佛祖 也是叹息了一声道 不及魁布 无以至千里 天庭的四大天王 的确没有认真守护天规 不过 光靠他们几个 也守不住天人两界的门户吧 唐三听到这脸 叹息一声道 天界广阔 拥有跨界天门的 除了天庭 还有佛界 小僧听闻西方灵山 也有一道天门 那个门户 由佛界的接引佛祖镇守 佛界的事情 就比较简单了 除了道场 在人间的佛门神圣 只要有一个罗汉 菩萨下界 直接宰了 接引佛祖那个狗东西 小僧敢打赌 只要这么敢 绝对不会有一个佛门中人 能走下灵山 唐三的话刚一说出来 接引佛祖的脸 直接掠了下来 怒声说道 灵山的事情很复杂 光靠接引佛祖一个人 也守不住吧 下来一个佛门中人 就问罪接引佛祖 是不是不太合适 唐三听到这脸 冷哼一声道 天规可是天道演化出来的法则 虽然现在演化的还不成熟 那也是天道意志的体现 你维护天道 连如来佛祖都不会说 接引佛祖做错了吧 除非 这接引佛祖想逊四王法 那真被宰了也不亏 这番话 直接让高天之上的 众多佛门众圣傻眼了 远在灵山的如来 敢知道这一切 心中破口大骂道 阿弥那个佛佛的 无佛门正值西游亮节期间 佛门众圣 皆在布局八十一难 现在金铲子这个老六 他竟然喊着让灵山封山 如果不是 正处在西游亮节期间 本佛祖非得一巴掌 拍死这个混蛋 本佛祖是造了什么孽了 才收了这么一个混账徒弟 就在接引佛祖准备发飙的时候 观音菩萨变化的苦行僧 从外边走了进来 接引佛祖看到观音菩萨进来了 才强行按下心中的佛火 唐三看到 连观音菩萨 都来到了自己的地盘 顿时无语了 然而还没等他说什么 观音就装模作样地说道 师弟 师兄见你久久未归 特来寻念 这位小师父 刚才你和我小师弟谈的天条 那都是天见那些大人物考虑的问题 用不着我们操心 我们佛门弟子 能参禅悟道 领悟佛门精义 才是正途 唐三看了看观音菩萨说道 也是 点点滴滴从自己做起 想要改变这世间的不公 首先自己也得足够强大 否则 铁定的出师位 洁身先死 常使英雄泪满精 想要改变三剑 必须拥有至强至圣的力量 否则一切皆是空谈 观音菩萨化形的和尚 听到这里 立马笑了起来 小师父 你可知修为达到何种境界 才可以威压三界 改天换地 唐三白眼一番 摇头说道 这个小僧也不知道 既然连天地和佛祖 都无法改变这三界规则 那修为 至少得比他们更强才可以 这位大师 小僧观你一幅慈悲之相 可否告知小僧 天地之间 可有比大天尊和佛祖 更强大的修行者吗 大师 你要知道的话 就告诉小僧吧 我们佛门可是不允许妄语的 观音菩萨听到唐三这么说 立马送了一声佛号道 小师父 平僧的确听到过 有过超越大天尊和佛祖的强者 传说中 天道之下有六尊圣人 他们与天道相合 万劫不魔 不死不灭 曾经有大人物说过 圣人之下皆楼矣 修为如果达到那种程度 的确可以改天换地 不过那等大能 已经超越三界 在天道的制约下 无法重回三界 别说三界早就没有圣位 就算真的成圣也无法停留在三界 到时候一切都没有意义 唐三听到这里顿时无语了 骂骂咧咧地说道 大师 按你的说法 这岂不是无解了 修为足够地管不了 管得了的修为又不够 这也太糟心了 接引佛祖看到唐三一 附作力不安的样子 心中也是暗爽 连忙说道 小家伙 现在你知道 那接引佛祖 无法挡住佛界的天门 是为什么了吧 不是不像 而是不能 唐三听到这里 冷哼一声道 天道之下必有一线生机 小僧相信一定会找到他 不过那种境界还是太难学 小僧还是先定个短期目标吧 比如先成个佛 观音菩萨听到这里 顿时无语了 连忙说道 小家伙 你可知什么是佛 虽然我们佛门人人皆想成佛 但是最终能成佛的又有几人 平僧可是听说我佛门的观音菩萨 可是历经无数劫难 更是欺佛之师 连他至今都未成佛 唐三听到这里 嘎嘎怪笑道 那是观音菩萨 就是一块朽木 自己的徒弟都成佛七个了 他自己却没有成佛 丢不丢人 小僧看过一些封神时期的古书 那观音之前 可是原始天尊的弟子 后来 叛教转头西方教 这圣人的传道因果 岂是那么好笑的 这位大师 你说对不 天尊对他那么好 他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 竟然叛教 他要是能成佛 才是苍天瞎了眼 观音菩萨这个时候 心里那叫一个妾啊 怒声道 小师父 你也是佛门中人 岂能诋毁佛门菩萨 是诋毁 我说的是事实 我们佛门中人 做错了事情不怕 要敢于承认错误 就如那观音菩萨 如果能诚恳地 向天尊认错 他 一定 他一定会有成佛的机会 毕竟一日为师 终生为父 就算自家的孩子 喜欢调皮捣蛋 离家出走 但观变云云众生 谁也不会害自己的孩子 观音菩萨这个时候 喃喃地说道 哎 回不去了 我们佛门的观音菩萨 他回不去了 看来 他这辈子 定定成不了佛了 唐三这个时候 诡异地一笑道 那也不一定 佛法来源于大道 既然灵山的佛位 和观音菩萨无缘 那就踏出一条真佛之路 满天的佛门大能 顿时无语了 阿玛道 这个取经人 真不要脸 区区凡人 竟然和观音尊者论佛 他哪有那么大脸的 观音菩萨这个时候 也颇为无奈地说道 小师父 佛就是佛 哪里还有真假之分 唐三悠悠地说道 菩萨 我对佛的理解更简单 世间无佛 唯我真佛 佛门的观音菩萨 修行慈悲道 然 看探到灵山的众多不公 却不敢去管 并且只能随着大事 随波逐流 他连自己的道都不坚定 如何能成佛 不是小僧说的 他就是假慈悲 终有一天也得遭捷 观音菩萨听到唐三这么说 脸色直接黑了下来 拉着接引佛祖 走出了三藏寺 就这样 这两个多月 几百个佛门神圣 都想从唐三嘴里 套出一点什么 结果毛都没唠叨 光音如梭 转眼间就到了 唐三藏的的十八岁生日 唐三看到城外 一大一小两的和尚 走进长安 随即冷哼一声 命运的车轮再次转动 闹唐三这一事 就是藏下这世间 不公的唐三藏 随即 一个人跨出了庙门 刚好遇到了 在民间私访的李世民 李世民连忙说道 大师 当年您让朕主持 修建的三清神殿 果然神异 保佑我大唐国泰民安 京城之内 再也没有出现过 要挟害人之事 就在这时 一大一小两的老和尚 出现在两人不远处 随即高喊道 卖家杀了 识或者分文不取 不识或者千金不卖 两位贵人 可想看看贫僧的夹杀 还没等李世民说些什么 唐三古怪地说道 当街叫卖 能有什么好货色 不要 别打扰贫僧的雅兴 老和尚的脸色 立马黑了下来 暗中施展法力 手中的锦蓝夹杀 腾空飞起 五色霞光 铺满天空 看得唐三都惊呆了 老和尚悠悠地说道 小师父 贫僧这夹杀 可是地摊货 唐三听到这脸 摇了摇头说道 东西是好东西 可惜贫僧还是不能买 贫僧浑身上下 摸不出来二两银子 买不起这玩意 老和尚顿时笑了起来 李世民看到这脸 就想要为唐三 买下这锦蓝夹杀 老和尚却摇了 摇头说道 陛下 这件夹杀 与陛下无缘 倒是和这位小师父 有几分缘分 唐三听到这脸 白眼一翻道 没钱 慢走 不送 哪知这老和尚缓缓说道 老僧刚才说过 如果有缘分文不取 如果法师有义 老僧可分文不取 唐三听到这脸 嘿嘿怪笑道 礼下愚人 必有所求 你送给贫僧这么重的礼 恐怕让贫僧办的事情 不太好办吧 所以 大师还是把这锦蓝夹杀 收回去吧 小僧要不起啊 观音菩萨心里破口大骂 该死的唐三葬 真不讲究 这他娘的细游谅结刚开始 送个夹杀都送不出去 这还怎么玩 要是两位圣佛知道 细游谅结没开始 就结束了 这还不一巴掌拍死我 观音菩萨想到这里 连忙献出了本相 飞到半空之中 高颂了一声佛号 阿唐三葬 如今东土大唐 充满贪嗔痴三毒 众生沉沦 你身为佛门弟子 可愿意前往西天 求取真经 解救众生脱离苦海 不愿意 唐三吐槽道 那拒绝的叫一个理直气壮 观音菩萨气的 差点没有跌落云头 连忙问道 为什么 连李世民都投过来 一道狐一的目光 按道这三葬大师 不该拒绝啊 今天怎么 如此反常 菩萨 大唐如今国泰民安 用不着什么真经啊 如今更是有三清神殿 守护长安 大概有十多年 都没有出现要挟了 更何况 凡间的规矩 请人干活的付钱 你这让平僧去一趟西天 准备给多少钱 价钱没谈拢 就问我愿不愿意 菩萨 这有点不妥吧 唐僧这番话 气得观音菩萨 差点沉不住气 直接一巴掌 拍死唐三藏 最后 身旁会按手中的锦蓝袈裟 和九环西藏 飞到了唐三藏的手上 观音菩萨悠悠地说道 三藏你是天定取经人 这是不容你拒绝 唐三藏一听 嘎嘎笑道 怎么说 这还赖上平僧了 不过就算如此 那又如何 好处不得够 平僧可以一天 直走无理路 等平僧老死 恐怕都到不了西天 除非菩萨 你把手里的玉境瓶 送给我防身 观音菩萨 脸色一黑道 不可能 况且 这瓶子可承在四海之水 不达金仙境界 也拿不动它 你还是别一想天开了 唐三听到这里 眼珠子一转道 既然如此 平僧也不多人所爱了 那破瓶子太沉 你自己留着吧 世人皆知 菩萨的玉境瓶里 有不少三光神水 可以生死人肉白骨 想要平僧去西天取经 先给平僧弄两桶三光神水防身 去西天这一路上 八成不太平 你要不给点保命的东西 平僧死也不去 观音菩萨听到 唐僧这话悠悠地说道 三光神水百年 才可以诞生一滴 自从这个玉境瓶 诞生到如今 全部的产量 也就半碗 唐三藏 本座最多给你三滴 况且 西行路上 本座还给你安排了三个徒弟 足以保护你的安全 唐三藏听到这里 眼睛都绿了 连忙说道 三滴太少了 最起码百地 要不然 这真经你们自己去取吧 不可能 最多五弟 就这样 唐三藏和观音菩萨 当众在街上开始杀起架来 李世民和周围的百姓们 看得目瞪口呆 就在这个时候 观音菩萨郑重地说道 三藏 你 三藏 你是天定的取经人 如今佛心不定 如果再推三阻四 引得佛祖降临 炼化你的心灵 照样可以取经 虽然那样 西方会损失一些功德 但也凑合着能用 唐三 听到这里 心里破口大骂 什么灵山圣殿 就他娘的 是一魔窟 算了 现在小爷 胳膊拧不过大腿 我人 随即 满脸堆笑地看向观音菩萨道 观音姐姐 为佛门取经义不容辞 咱肯定给佛祖办得妥妥的 不过 你答应送我的 十地三光神水也的兑现 要不然我一上路 就被妖怪给吃了 到时候 平僧最多去地府转世 佛门的真经取不成麻烦可就大了 观音菩萨听到朱爽这么说 心里叹息一声 西游路上那个妖怪 能冲破四只宫槽 五方接电 六丁六甲 一十八位护教 加兰的守护 这么强大的阵容 恐怕我佛门的十八罗汉 一起下界为妖 也得挨个大逼兜吧 然而 这些事情 却无法与唐三藏明说 观音菩萨手中浮现一个白玉瓶 飞向唐三藏 郑重地说道 三藏 准备一下西行吧 此去西天十万八千里 一路无尽艰辛 好自为之 随即 佛光一闪 就离开了长安城 周围百姓的脑海中 失去了观音菩萨 和唐僧砍架的记忆 只有李世民人亡 气韵护身 未受到影响 眨巴着眼睛问道 大师 你太勇了 竟然和观音菩萨砍架 最终还赢了 唐三听到这脸 叹了一口气道 赢个屁 平僧输了 观音那个臭娘们 威胁平僧 赶不去取经 就把平僧给恋化了 最后还得去 陛下呀 这个世间 从来都不是什么乙利夫人 乙利夫人倒是常态 李世民听到唐三这些话 瞬间明误了 郑重地说道 多谢大师的指点 世民懂了 如果大师不介意的话 我李世民愿意和大师 结拜为异性兄弟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唐三听到这脸 脸色顿时黑了下来 骂骂咧咧地说道 陛下 平僧未来注定成佛 文火无数元会 你这肉体凡胎 几十年后就要歇菜了 让平僧和你同日死 是不是不太妥当 李世民听到这里 一脸苦笑道 也是 大师 此事是世民考虑不周了 唐三看到李世民 那个可怜样 递给他的一个檀木盒子 叹了一声道 陛下 如果有一天你不想 干皇帝这差事了 就退位吧 然后 吞了盒子里的八转金丹 就可以白日飞升 上了天庭 就抱咱唐三藏的大名 好使 李世民听到唐三这么说 感慨地说道 大师 多谢了 大恩不言谢 以后有什么需要朕帮忙的 朕倾尽大唐之力 也帮大师完成 唐三听到这脸 连忙说道 不至于 要说帮忙 自己还真有一件事情 需要帮忙 陛下 平僧欲要前往西天抢金 奈何路上 还有几十个国家 横在中间 平僧需要陛下 给出具一份通关文碟 好让平僧能顺利西行 李世民听到这脸 连忙说道 大师放心 通关文碟 明天一早 就会送到三藏庙 当晚 一旅神念 出现在三藏庙之中 唐三看到这旅神念 叹息了一声 连忙倒了一杯茶道 大僧 西游亮节开启 你这一旅神念 终于可以在临世间了 这旅神念 随即演化成一位黑袍人 坐在了唐三对面 感慨地说道 三藏 没想到本座在临世间 竟然还有人能认出我 真是难得呀 不过 本座 还是有点奇怪 凭本座的手段 佛界诸佛 除了如来老儿 和燃灯上古佛 应该没人认识本座才对 你是如何得知本座的事情的 更何况 你如今只是凡人之身 又如何能发现 本座的神念降临 唐三听到这脸 叹息一声道 大僧 存在极合理 这一亮节 我为主角 有些手段也是正常 你我皆是那出水的鱼儿 生死不由己 平僧被那些虚伪的佛荡成 人肉金丹 吃了八识 要不是上一试 平僧觉醒 恐怕还是被吃的命 黑衣人这个时候 凝重地看向唐三藏道 三藏 你觉醒了 是啊 平僧觉醒了 可是那又如何 亮节之下 大势不可逆 黑衣人听到这里 愤怒地说道 狗屁的大势不可逆 只要足够强 就算是大势又如何 就算本座需要一手 托着亮节 也要宰了灵山 那些伪善的佛 唐三这个时候 叹息一声说道 大僧 您失态了 看来 您也推算到亮节了 不过天道大势 岂是那么好改变的 大僧您的一句话 说得很对 只要足够强什么 都可以改变 但是什么叫足够强呢 准圣巅峰 恐怕不够吧 这修为 最多趁着天道大势 占了灵山 抢了天庭 但是这都没有意义 准圣之上 魂缘如一 他们打不过 还跑不过吗 等到天道大势不在 就是一盘无法翻盘的死局 黑袍人听到这脸 脸色顿时暗淡了下来 缓缓说道 准圣巅峰之上的修炼路已断 本座好不容易等来机会 绝无可能放弃 三藏你既然知道本座的事情 就应当知道 当年阿修死的时候 本座和灵山之间 这么说 缓缓摇了摇头道 贫僧还没有那么迂腐 这一世贫僧不是金铲子 只是唐三藏 注定要葬下这三界所有的不公 只是 大僧走到这个地步 如此落幕 实在可惜 想要打破大势 必须再进一步 否则必死无疑 黑衣人听到这里 苦笑一声道 三藏 这谈何容易 本座已经感知到修行路的天花板 大道封天 再进一步 便是万丈深渊 这个时候 地藏王菩萨的身影 出现在禅房内 看着黑衣人道 天道之下 自有一线生机 小僧本来注定 在地狱蹉跎一生 如今 也走到了这一步 可见天无绝人之路 黑衣人看到地藏王之后 双眼爆发出异彩 好 果然 好 这是奸 果然天无绝人之路 在本座的推演之中 你地藏在数十年后 当泯灭于地府 没想到 竟然一招顿武 走到这一步了 地藏高颂一声佛号道 多亏金铲子点拨 并且付出了巨大代价 请动地狱的主人帮忙 平僧才有机会完善道果 吴天听到这里 转身看向唐三道 三藏 你竟然能改变定数 让这地藏王菩萨 脱节而出 真不简单 这次西游亮节 对你来说 是一场大纪元 恐怕你走到本座这一步 也只是时间问题了 如果和我们三人致力 就算是灵山的三世佛奇初 他们在下一个亮节 也休想杀回三界 唐三听到这里 反而摇了摇头 郑重地说道 大僧 灵山众佛对我们来说 从来都不是问题 但是 灵山那两位圣佛 必然在灵山之上留有手段 如果灵山上出现超纲的力量 怎么办 咱们恐怕会被瞬间全面 这种赔本买卖 咱们可不能干 相传在上古时期 人族曾有三皇 借助人族的无量器运 曾经冲击过圣经 但是天地之间 已经没有圣位 他们自然不可能成功 不过 根据人族那个时代 留下来的典籍记载 他们的法身 终是诞生了一缕圣道之光 大僧 你如今已经走到了 修行路的尽头 可曾诞生这种圣道之光 黑衣人听完 苦涩地摇了摇头说道 三藏 没可能的 人族三皇的事情 本座也曾听说过 他们能诞生圣道之光 乃是以全人族的信仰为基石 才最终成道的 人族可是天地之间的主角 磅礴的气韵 催生了女娲娘娘 和太清老子两尊圣人 这种修行法一断 没可能再现天地了 唐三听到这脸 摇了摇头说道 别人或许没有可能 但是 大僧你完全有可能 别忘了魔族的来练 当年的魔族 可是能与道祖斑手腕的存在 你如今继承了他的遗子 如果能明目己身 未尝不能不能更进一步 黑袍人这个时候 看向唐三的眼神更为凝重 缓缓说道 三藏 没想到 你连这个都知道 我现在都有点怀疑你 不仅仅觉醒了金蝉子的记忆 你的身上 必然隐藏着大秘密 唐三听到这脸 蛮悠悠地说道 大僧 这你是多想了 你作为下一个亮节的主角 欲要推平灵山 占领三界 这需要的道运和修为 正常情况下 几乎不可能完成 就算你只有33年的道运 也必然得有志强底蕴傍身 而这种底蕴 魔界只有一份 那就是魔祖一则 如今 你的一缕神念 就敢降临三界 就足以说明所有问题了 黑衣人听到这脸 顿时沉默了下来 最后郑重地说道 三藏 既然我们是同路人 来帮本座吧 未来灵山圣境 我们平起平坐 唐三这个时候 反而摇了摇头说道 我们都还在别人的棋盘里 生死不由己 现在结盟 没有任何意义 等到大僧 你再超脱半步 平僧的修为 也达到此事的巅峰 那个时候 一切都好说 黑衣人听到这脸 向唐三点了点头 没有再多说什么 法身化成 一道青烟消散 地藏王菩萨 也向唐三点了点头 就离开了三藏寺 唐三这个时候 叹息一声道 没有跳出棋盘的实力 诸般谋划 皆是一场空 希望那位大僧 能够再次超脱半步 否则在天道之下 终究会化为飞灰 唐三说完 手中出现一枚盘桃 开始炼化里面的 先天惊气 过去了九年 朱爽靠这颗盘桃的 先天惊气 肉身之力 早就达到了真仙巅峰 朱爽看着自己这具肉身 叹了一口气 肉身成圣 看来真没有那么容易 杨姐那个三眼仔 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第二天一早 李世民早早地 就来到了三藏庙前 唐三感知到李世民 到来之后 走出了庙门 来到李世民的面前道 多谢陛下 没想到 您还亲自来给我送行 李世民郑重地 递过来一份通关文碟 唐三接过来一看 上面一行字 悦然纸上 三藏法师 是我大唐皇帝 李世民的兄弟 立刻放行 而等要是不让朕的兄弟过去 朕就带着大唐的将士过去 唐三看到这么清新脱俗的 通关文碟 感慨一声道 陛下 您的这份通关文碟 还真是质朴啊 李世民尴尬地笑了笑 再次说道 三藏大师 取经的事情 朕帮不上忙 能做的只有这些了 随即 再次递过来一个紫禁波说道 大师 这个紫禁波也不值钱 但上马 路上用着也方便点 然后 李世民又试一试卫 牵过来一匹白马 对着唐三说道 大师 此去西天路途遥远 这匹白马在路上 也可以做个角力 唐三叹了一口气说道 多谢陛下 随即骑着马 就踏上西行之路 看得唐皇李世民 目瞪口呆 难难地说道 兄弟 朕给你准备的护卫 还没带上呢 然而 此刻的唐僧 早就骑着马跑远了 逐渐消失在天尽头 半个月后 唐三看着口吐白莫的白马 叹了一口气道 老白啊 你这也不扛骑啊 才半个月 你这就要歇菜了 白马如果有灵质 肯定会破口大骂 你这个混蛋 自从跟了你唐三葬 你失业不停啊 一天就只休息两个时辰 剩余的时间 你都是在骑着本大爷狂奔 你这么着急 是急着上西天投胎啊 唐三这个时候 叹了一口气说道 算了 你这畜生驮了平僧一路 平僧救救你一命 随即取出一粒八转金丹 塞到白马嘴里 太上老君的九转金丹 一粒就可以让凡人 直接成就金仙果位 这八转金丹 虽然没有九转金丹那么强 但是 让一个凡进生灵 直接成就玄仙 还是没有问题的 一颗八转金丹下肚 这匹半死不活的白马力 马站了起来 很快身上的威压越来越强 转瞬间就达到了 玄仙巅峰境界 四提下闪 陷道道雷光 随即 这匹白马开口了 谢谢主人 要不是您慈悲 恐怕这回 小白就死定了 唐三这个时候 惊呆了 连忙说道 老君 果然 老君 果然厉害 传说果然为真 一粒八转金丹 就让小白突破到了 玄仙巅峰 唐三骑着小白 再次向西尔去 此刻 双插领的一座洞府内 银将军正在和两位 结拜兄弟喝酒 他哀声叹气地说道 观音那个老娘们 真不是个好人啊 咱们几兄弟 与世无争 修成天仙容易吗 结果 观音那个老娘们 直接就把咱们三个 就从北巨卢州 抓到这东圣神州 要咱们吓唬他们 佛门的取经人 这他娘的 明显是在唱双簧 本王在北巨卢州的 妖怪圈子里 就知道 佛门放出丰盛 吃了唐僧肉 可以长生不老 他大爷的 咱再就在 八百年前就成仙了 如今更是天仙 寿远百万年以上 就算不是长生不老 也差不多了 本王不稀罕那一口肉 雄山君叹了一口气说道 自从远古妖亭 落幕以后 咱们妖族的日子啊 过得那是一天不如一天 观音那娘们太强了 身后还有人 咱们兄弟不认怂不行啊 我敢打赌 当年咱老熊 只要晚答应他 一盏茶的时间 我这双雄掌 八成就保不住了 说多了都是累啊 不知道那东土的唐三藏 啥时候能来双叉岭 等他来了 咱们多少胡弄一下 结束得了 赶紧回北聚如州 逍遥自在去 就在这时 洞府外的小妖 走进来喊道 三位大王 东边的官道上 来了一个和尚 骑着一匹大白马 看着 像是几位大王说的 那个唐朝和尚 银将军听到这里 脸上顿时一喜 连忙说道 两位兄弟 暂且在洞府等候 带大哥去吓唬那和尚一番 把任务胡弄过去 咱们就回北聚如州 银将军 显化出原身 一路小跑 来到官道之上 对着唐三 就是一声唬笑 然后猛地扑了上去 然而 唐三飞 但没有被吓着 还一脸期待的表情 就在这时 飞坡上的银将军 被唐三脚下的白马 一脚给踢晕了过去 唐三翻身下马 骂骂咧咧地说道 哪来的大猫 竟然敢跟平僧姿雅 随即 就拉着这只 昏死过去的大老虎 向一旁的山泉走去 不到一刻钟 唐三就把银将军的肉身 放上了烧烤架 一道天仙级的妖魂 被唐三一 把拉出了肉身 扔在了身后的乱世堆上 就在唐三把老虎肉 烤熟的时候 一个白胡子老头 从天而降 落在了唐僧身旁 唐三一看 顿时乐了 连忙喊道 这不是天庭的太白金星吗 自从上次和执法天神上天庭后 一眨眼 已经过去九年了 真是时光如流水啊 金星 相见就是有缘 今天我唐三脏 请你吃烤肉 随即 一刀窃下一块老虎大腿 丢给太白金星 自己也窃了一条虎大腿 自顾自吃了起来 太白金星看到这一幕 顿时傻眼了 心里难难道 这一难 不是佛门分 对我太白的功德吗 怎么慢了一步 就被这取经人自己解决了 现在留给自己的 就剩一条虎大腿 咱太白贿赂 那观音五千斤丹 才得来的这个机会 这把亏惨了 太白金星含着眼泪 坐在唐三的对面 黄炫虎大腿 恨不得得吃回本 两人差不多 啃光了大老虎的时候 银将军 浑浑噩噩噩的 妖魂醒了过来 刚醒过来 就看到唐僧和太白金星 再啃自己的肉身 他的妖魂 差点没有气地崩碎掉 最后 他实在受不了了 是可杀不可辱 那个白胡子老头 竟然当着自己的面 啃自己的虎鞭 神可忍虎不可忍 银将军的妖魂 一声咆哮 那白胡子老头 你他娘的 还能要点脸不 你当着我老银的面 狂啃我的虎鞭 你他娘的 欺虎太甚 太白这个时候 顿时尴尬起来 这郑主醒了 看到自己还在啃他的虎鞭 这他娘的 要是传出去 好说不好听啊 随即 赶紧从怀里 拿出一壶鲜酒 丢给银将军的妖魂抵寨 然后 驾云就飞上了高天 银将军这个时候 看向唐三 刚想要说些什么 唐三反而冷笑道 怎么 你这只大虫 还想让贫僧陪你的肉身 可是 银将军听到这里 妖魂愤愤愤不平地说道 观音那个娘们说 大师您是个凡人 让小妖来你的西行路上 帮个小忙 她告诉我们兄弟 就是来凑一难 还有功德呢 小妖也是受佛门指引而来的 大师 咱们是一伙的 小妖就是想吓吓你而已 结果竟然被您的座气 给踢晕了过去 这也太离谱了 这也就算了 你们竟然把小妖的肉身给烤了 连小妖的虎鞭都给啃了 你们如此羞辱我 还不如杀了我 是太白惊心啃的 少贪娘的污蔑贫僧 银将军看着唐三说道 反正 你们佛门都不是好人 我被那观音骗得好惨啊 如果本王允命 也就算了 如果能活下去 一定回到北居卢州 强闯白虎老祖的九道天关 等本王出关之日 非得墙上那观音一百遍 报了今日虎边被啃之仇 唐三听到这脸 脸色顿时古怪起来 手中出现一颗八转金丹 直接丢给了银将军 郑重地说道 小老虎 你说得对 虎边被啃之仇 不供戴天 贫僧这辈子最讲究的就是 公平 公平 还是他妈的公平 这颗八转金丹 可以帮你重塑妖先体 并且可以助你登上玄仙之境 正所谓 因果之下报应不爽 既然观音那个骗子 害得你虎边被啃 那他未来被你的虎边鞭策 也是因果报应 加油 小老虎 贫僧看好你 赢将军的妖魂这个时候 扑腾跪在了地上 喃喃地说道 大师 您真是大大的好人啊 此时 南海落加山 观音菩萨感受到了一股深深的恶意 让他冷不丁地打了个冷战 观音菩萨瞬间慌了 自己可是大罗精先巅峰的强者 这 恐怕是 这 恐怕是有人 在惦记本菩萨啊 胆子也太大了 随即 开始推演起天机 奈何 正处在西游亮节期间 天机压根就没办法推演 此刻 唐三看着银将军 带着两个兄弟 向北方飞去 一道功德金光 从高天之上落下 隐藏在半空中的太白金星 那叫一个气啊 这叫什么事情 这么大一 团功德金光 就这样落在唐三的身上 差点没有让老太白 吐出一口老血 随后 这会晃晃悠悠地向天庭飞去 双叉领上 功德金光 融入唐僧的身体后 他的修为 就要破开真仙境界 进入天仙境界 最后他催动道果 强行把功德金光 融入肉身之中 碰 唐三的肉身 在功德金光的加持下 进入了天仙境界 随即 唐三骑着白马 继续向溪而去 没有几天的时间 唐僧就遇到了一座山 唐三催动白马 刚到山道上 就冲出来一只猛虎 唐三看到这里 嘴巴立马流出了口水 正准备一巴掌 把这只大猫拍死 不远处 一个猎人出现 一箭就把这只老虎给射死了 猎人这个时候走了过来 郑重地说道 长老 怎么一个人来到这两界山深处 再往前 就出了大唐的地界了 何况这山中虎豹豺狼可不少 你这一个人上路 路上可不太安全啊 哎 老丈 你有所不知啊 观音那个臭娘们 逼我去西天取经 说多了都是累啊 老猎虎听到唐三这么说 浑身冷汗直冒 心里暗骂道 听听 这唐三藏 说的是人话吗 这种大纪元 竟然是被逼着来的 他还要点逼脸不 就在这时 唐三的声音再次响起 老丈贵姓 怎么在这两界山之中生活 咱姓陈 明博清 世代生活在两界山作猎户 大师 幸亏 你今天运气好 要不就要歇菜了 唐三听到这脸 顿时无语了 这三岩仔 都干上执法天神了 还这么能装啊 看贫僧非戳暴你的肺管子不可 那个刘老汉 你们老刘家 在几百年前 可是出过一位大人物啊 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刘伯清听到唐三这么说 茫然地摇了摇头 唐三叹道 几百年前的中土大地 有一个村子叫刘家村 村子里有一个叫刘彦昌的大帅哥 喜欢上了一个叫三圣母的仙女 仙子怎么可能喜欢上凡人呢 没想到这个刘彦昌 最后竟然真的把这个仙女给追到手了 最后三圣母 还给他生了的大胖小子 听说叫陈湘 这个刘彦昌一介凡人 竟然能追上仙女 可真是我被楷模啊 也是你们老刘家的荣耀 刘伯清听到这脸 彻底坐不住了 气得直接献出了 云身怒吼道 那个姓刘的 就是个超级大混蛋 要不是看在我妹妹的面子上 我就算追到地府 也得活劈了他 唐三顿时惊呼道 这不是执法天神杨俭吗 你怎么也下接来了 杨俭翻着白眼说道 还不是为了帮佛门圆满你的结束 三藏大师 你是不是认出我来了 你当着本天神的面 接我们家的伤疤 真的合适吗 唐三法儿郑重地说道 执法天神 平僧就是重提 自然是有用意的 当年你妹妹 乃是今仙境界的仙女 怎么可能会对一个凡夫俗子动情 凡人的生命 譬如昭露 数十年 光阴眨眼就会结束 你这么多年 就没有怀疑过吗 何况 那刘燕昌一劫凡人 又如何能承受仙女的契机和道运 一旦结合 恐怕那刘燕昌 眨眼就会化为飞灰 杨俭听到这里 脸色立马冷了下来 大师 你是否知道内情 唐三藏这个时候 郑重地说道 平僧是基于天地法则之下的推断罢了 你妹妹可是金县 更是玉皇大帝的外甥女 敢欺负她 就是在打你舅舅的脸面 我们用排除法 已经排除了 那刘燕昌是凡人的可能性 在这三界之中 有哪方势力不惧天庭的威严 杨俭听到唐三这么问 脸色阴沉地说道 佛门 可是 也不对啊 佛门乃是一群和尚 都清心寡欲的 何况我妹妹 还是金仙修为 能算计她的 至少得太乙金仙以上 唐三 冷笑一声道 杨俭 你还是低估了诸佛的无耻 你仔细想想 临山上太乙金仙以上 有没有静女色的和尚 贫僧不信你想不到 杨俭听到这里 立马思索起来 最后脸色铁青 怒吼道 天道在上 欢喜佛欺辱我妹妹 简直欺人太甚 我杨俭再次发誓 一定宰了欢喜佛 为我妹妹报仇 在这种大喜大悲之下 杨俭的大罗 惊仙巅巅峰的瓶颈 直接崩碎 一步踏进准圣境界 天空中惊雷滚滚 准圣集雷结自高天之上落下 这个时候 玉皇大帝忽然感觉到 人间爆发出准圣的气息 一道念头 直接降临在两界山 肉身成圣的杨俭 一拳就把准圣集神雷给轰碎 看得刚到两界山的玉皇大帝 感慨不已 自己这个外甥 终于踏出这一步了 看来有些事情 是该给他一个说法了 两个时辰后 最后一道准圣集雷 法给击碎 看得唐三脸色抽搐 不愧是肉身成圣的存在 果然够强 就这么一路 把准圣集天法给劈了得干净 杨俭这个时候 飞下高天 看到玉皇大帝的身影 不满地说道 陛下 你早就知道 这一切对吧 玉皇大帝叹息一声道 杨俭 你就这么不愿意 叫本帝一声舅舅 杨俭冷哼一声道 舅舅 陛下你要是知道 我是你外甥 那你就应该知道 你外甥女的事情 这种事情 你也不管 你现在让我叫你舅舅 你怎么说得出口的 杨俭边说边流眼泪 玉皇大帝本想发火 看到杨俭的样子 却是叹了一口气道 杨俭 天界很复杂 关于杨禅的事情 舅舅岂能不知 但是 有些事情 不是不像 而是不能 唐三这个时候 看着天庭的两个大佬 要吵起来 连忙说道 执法天神 可愿意 执法天神 可愿意听平僧一言 你舅舅明面上 贵为三界之尊 但是终究还做不到 力压三界 王母的先天灵根盘 桃树归天庭所有 但是每隔一段时间 就要举办盘桃会 你可曾想过为什么 那一大堆人 分明是来天庭挂地皮 但是王母和陛下忍下了 陛下的妹妹妖姬 同样被人算计 甚至连七个女儿 都有被欺负的 要说仇怨 陛下恐怕比你大多了 如果可以的话 陛下恐怕直接就把 灵山那群 兔票给宰了 玉皇大帝听到这里 苦笑一声道 秦缠子 你还是一点面子 都不给朕留 三界之内 敢当着朕的面这么说的 只有你唐三藏了 杨俭听到这里 顿时也沉默了 最后看着玉皇大帝 正重地说道 舅舅 这是为什么 难道 凭你三界至尊的地位 还不能讨回一个说法 玉皇大帝听到这里 自嘲道 在你的眼里 舅舅修为 已经达到准圣巅峰 又执掌天庭威压三界 没有什么是舅舅做不到的 杨俭 你错了 当年子孝公听到的 三千红尘客 活到现在的九成九 都是准圣巅峰 舅舅能管得了谁 至于最强的势力佛门 在西方那两位的扶持之下 三世佛皆为准圣巅峰 你知道封神大劫时候的孔宣吧 那可是圣人之下第一人 也被录到佛门 做了孔雀大名王菩萨 虽然世人对他的修为 有点夸大 但是 他的修为 绝对不比朕差上多少 杨俭听到这里 脸色也凝重起来 难难地说道 难道我们天庭遇到佛门诸佛 就一直得装孙子不差 有着他们欺负不还手 那还不如战死得好 何况外甥不认为 我们天庭的实力比灵山弱 唐三这个时候插话道 执法天神 这个你应该知道 天庭内部结教 铲教 妖族 还有天地大人 一脉的仙神 精卫分明 如果 天庭几方势力统一 甚至比灵山更强 但是可能吗 杨俭这个时候 反而沉默了下来 最后苦笑道 大师 你可是佛门中人 怎么今天费 这么大力 弃住我一臂之力 唐三听到这脸 顿时翻了个白眼说道 平僧虽然是和尚 但不是灵山的和尚 平僧追求得到 乃是公平 公平 还是他妈的公平 定光欢喜佛 欺负三圣母 在平僧眼里 就是不公平 杨俭听到这里 向唐僧深深的一拜道 多谢三藏大师 不过杨俭可能 还不了你的恩情了 就算灵山是龙坛虎穴 又如何 我杨俭那怕豁出命 也要斩了那定光欢喜佛 为我妹妹报仇 玉皇大帝听到这里 厉变了脸色 宁重地说道 杨俭你决定了 可否再等等 最多不过千年 舅舅有把握 把灵山彻底收拾了 杨俭这个时候 苦笑一声说道 舅舅 您忍常人所不能忍 一定在准备着什么 可是 我想说的是 佛门的实力 可能膨胀得更快 这场西游亮节后 佛门的实力 又要庞大不少 我等不了了 哪怕血剑灵山 也要灭了定光欢喜佛 玉皇大帝听到这里 也不再劝了 直接把天庭的浩天剑 召唤了过来 递给了杨俭 最后说道 这柄浩天剑 有阵的一丝念头 关键时刻 可以爆发出准圣巅峰的异计 如果如来出手 可以保你一命 但是 那定光欢喜佛 需要你自己去面对 杨俭听到这里 驾云向西方而去 玉皇大帝这个时候 看向唐三不满地说道 秦缠子 你点画杨俭成 就准圣果位 本帝谢谢你 但是 也让杨俭陷入危险之中 你还没有成长到巅峰 现在出手早了点吧 唐三却是颇为轻松地说道 陛下 那光定欢喜佛是谁 那可是当年结教的那只死兔子 他当年辜负的通天教主的信任 盗走六魂帆 才导致风神亮结结教惨败 虽然 天庭结教一脉的仙神 平常不怎么听从你的天地令 但是要是对付光定欢喜佛 他们绝对和你站在一条战线上 玉皇大帝听到这里 眼前顿时一亮道 要是这样 加上本帝和王母 足以保下杨俭小子 唐三听到这里 顿时无语了 怪笑道 天地大人 这次去佛门报仇的 可是杨俭 那可是玉顶真人的得意弟子 如果 灵山那群老家伙 敢以多欺少 禅教的那群二代弟子 会是什么反应 恐怕得一拥而上 扒了如来的皮 玉帝听到这里 立马也笑了出来 是啊 看来杨俭的事情稳了 只要他自己能斩了那个光定佛祖 就算如来 也只能干看着 随即 玉皇大帝的这道神念分身 就要去灵山赶去 唐三这个时候 顿时急眼了 那个陛下 都说吃水不忘挖井人 看热闹不带平僧 真的合适吗 高天之上的玉皇大帝 分身顿时无语了 挥挥手戴上唐三 就向灵山而去 此刻 灵山山外 杨俭破口大骂 光定欢喜佛 你这个狗东西 给本座死出来 竟敢算计本座的妹妹 今天你就算有九条命 我也得把你给宰了 如来佛祖听到杨俭的咆哮 顿时明白了怎么回事 看向定光欢喜佛道 定光佛祖 你自己的结下的因果 自己去处理吧 正在杨俭怒骂的时候 定光欢喜佛 出现在灵山之外 淡定地说道 杨俭 区区刚晋升到准圣境界 就赶来灵山找麻烦 你是嫌命长吗 看在陈香的面子上 今天本佛祖不跟你计较 赶紧给本佛祖离开灵山 否则 本佛祖的怒火 不是你能承受得起的 杨俭听到 光定欢喜佛这个音僧 竟然还敢踢陈香 三尖两刃枪 直接朝着光定 欢喜佛劈了过去 定光欢喜佛这个时候 冷笑一声 拿出一幅画 就挡住了杨俭的神枪 然后 淡定地说道 杨俭 本佛祖以准圣中期的道果 祭练一座欢喜世界 融入此途中 你 没可能 你 没可能打破本佛祖的欢喜世界 定光欢喜佛的世界屠戮 无限放大 直接把杨俭给吞并了进去 杨俭 你就在本佛祖的欢喜世界中 享受吧 等什么你的真灵蒙妹 修为跌落准圣一下 本佛祖就放你出来 杨俭怒吼一声 无耻 你一个佛门佛祖 竟然祭练一片欢喜世界 你这个银僧 到底害了多少人 本作身为执法天神 今日 就替三界众生 铲除了你这个银僧 随即 杨俭的肉身的道果 开始和圣魂交融 一股准圣中期的气息 浮现而出 没等光定 欢喜佛反应过来 杨俭的三尖两刃枪 就刺破了欢喜世界 一股毁灭的气息 直接冲进光定 欢喜佛的体内 一把三尖两刃刀 直接把他给捅了个对穿 欢喜佛 看着自己胸前的三尖两刃刀 充满了不可思议 最后 佛驱在杨俭愤怒的怒火中 直接震碎 变成了漫天邪雨 杨俭正欲向前 炼化定光欢喜佛的佛魂 临山之上 飞出一个巨掌 直接把杨俭拍了过去 紧接着如来佛祖的声音传来 好胆 竟然敢迫害 我佛门的佛祖 留你不得 然而 杨俭身上的浩天剑 开始爆发出无亮光 直接斩碎了 如来佛祖的大手印 一道冷亨自天庭传来 如来 此事你佛门过分了 你们佛门的光定欢喜佛 不对 是定光欢喜佛欺负朕的侄女 朕没有宰了这光定佛祖 已经给够你们临山面子了 如今 杨俭修为有成 要为妹妹复仇 你还敢跳出来下狠手 真当本地的浩天剑不立佛 临山的如来佛祖 看到玉帝的表态 神色难看 先是出手 暂时恢复了定光欢喜佛的肉身 然后郑重地说道 欢喜佛修炼欢喜道 一句话身 与那阳禅情投意合 这乃是天作之合 天地陛下 你作为阳禅的舅舅 应该祝福才是 可恨的是这阳俭 不知道内情 就杀上灵山 又灭了我佛门的佛祖 本佛祖也只能替天地大人 替天行道了 这个时候 财神赵公明怒声道 多宝 以前你只是叛教 现在又学会了不要脸 师尊要是知道 你成现在这个样子 八成的一巴掌把你拍死 省得丢我们结教的人 如来这个时候 神色数次变幻 最后郑重地说道 赵公明 如今早就没有了结教多宝 只有如来佛祖 必消这个时候 冷哼一声道 多宝你的事情 自有师尊处置 但是今天 你必须把定光仙 这个叛徒交出来 否则啊 别怪我们今日杀上灵山 多宝这个时候 叹息一声道 世间早已经没有了 长耳定光仙 如今只有定光欢喜佛 杨俭这个时候 冷笑一声道 那好啊 这个喜欢光定的佛祖 欺负我妹妹 把这个死兔子交出来 如来佛祖这个时候 眼中寒光一闪 冷声道 本佛祖 已经将此事讲得很明白 杨俭 你不要再 我灵山无理取闹 我佛妹也不是那么好欺负的 这里可是两位圣佛 传下来的灵山圣境 真当我佛门怕是不成 场面顿时僵持了下来 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声音传来 佛祖 咱们佛门后台这么硬的吗 欺负仙女 都没事 这可太好了 回去贫僧就去几方媳妇 想想就激动啊 如来佛祖看到唐三 竟然来到了灵山之外 还骑着一头 悬仙境界的天马 脸色顿时一黑 怒声道 三藏 你不娶你的金来灵山淡吗 唐三颇为委屈地说道 这不是来西天取经吗 平僧骑着小白 飞了好几天 才来到灵山 你赶紧把金书给我 我这就回东土传教去 如来听到这里 直接无语了 陈生说道 这不合规矩 你必须一步步走到灵山 才能娶到真经 回去吧 本佛祖在灵山圣境等着你 唐三听到这里 脸色古怪无比 指着定光欢喜佛说道 就这个佛喜欢光定 不对 是定光欢喜佛 他一尊佛陀强强仙女 就讲规矩了 这个死变态 简直丢我们佛门的脸 要知道 那阳锦的师祖 可是原始天尊 舅舅是三界之主 玉皇大帝 刚才平僧也听到了 这个光定佛祖 还得罪了通天教主的结教 佛祖 这种灾心 你都敢保 你就不怕出事 还是说 咱们佛门强大道 可以扛住两位天尊和天庭的压力 要是那样的话 咱们佛门 直接把东圣神舟占了得了 还让平僧辛辛苦苦 来西天取个老十字的金啊 唐三这话 让如来佛祖 直接打了个寒战 连忙喝道 闭嘴 你还是回去取经吧 灵山上的事情 不用你来操心 随即 如来佛祖手中 飞出一道悬光 把唐三送回了两界山 这个时候 南极仙翁和云中子连妹而来 出现在灵山外边 广城子也带着一众师兄弟 出现在杨俭的身前 广城子看着杨俭说道 师侄 不用担心 今天师伯替你做主 随即拿出三宝玉如意 冷眼看着如来佛祖道 多宝 今天本尊只给你两个选择 要不 把那只不要脸的死兔子交出来 要不我们今天灭了灵山 不要想着 圣人会帮忙 你们得罪的人太多了 你们今天就自求多福吧 如来这个时候彻底傻眼了 心里是一阵哀嚎 阿弥那个陀佛的 这还玩个屁啊 为了这只死兔子 天庭 铲教 结教 三方势力都杀向灵山 本佛祖扛不住啊 听广城子的意思 这回连两尊圣佛都被挡住了 那原始天尊 可真护短啊 把佛们的后路都给断了 本佛祖虽然有圣人赐下的佛宝九品金莲 可是早就被闻到人那个混蛋 给搞残缺了 八成顶不住原始天尊的三宝玉如意 如来这个时候 恨不得亲自宰了定光欢喜佛 现在倒好 如果把他交出 如何向两位圣佛交代 如果不交人 这群狠人真的发狠 恐怕灵山圣经都得给打崩了 正当 如来佛祖 正当如来佛祖脑袋疼的时候 脑海中出现一道声音 如来 把定光欢喜佛 驱逐出灵山 他太能惹事了 一件事情得罪了三方势力 死有余辜 如来佛祖听到这道声音后 反而有点迟疑道 圣人在上 定光好歹 也是准圣中期的强者 在佛门也算是巅峰高手了 如此放弃 岂不是可惜 如果两位圣人出手 或许可以保定光一命 脑海中的声音 叹息一声道 晚了 原始天尊和太清老子两兄弟 已经来到须弥山 无等已经帮不到你们了 强行为之 灵山立马 就会遭受一场大灾难 定光保不住了 放弃吧 如来听到这里叹了一口气 看向一旁的定光欢喜佛说道 定光 眼前的情况 也看到了 我佛们也保不住你了 你去和杨检大战一场吧 生死犹天 如来随即看向玉皇大帝 赵公明和广城子一众人说道 即位 向如来佛族点了点头 杨检看到这一幕 提着三尖两刃枪 就向定光欢喜佛杀了过去 此刻 杨检行神和 一族以堪敌准圣中期 威压甚至强过准圣中期的定光欢喜佛 这光定佛族 在这一刻终于有点后悔了 连忙说道 大舅哥 我错了 你就饶我一命吧 杨检听到这句大舅哥 浑身透体 而出一股准圣级神火 直接困住了定光欢喜佛 庞佛要把他给烧成渣 定光欢喜佛祭出残破的欢喜世界 又要挡住杨检的准圣级神火 然而 这个时候 杨检的三尖两刃枪 直接斩在了定光欢喜佛的欢喜世界上 如来佛祖看到这一幕 叹息了一声道 定光没机会了 佛祖精神被斩碎后 还没有恢复 欢喜世界也不再圆满 他最多在坚持一刻钟的时间 就顶不住暴怒的杨检了 果然 一刻钟之后 定光欢喜佛的欢喜世界 被杨检崩碎 三尖两刃枪 再次统进了定光欢喜佛的佛区之上 这次 神枪直接定死了定光的准圣道果 最终 这定光欢喜佛的准圣道果 直接崩碎 碎片被三尖两刃枪吸收 三界的天空阴云密布 诸多大能都感知到 有准圣境界的强者陨落了 纷纷看向西方灵山 如来佛祖感知到这一幕后 脸色阴沉 转身返回灵山 万佛大震升起 连准圣境界的强者 也看不透灵山的内部 这个时候 杨俭看着现出本体的定光欢喜佛怒骂道 你这个狗东西 当年欺负我妹妹的时候 就该想到 会有这个结局 然而 不远处的孝天犬 却不乐意了 赶忙插话道 主人 他可没资格成为狗东西 这个喜欢光定的佛祖 分明连狗都不如 诸神看着孝天犬 在一旁耍宝 脸上 也是猛地抽搐一下 广城子连忙向杨俭说道 失职 此地诸事一必 我们就先回去了 天庭玉皇大帝这个时候 也带着天庭众仙 又要返回天庭 赵公明这个时候跳出来说道 那个 执法天神 我们和这只死兔子仇身四海 今天大事之下 只能由你宰了他 不过 能不能分我们结交一条兔子腿 本座 不啃了他 这口气 实在是消不了 随即 赵公明的手中 出现一枚金元宝 郑重地说道 我愿意 拿这个准圣级禁器 和你换 杨俭古怪地看着赵公明 感慨地说道 财神 看到你这个样子 让咱想起了一个美食家 那烤肉 真让人流连忘返 我隔着半座山 就闻着胃了 要不咱们带着这只死兔子 去找他搓一顿吧 杨俭这个时候 看着玉皇大帝尴尬地说道 那个 舅舅 可否用号天剑 遮挡一下天机 咱们这么一大堆 仙神冲过去 恐怕三姐都知道了 玉皇大帝看着自己的外甥 那是真懂事啊 拿着这只死兔子 拉近结交一脉的关系 这活干得漂亮 两界山 杨俭的小院里 从玄仙巅峰 直接一路跌进 最后 变成了一匹繁马 觉醒的真灵再次蒙沉 唐三看到这一幕 脸色直接黑了下来 对着西天的方向破口大骂 如来 平僧到西天 你压得不给 真惊不说 还把本座的仙马 弄成了废物 你他娘的 给平僧等着 不是不报时候 未到 平僧发誓 这回一定要去 西天杀佛祖 抢观音 玉皇大帝刚显化在杨俭的小院 就听到唐三如此逆天的言论 连忙给他竖起一个大拇指 严肃地说道 本帝到时候 会帮你挡住佛门的外援 三藏加油 本天帝看好你 唐三眨扒了一下自己的眼睛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 喃喃地说道 陛下 您这是啥情况 把天庭搬到人间了 杨俭看着唐三说道 三藏大师想啥呢 这不是托您的福 杨俭今天逮了一只兔子 想请你给收拾收拾 前几天那只老虎我都没吃上 唐三听到这里 顿事无语了 古怪地说道 执法天神 就为了吃一顿烤肉 半个天庭的正神都下界了 这他娘的 是什么骚操作 杨俭古怪地一笑 体内世界 飞出一只长耳兔 周身散发的气息惊人 唐三这个时候 连忙喊道 执法天神 赶紧把他封印了 这不是佛门 那只死兔子吗 你真把他宰了 杨俭淡定地说道 这只死兔子 不光欺负了我妹妹 还以化繁之法 祸害了数十万女子 甚至 恋化了一片欢喜世界 他要是不死 天理难容 至于此地的气节 你完全不需要担心 舅舅的浩天剑 早就屏蔽了此地的因果 唐三听到这脸 眼睛顿时一亮 正准备向前扒兔子皮 脸色顿时黑了下来 这他娘的 可是准圣级别的肉身 自己这天仙级别的身子骨 恐怕遭不住啊 就在这时 唐三脑海中的那滴血 开始一变 最后变成一层红物 附着在唐三的体外 面前这只准圣级兔子尸体 此刻庞佛变成了一只凡尖兔子 唐三 这个时候 唐三这个时候 看着杨检说道 执法天神 可否见你三尖两刃枪一用 这只死兔子活了无尽岁月 兔子皮有点不太好吧 杨检听到唐三这么说 古怪的笑了一下 把手中的三尖两刃枪 递给了唐三 这祸身披血色法衣 开始拿着三尖两刃枪 包兔子皮 那手艺叫一个利索 这个时候 众仙反应过来了 玉皇大帝凝重地看向唐三 这取惊人 这一世 是一个凡人 他竟然敢包一只准圣级兔子 他怎么做到的 恐怕太以惊献地修饰 都顶不住准圣肉身的威压吧 最后 玉皇大帝长叹一声道 果然好运道 不愧为天命取惊人 竟然激活了那滴血 众仙听到玉皇大帝这么说 也都看向了他 只见玉皇大帝郑重地说道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原法 存在即合理 众仙听到玉皇大帝的说法 也是长叹了一口气 在场的几位准圣 分明看到了唐三身上浮现的血色法衣 不过都会说些什么 有些事情抢求不得 何况这机缘在取惊人身上 西游亮节期间 谁敢对他出手 就这样 半个时辰之后 唐三把这只兔子 开膛破肚之后 就用杨检的三尖两刃枪 做烧烤架 把这只死兔子给架了起来 看得杨检脸皮直抽搐 杨检做梦都没想到 自己的三尖两刃枪 有一天会沦为烧烤架 就在这个时候 唐三也把长尔兔子的肉身之上 涂满了调料 唐三这个时候 怪笑道 谁贡献一道准圣即神火 把这长尔兔烤熟 诸位都是天神掌握好伙后 可别给烤焦了 温神吕月这个时候 一声怪笑 我来 这个死兔子 当年没少坑结叫 考了他本作义不容辞 太白金星这个时候 尴尬地说道 吕月 你虽然贵为准圣 不过 您的神火不太合适啊 你执掌瘟疫 这烤出来的兔子 在场的天神 除了准圣修士 恐怕没人敢吃啊 唐三听到这里这里 也是连忙直摇头 换一个 温神排烤肉 这谁敢下嘴 就当碧霄准备挺身而出的时候 一个道人 显现在他的身前 一声轻叹道 碧霄徒儿 烤兔子这活 今天还是为师来吧 结叫众人和天庭的仙神 看到这道身影连忙喊道 拜见教主 拜见天尊 连玉皇大帝 都向前行礼道 见过师兄 这一幕 直接看傻了唐三 只见他喃喃地说道 平僧一定是看花了眼 考知死兔子 竟然都惊动天尊下界了 通天教主叹了 一口气说道 本作演算道 这只叛教的死兔子 今日归虚 就来人间看看他 当年他毅然决然 带着六魂帆盼处结教 今天被吃了 也是活该 随即 一道大罗级神火 从通天教主的手中飞出 然而 神火却带着一股圣道契机 长耳肉身上的准圣契机 直接熄灭 不消半竹香的时间 一只香味逼人的烤犬兔 出现在众人的面前 通天教主看着唐三说道 取惊人 本教主也忙活半天了 这只兔子头 归本教主怎么样 唐三慌得连忙点头 众仙看着通天教主 坐在一旁石头上 狂啃兔子头 也看向了烧烤架 不消半课中 就把十几张的烤兔 肉分了得干净 本来诸多先生 还担心准圣级兔子的烤肉 吼不住 结果通天教主化身降临 直接把准圣级道运 转化成道 则碎片 只要达到精鲜级修为 都可享受这只特殊的兔子 唐三看到 玉皇大帝 给自己切的几十斤兔子肉 自己的脸上 充满了无奈之色 这群天庭的正身 最低修为 都是精鲜净剑 吃兔肉 自然是没有问题 自己为了打莫根界 他娘的 现在才肉身天鲜净剑 这还玩个屁 就当他陷入两难的时候 脑海中间铲子的声音 响起 本作以大罗级道果 炼化这兔肉的道 则碎片 你只需要抗住 这兔肉的先天惊奇就可以 唐三听到这脸 眼前顿时一亮 和诸多仙神一样 开始狂炫兔子烤肉 这一幕 看得一众仙神 目瞪口呆 连通天教主都看了过来 最后古怪地说道 就算 你激活了大罗级道果 你这一世的肉身太差劲了 看样子 最多天仙级肉身 和金仙的肉身 还是差了不少的 现在你吃得爽 待会可要遭老罪了 杨检听到通天教主这么说 连忙喊道 大师 这兔子肉精气太强了 少吃两口吧 要不待会你 可就受不了了 没等杨检说完 唐三就把几十斤 兔子肉炫干净了 这个时候 唐三感觉到自己的身上 像是出现了一口精气火炉 这回都快被精气撑爆了 随即 一溜烟窜了出去 围着两界山 疯狂跑起圈来 一个下午 他整整跑了一百多圈 不少精仙境界的仙神 看着手里的兔子肉 顿时不相望 额头上冷汗直冒 因为自己的身上 也像是出现了一口精气火炉 结果 上百号精仙 很快也冲了出去 有样学样 看得通天教主直摇头 本圣只是炼化准圣道运违法 则碎片 这准圣级的生机还在 要不是兔肉的生机 已经温和下来 你们这群人 非得被称暴不可 玉皇大帝也感慨地说道 对于他们来说 或许也是一场机缘 他们下不了封神榜 修为无法提升 但是肉身不受限制 或许 今天可以因祸得福 通天教主看了玉皇大帝一眼 不再说话 心里却是叹息一声道 神通不敌天术 夫妇合围 就在这时 奔跑中的唐三 忽然身上的气势 轰然爆发 肉身直接破入玄仙境 最后 连修为也压制不住了 直接突破到玄仙境初期 两股力量 强行把身体内的精气火炉 给压制了下去 唐三这个时候 满身大汗 直接投入了两届山的山西之中 一个钟之后 终于归来 这一幕 看得杨俭怪异无比 心里嘀咕道 本以为唐三藏要顶不住了 没想到 竟然借此突破了 话说这一世的取经人 不是凡人吗 这他娘的 刚才他身上的气势 都要堪比金线了 这是什么情况 就在这时 通天教主 就在这时 通天教主手中的兔子头 传出一道声音 师父 我错了 你就饶了我吧 通天教主听到这道求饶声 脸色顿时一黑 骂骂咧咧地说道 这不是西方佛门的光定佛祖吗 本教主可不敢当你的师父 接应 准题才是你师父吧 看到你现在 混成一块兔子肉 本教主心里是真开心啊 这时 一个六魂藩 出现在通天教主手中 诸多结教弟子 看着那兔头 眼神颇为不善 当年就是这只死兔子 携带六魂藩叛教 才导致结教大败 通天教主威严地说道 佛门的死兔子 你爱去哪里 本教主不在乎 不过无结教的六魂藩 该收回来了 这个时候 通天教主大手一挥 一道胜利 打进兔子头中 随着圣境道运的加持 原地一道肉身在演化 一只肥美的长耳兔子 在原地出现 长耳定光鲜 看着自己的身躯 激动得差点跳起来 连忙说道 多谢师尊饶命之恩 通天教主听到这句话 脸色立马阴沉了下来 沉生说道 光定佛祖 本教主再说一遍 你这个长耳怪 和本教主没有丝毫关系 再敢乱认师父 清平剑下无声魂 就在这时 通天教主 看向三肖娘娘 和赵公明亲生说道 徒儿们 天术已定 为师也无法逆天 你们想下风神榜 只能等待变术出现 不过 这只死兔子 可以带回天庭 本教主 已经为他注入了一道圣礼 五百年内 可以自动衍生血肉 你们可以放开了吃 唐三听到这脸 浑身猛地打了个哆嗦 这位天尊也太狠了 这下长耳那老小子 还不得发疯啊 就这样 在原地消散 天庭的诸多仙神 双眼放光地看向长耳 这祸被吓得脸色惨白 最后直接晕了过去 最后 赵公明捡起这只死兔子 就带领着诸多结教弟子 回到了天庭 唐三看着一众天神离去 也是苦笑一声道 这西游世界 最讲究因果 这光定佛祖 叛教之时 做梦都没想到 佛门有一天也护不住他 算了 平僧混一顿烤肉就足够了 随即 看向一旁的白马 叹了一口气 小白啊 你已经吃过一次八转金丹了 这次被如来那个狗东西 打落境界 不知道还能不能恢复 算了 活马当成死马医吧 随即 唐三又拿出一枚八转金丹 喂给了这匹马 这白马的气息 再次开始变化 不多时 从一匹反马 突破到悬仙出气 唐三这个时候 叹息一声道 小白 你醒了 看来你的马区 也出现了耐药性 但 今天你的机缘也来了 看到你身前地上的肉沫子了吧 去舔干净它 小白刚觉醒 就听到唐三这么说 立马露出声无可恋的表情 哭丧着马脸说道 主人 我只吃素不吃肉 我是一匹马 是食草动物 唐三听到这脸 无语地说道 那可是天才地宝 你能不不能突破惊仙 就看今天了 白马一听 立马就窜了过去 马嘴一吸 就把满地的肉渣 囤到自己的嘴里 随即 这祸身上开始发光 一双肉翅在背上长出 四体下出现一道雷电组成的光团 头上生出一个凸起 最终形成一个一尺长的角 这一幕 看得唐三目瞪口呆 喃喃地说道 一只反马 竟然进化成独角天马了 看样子 它还掌握了雷霆的力量 就在这时 一道惊仙境界的神雷 从虚空中落下 结果白马的独角 也开始出现电芒 最后电芒飞出 直接把神雷击散 这个时候 天地之间出现一道雷网 刚显现 就把小白底疯困了起来 这祸直接耸了 连忙喊道 主人 这是惊仙级别的天地法网 我要顶不住了 唐三听到这里 淡定说道 小白 你刚才吃的肉渣 可是准圣级的烤肉 虽然只是一点肉渣 那磅礴的生机之力 也足以让你突破到惊仙境界了 这个时候 天地法网落在白马的身上 白马身上同时涌现出一股生机之力 在修补他受伤的躯体 就这样 整整一个时辰 天地法网的熬练 最终天地法网 后继无力 终于消失不见 白马感慨了一声道 以后 马大爷只吃荤的 再也不吃醋了 就在这时 高天之上 一团雷光 吸收数百里的天地精气 和稻则碎片 在原地演化出一道天马身 白马看到这一幕 直接傻眼了 喃喃地说道 马大爷演化了 那匹马怎么和我自己这么像呢 唐三看到这里 顿时无语了 连忙喊道 那是由天节演化的镜像分身 修为和你自身一模一样 你要不把他收拾了 你就要翘辫子了 白马一听慌了 撒鸭子就跑 那是如同一道电光 眨眼就消失在天际尽头 围着周围的数百里天空 疯狂跑起圈来 娜娜由雷霆演化的白马 直接演化出一道闪电 集中白马 这货的身上 立马生腾起烤肉味 然后又被自己体内的生机磨灭 白马这下不跑了 直接和这雷霆天马肉搏起来 半个时辰后 两匹天马 同时被对方轰爆 看得唐三眉头微皱 小白不会被自己干掉了吧 那他娘的 也死得太冤了 就在这时 虚空中的雷光消散 而小白那些残破的肉身 在无尽生机的作用下 一点点地在补全 最终 一股精之不朽的力量 在体内诞生 白马在高天之上 打了个响别 高兴地吼道 马大爷成了 精之不朽 一步踏进金仙中期 当今之势 舍我其谁 这一幕看得唐三眉 翻白眼道 我说小白 你这有点飘了呀 天庭那群 喜欢吃烤肉的正神刚走 你这样嚣张 那天主人不在你身边 你八成要被拍闷棍啊 小白听到这脸 猛地打了个哆嗦 连忙飞下高天 来到唐三的身旁 唐三这个时候 看向不远处的兔皮 叹了一口气道 这可是准圣级的兔皮啊 可惜现在的我 还练化不了它 太可惜了 话音刚落 唐三的 话音刚落 唐三的身前 出现了一滴血 这滴血大放光芒 撒在山石上的兔子皮上 不到一刻钟时间 这兔子皮 就被练化成一件兔皮大意 直接把唐三给看待了 半空中的神血不理会唐三 直接飞回他的石海之中 唐三这个时候明误了 这滴神血 绝对有自己的意识 只是目前 不愿意搭理自己而已 对于唐三来说 这都不是事 毕竟人家 已经把房租给交了 一件准圣级兔皮大衣 这房租在三界之中 舍我骑谁 唐三穿上兔皮大衣 骑上天马 就准备再次上路 结果天马直接就飞上高天 前往西天 这一幕 让唐三顿时无语了 骂骂咧咧地说道 小白 现在你可是有点漂亮 你刚被如来那老棒子 废了修为 现在还敢飞过去 不怕那老棒子 把你废了吃马肉 赶紧给平僧回去 一步一步走上西天 才算淡丸活 白马立马按下云头 回到原地 开始徒步穿越两界山 整整走了大半个远 白马才驮着唐僧 走出两界山地界 刚走出两界山 虚空之中 出现了一道功德金光 向灌江口而去 杨俭看向这团功德金 光轻笑一声 一掌拍出 这道功德金光 立马转向 两界山外 唐三终于看到了 自己大徒弟的家 五指山 这个时候 一道功德金光 自虚空落下 直接落在唐三的手中 耳旁传来杨俭的声音 大师 你助杨俭正道准胜 杨俭无以为报 无看的 也在走肉身 成圣之路 这团功德金光送你了 希望能助你一臂之力 唐三看着手里的功德金光 叹道 执法天神真是讲究人 贫僧谢过了 随即 骑着白马再次上路 向两界山方向而去 五六天之后 唐僧叹了一口气说道 真是望山跑死马 看着眼前的五指山 小白你 竟然跑了五六天 白马听到这脸 也露出无奈的表情 主人 是你让小白用反马的脚程跑的 要是马大爷撒开腿狂奔 绊住香药部了 就能跑到五指山 话说五指山到底有什么 主人你非得来山上一趟 唐三这个时候 叹了一口气说道 五指山是你大师兄的家 他被一个老秃票关在这里 我们要去 把他救出来 就在这时 半山腰的孙悟空 看到一个骑着白马的和尚上山 连忙喊道 可是东土大唐来的和尚 俺老孙是寿官殷菩萨典话 他指点俺老孙 有东土大唐来的 取经人来此 让俺老孙拜他为师 护送他去西天取经 唐僧听到孙悟空的声音 暗自叹了一口气道 哎 没有想到 佛门这么狠 这一世直接把悟空你的记忆 都给封印了 随即唐三一指点出 关于师徒几人前 九世取经的信息 直接注入到孙悟空的脑海之中 半课中之后 孙悟空脸上露出苦涩的笑容说道 师父 你又来了 没想到这一世 你觉醒得如此之快 幸亏如此 否则咱们明明 胡胡就帮如来那个老兔瓢 把真经给取了 他们这一世太狠了 连俺老孙的记忆都封印了 师父 看来又要劳烦 这把这五星山上的佛记给摘了 唐僧这个时候 直接飞上高天 就要摘下那如来的佛记 然而 这个时候 佛记竟然传出一道讯息 摘佛记 心诚则灵 唐三这个时候 对着佛记破口大骂 给你脸了是吧 还让贫僧一步一步爬上山 贫僧不伺候了 随即 转身就要下山 临山圣经的如来佛祖 顿时感知到了佛记的异常 叹了一口气道 这唐三藏 不是觉醒前世记忆了吧 竟不行叩拜之礼 强摘佛记 现在摘不下来 还想跑路 阿弥那个陀佛的 这是第十次取经了 可不能让他撂挑子 本佛祖忍了 如来佛祖开始召唤佛记 五行山上的佛记 腾空而起 就要飞上高天 结果天空之上 一片虚幻世界飘过 佛记瞬间消失 大雷音似的如来 这个时候 脸色凝重起来 他发现自己的佛记 竟然失去了联系 心中暗骂道 阿弥那个陀佛的 那个狗贼 偷了本佛祖的佛记 还能要点逼脸不 随即开始听查三界 是要找到自己丢失的佛记 结果一刻钟过去 那是半丝气息都没有了 正当西天的如来佛祖 暴跳如雷的时候 唐三一脸鸡贼的 飞下五指山 他刚才感知到 自己兔皮大衣里的佛记 几次跳动 想撒鸭子开溜 最后愣生生 被兔皮大衣给镇压了下来 孙悟空看着这一世的师父 感慨了一声道 师父 你把如来那老兔嫖的佛记 给魅下了 你这一世太猛了 唐三翻着白眼说道 悟空 该出来了 为师这一世 带你去灵山沙如来 抢观音 孙悟空听到唐三这么说 脸皮猛地抖了两下 随即化成一个 蝴蝶飞了出来 唐三看到孙悟空 这一世竟然这么低调 竟然没有炸掉五行山 直探猴子长大了 没有像当初那么锋芒外露了 悟空 看来你也成长了不少 孙悟空苦笑一声道 师父 俺老孙又被佛门的狗东西 为了不少同志 当年堪比大罗金仙的修为 又跌回太乙金仙出七了 唐三这个时候 狐疑地看向天外 最后拿出二斤兔子肉道 悟空 这是师父前段时间 做烤肉撕藏下来的好东西 赶快吃了 省得泄露天机 孙悟空这个时候 也感知到了烤肉上的精气 一口就吞了下去 蒙尘的稻果开始复苏 不多时 孙悟空在这烤肉的道 则碎片的洗礼下 直接恢复到了太乙金仙巅峰 唐三看了一眼孙悟空道 悟空 走吧 灵山那群狗东西 欠我们师徒的 这一事 就遇到了五个强盗 孙悟空嘎嘎怪笑道 他娘的 西方的那群狗东西 又开始套路安老孙 让安老孙 亲自灭了自己的五感 变成一个冷冰冰的石头 这一事 这一事 我要让这天 再也遮不住我的眼 随即 孙悟空问道 诸位好汉 你们想要多少银子 我们别的不多 就银子多 眼见喜听到孙悟空这么说 怪笑道 你这矛头和尚上道 都说 你们东边来的和尚富裕 最起码得给五百两银子 孙悟空听到这里 嘎嘎怪笑道 没问题啊 区区五百两白银而已 老孙这就帮你们取来 孙悟空探知此处地脉 鼠宫里的深的地下 有一块一万多金的金矿石 立马寄出一道法力 把那块金矿石融化 整整一块两百金重的大金块 被孙悟空熔炼了出来 这个时候 孙悟空金箍棒 直接伸到地下 把这块金子给捞了出来 随后 直接扔给了 眼见喜的 哥几哥 你们要的五百两银子 这可是二百两金子 哥们够一起吧 意见于看到孙悟空如此大气 连忙说道 兄弟常亮 我们兄弟 也不是不讲义气的人 今天中午 我们兄弟请你和这位长老吃酒 随即 几个强盗带着唐三师徒 就来到了几百米外的山寨里 好酒和好肉 上了满满的一大桌 唐三看到这一切 传音入密道 悟空 为师敢知道 此地至少有上百名 凡人被杀 恐怕八成是 佛门出的手 当孙悟空的心间 想起唐三的话语时 也是叹了一口气的 根据此地的炊具 食材 还有生活的痕迹推演 有一百三十多个凡人 在此生活过 他们死亡的时间 应该不会超过一天 否则 此地的物资 恐怕就要腐烂了 佛门为了西游亮节 已经发疯了 师父这一趟西行 我们一定要小心 这个时候 唐三拿起烈酒 就和这六个强盗队引起来 孙悟空也是在这里 狂肯烤羊排 隐藏在半空中的观音菩萨 看到这一幕 脸色铁青 这才刚出两界山 这唐三藏 就开始喝酒吃肉了 还有这暴躁的孙悟空 为什么 也和那六个强盗 推杯换盏 这不对啊 就这样 不到一个时辰 这六个强盗 就化成六道清光 融入到孙悟空的身躯之中 孙悟空这个时候 才感觉自己 庞佛更真实了 终于再次感受到了 自己的喜怒哀乐愁 唐三也露出欣慰之色 感叹道 这一世的孙悟空 终于摆脱了六欲之解 成功补全了自己 真是不容易啊 就这样 师徒两人 开始再次上路 刚刚走出树石里 就在山路上 看到了一个中年妇人 唐三看到这个妇人 顿时记上心来 连忙向孙悟空喊道 悟空啊 你去附近看看 取点山泉水 行列里还有五斤酱牛肉 几个大馒头 我们先把今天的饭 凑合过去吧 等到孙悟空腾空而去 这个中年妇人 才走了过来说道 见过长老 不知长老此行去往何方 唐三一脸正经地说道 贫僧受官阴仆撒点话 前往西天求取真经 中年妇人这个时候惊叹道 长老 此地距离那西天 恐怕有十万里之遥了 你一介肉体繁胎 恐怕难以到达西天吧 唐三连忙回道 贫僧有一个神通广大的弟子 可腾云驾悟 有大本事 定可以保贫僧取到真经 老妇人这个时候 连忙说道 我也看到您刚才的那位徒弟了 竟然能腾云驾悟 确实不简单 不过 他有那么大的本事 岂会真心拜一个 凡人为师 恐怕 他要不了几天 玩累了 就会跑路了 到时候你怎么办 我这里 有一顶帽子 你可以让你那徒弟戴上 然后 我这里还有一段口诀 可以送给你 只要你那徒弟不听话 你念动此咒 就可以制服他 唐三刚听完井孤咒之法 袖口就出现一道六字真言 直接贴在了老妇人的脑门之上 结果假扮老妇人的观音 直接傻眼了 心里狂骂道 大意了 没想到这唐僧这么坑的 竟然用佛祖的六字真言 把本菩萨封印了 唐僧这个时候怒吼道 何方妖怪 平僧一眼就看出来 你不是人 山里有不少中虎豹豺狼 你装扮成凡人 想蒙骗平僧 你想多了 还敢使用毒气害我徒弟 平僧涂你一脸花露水 唐三一口老谈吐在老妇人的脸上 观音菩萨差点没被气死 随即开始强行冲击六字 真言佛铁 看看能不能脱困 就在这时 孙悟空降下云头 来到了唐僧的身前 看到竟然有一个老妇人 被唐三拿六字 真言佛贴给镇压不了 连忙抽出金箍棒道 哪里来的妖怪 给俺老孙报上名来 负责俺老孙 把你迈到凡人城池的花楼去 观音听到孙悟空这么说 吓坏了 内心疯狂骂道 你们两师徒 倒是把佛贴揭开啊 本菩萨被佛贴封印 如何显露本相 就在这个时候 唐三看着手里的黄帽子 对孙悟空说道 悟空啊 这个妖怪 拿了一个破帽子 送给师父 要知道 无事献殷勤 飞奸即盗 后来这个妖怪 果然露出了目的 还教了师父一段紧箍咒 这个妖孽 是想坑你啊 孙悟空听到这脸 立马怒了起来 抓过帽子 直接给老夫人戴了上去 然而 一不留神 孙悟空 把六字真言的佛帖给碰掉了 观音菩萨一声怒吼 直接显现了本相 直接把唐三给惊呆了 唐三难难地说道 现在的妖孽这么狠吗 观音菩萨的法身 都敢装扮 果然是事风日下 明星不古啊 观音听到这里 差点没有企图血 被取经人折磨半天 到现在 他还在骂自己妖孽 虽然 他是天定取经人不能杀 但是揍他一顿 还是可以的 唐僧看到观音菩萨变了脸色 立马郑重地说道 妖孽 还敢对平僧洞粗不成 看我紧箍咒 随着紧箍咒的声音响起 观音菩萨的脑袋 被疼得差点没有炸开 疼得再次落在了地上 唐三脏 别念了 本作真的是观音尊者 不信 你可以问你徒弟孙悟空 他可是有一双火眼金睛 可以看透一切虚妄 孙悟空听到这里 长叹一声说道 师父 我 师父 我看着他 确实有点像菩萨 但是天地间那么多大脑 平徒弟这三脚猫的功夫 可不敢谈能忘穿虚妄 观音菩萨听到孙悟空这么说 立马傻眼了 脸色难看地说道 孙悟空你这个混蛋 要不是平僧让唐三脏救你出来 你到现在 还在五指山下压着呢 你就这样看着你师父 在那里狂念锦箍咒 你还有没有点良心 孙悟空听到这里 脸色立马绿了下来 郑重地看向观音道 你真是菩萨 不是什么妖怪假扮的 可是不对啊 你要是真菩萨 怎么可能会拿这种恶毒的法器 坑俺老孙 算了 俺也分不清真假 还是把你带到大雷鹰寺 变得真假吧 师父 把锦箍咒交给俺 省得这个自称观音的妖怪 半路跑了 咱们还是得防一手 孙悟空向唐三使了个眼色 抓着观音 就飞向了高天 向灵山的方向飞去 观音怒气冲冲地看着孙悟空 心里暗倒 等到了灵山卸下禁锢 看本菩萨如何炮制你这个死猴子 孙悟空这个时候 神觉世景 浑身猴毛都立了起来 他转身看着观音菩萨说道 俺老孙感知到一股深深的恶意 八成是你这个假菩萨 在诅咒俺老孙 你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 我念 孙悟空直接一路念了上百遍锦箍咒 直接把观音念的脑袋 都快炸开了 最后一身白衣 生生被冷汗浸透 孙悟空看着观音若隐若现的身躯 吐槽道 你这个老妖怪 竟然对俺老孙 玩尸身诱惑这一套 告诉你没用 俺老孙示意之后 不喜欢你这个类型 你又没有红屁股 还没有毛 你就别忙活了 说完这句话的时候 孙悟空已经压着观音 走进了大了音寺 这幅尊容的观音 让诸多佛陀 菩萨还有一堆罗汉 颇为无奈 这个时候 孙悟空双手何时说道 拜见佛祖 俺老孙和师父 在取经路上 发现一只妖怪 假扮菩萨 要害俺老孙 这个紧箍好生了得 要不是俺老孙躲过去 这下真的要生不如死了 佛祖 你可一定要看准了 反正俺老孙 是不相信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 会亲自到西行路上 坑俺老孙 他一定是修为高深的妖怪变的 如来佛祖看到观音尊者 被孙悟空折磨成这副尊容 叹了一口气说道 悟空 孙悟空摇了摇头说道 佛祖 你老就别下俺老孙了 这菩萨没进大雷音寺之前 俺只有八成的把握 他是假的 现在俺老孙有十成的把握 确定他是假的 佛祖 你想想 这个假的观音尊者 来到大雄宝殿 就开始表演尸身诱惑 这怎么可能吗 那可是观音尊者 欺佛之师 怎么可能对诸佛玩这首 那边那个降龙 你说观音尊者好看不 降龙罗汉 看着观音菩萨的娇躯 一脸荡漾 听到孙悟空的问话 下意识地回答道 当然好看了 你看菩萨这身段 真是让人想如飞飞呀 降龙的话 让大雄宝殿的众生 脸色顿时怪异起来 孙悟空却是阵阵有词地说道 佛祖你看 连降龙罗汉 都顶不住这假菩萨的尸身诱惑 他绝对是魔界的大魔呀 如来佛祖听到孙悟空这么说 脸皮猛地抖了几下 叹息了一声说道 悟空 你的火眼惊心 看得真准 他确实不是观音尊者 乃是魔界的色欲天 降龙三界 变成观音尊者的模样 具框片的 这只妖物 留在大雄宝殿吧 自有本佛祖度化它 你还是回去保护你师父去吧 孙悟空 踢了踢观音尊者的屁股道 你这只妖物 发达了 以后有机会留在灵山 听佛祖诵经讲佛 这可是天大的机缘 以后要是真被奉为佛门的菩萨了 可得好好感谢我 观音菩萨 那叫一个气啊 为了不激怒这只猴子 他来到大雄宝殿后 什么都不说 就等着佛祖 把这只臭猴子打发走 没想到 自己真的 被这孙悟空逼成妖怪了 等到孙悟空走后 观音立马正干了自己身上的冷汗 哀叹一声说道 佛祖救命啊 平僧一不留神 就中了那师徒的奸戒了 导致那只死猴子 直接把锦箍咒 带到了平僧的头上 出这一趟差 平僧可遭老罪了 如来佛祖看着观音菩萨头上的金箍 也是满脸无奈 连忙问道 观音尊者 你可是大罗金仙颠僧强者 那唐僧师徒 一个是凡人 一个是太义金仙 他们也不可能把你拿下呀 观音菩萨听到如来这么问 看着如来佛祖道 佛祖 这是平僧 也想请示我佛 那唐僧接过金箍帽的瞬间 直接就在平僧的脑门上 贴上了佛祖您的佛帖 把平僧直接给封印了 那孙悟空趁着这个机会 直接就把金箍帽 戴在平僧的头上 这一路上 一百多遍啊 那只死猴子 整整念了一百多遍 念得平僧大罗巅峰的道骨 都差点炸开 如来佛祖听到这里尴尬无比 闹了半天 是自己的佛帖 把观音尊者给坑了 随即 再次念动咒语 收回佛帖 结果还是没有半丝反应 如来佛祖心里 叹了一口气道 看来金产子身上有秘密 这个便宜徒弟 竟然能镇压本佛祖的宝贝 阿弥那个陀佛的 这也太邪门了 如来佛祖看着观音探道 那逆徒身上有秘密 等空下来 本佛祖亲自去见他一面 现在还是先把你的锦箍 咒取下来了 如来催动准圣级佛火 把观音的全身 直接淹没了 观音在如来的准圣级佛火之下 才发现 这金箍 早就在自己的原神上生根 顿时一阵明雾 原来这世界上 从来不存在松箍咒 一旦戴上这个 必须以极强的修为 把这金箍的因果炼化掉 这金箍 可是当年金箍先陨落后的尸体 炼制而成 因此 怨念极深 也就是佛祖这个等级的强者 才可以做到 强行拔除因果 要是普通的准圣强者 恐怕还真没有那个本事 就在这时 就在这时 观音菩萨头顶的锦箍咒 终于崩碎 化成点 点光点消失 如来心里叹了一口气 阿弥那个陀佛的 本来要用在孙悟空身上的佛宝 就这样烟消云散 本佛祖心痛啊 观音菩萨这时 差点没有哭出来 这个金箍 终于被佛祖给炼化了 出这趟差 真的遭老罪了 随即 心中燃起万丈木火 就要冲出大雷音寺 去宰了那孙悟空 观音尊者 回来吧 这次的事情 已经盖棺定 乃是魔戒天魔色 欲天出手 和你没有关系 观音菩萨 听到如来佛祖的叹息 立马鸣雾过来 这仇压根就没办法报啊 自己一旦去报仇 自己在灵山圣境 玩尸身诱惑的事情 恐怕会传遍三件 孙悟空 这笔债本菩萨记住了 后边取经路上看本 菩萨坑不死你 山间树林里 唐三正躺在天马的背上休息 忽然看到孙悟空赶了回来 笑着问道 悟空 怎么样 处理完了 孙悟空嘎嘎怪笑道 师父 观音那臭娘们 在大雷音寺 玩了一出尸身诱惑 看得灵山众圣 目瞪口呆 那响龙罗汉看得 差点口水 都快流出来了 唐三叹了一口气说道 悟空 观音那个老娘们 可不是好人啊 以后咱出门 可得小心一点 省得被他给坑了 就这样 这对师徒 再次向西天赶去 一个星期之后 两人来到一处山见 还没等唐僧感慨些什么 山下的无敌水潭内 窜出一头小白龙 就把自己身旁的马匹 给吞下了肚子 唐三看到这一幕 叹息一声道 悟空啊 这一世的白马强得可怕 你这小师弟 这回恐怕没这么好的胃口了 八成吃不下去了 孙悟空听到这里 也古怪地笑了起来 尴尬地说道 师父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熬裂的修为 才经先出七吧 您这一世的吧 坐骑都经先中七了 我那师弟 恐怕要挨揍了 就在这个时候 无底潭的水 轰然炸开 一条龙和一匹马 从水潭里飞了出来 只见白马 骂骂咧咧地说道 四脚蛇 你他娘的疯了 马大爷就打个短的功夫 你就准备把马大爷吞了 你压的 有这么好的胃口不 马大爷今天非得 把你做成考长重 家餐不成 马腰 你他娘的少吹大气 真没想到 这年头 一匹马都修炼到 惊仙境界了 还他娘的是惊仙中七 简直邪门了 不过 本作可是真龙 如今显化真身 不比你若半点 有种在大战八百回合 看本龙如何收拾你 就这样 一龙一马 开始在阴仇剑的高天之上 展开大战 唐僧从储无带里 拿出一个八仙桌 和孙悟空两师徒 在阴仇剑旁边的师台上 喝起小酒 这一幕 让高天之上的 小白龙顿时无语了 心里骂骂咧咧地说道 哪来的风和尚 竟然还在下边和尚了 让他的坐骑 和本太子大战 真他娘的 看不起龙啊 关键 这臭嘴 马本龙还真不一定干得过 他娘的惊仙中七的马 整个三界也没有几体吧 本龙也是倒了血霉了 就在这时 小白龙的龙脸上 又挨了一提子 气得小白龙破口大骂 臭嘴马 你他娘的 能不能别提本太子英俊的脸 本太子还指望这张脸混饭吃呢 就在这时 白马脸色顿时黑了下来 直接一提子提到龙边上 小白龙感觉到植入神魂的疼痛 最后龙眼一闭 直接晕了过去 直接被白马驮着龙驱 飞下高天 孙悟空古怪地看着白马道 小白 你这是什么怪招 下手也太黑了吧 不怕 熬裂醒了 找你报仇 这可是你师兄啊 白马听到这里 直接傻眼了 不可思议的吧 看着小白龙道 这条龙是我师兄 大师兄 您这也太坑了 你早点告诉我啊 这一下麻烦大了 就在这个时候 熬裂凭着龙驱的强悍 悠悠地醒了过来 看到自己 竟然还被这臭嘴马驼 在马背上 脸色顿时黑了下来 心里暗自吐槽道 本太子今天竟然被一匹马给踢晕了 这是绝对不能传到龙族去 这连本太子可丢不起 就在这时 龙三太子踢起龙肘 就想对小白下狠手 唐三叹了一口气 向孙悟空点头示意 孙悟空的挥手 一道光 融入到龙三太子的龙驱中 本想下黑手的龙三太子 迷失了半刻钟 然后 睁开了龙目 满含热泪地说道 师父 大师兄 我回来了 唐三看到这脸 也感慨了一声 是啊 熬炼你终于回来了 师父活了九辈子 都拿你当做棋 这一世师父 给你找了个师弟 这一世 还是让他驮我去西天吧 龙三太子这个时候慌了 连忙说道 师父 你是嫌弃熬炼吗 唐三听到熬炼这么说 立马郑重地说道 小白龙 你是真龙一族嫡系血脉 乃是西海龙三太子熬炼 代表着部分龙族的器语 这一世师父 注定会成佛 你这一世 要是再为作祈 恐怕会影响到龙族的器语 龙族是先天三族之一 不能做平僧的作祈 这一世 你只是平僧的四徒弟熬炼 至于 驼为师去西天的火 就交给你师弟吧 以他如今今今中期的修为 作为师的作祈刚刚好 白马听到这脸 高兴地打了一个响鼻 熬炼听到这脸 看着自己身下的 白马立马飞到唐僧的身旁说道 师父 别的他都还可以 就是这个师弟 有点没节操啊 他真不会丢我们的人 白马听到这里 阵阵有词地说道 师兄 天地之间逝者生存 你可是真龙一族的太子 哪怕只有今仙出妻 真全力以赴 师弟八成不是你的对手 可是 这次你说了 要不是遇上的是师弟我 恐怕你今天龙命都保不住了 到时候 万事皆空 就算在堂堂正正 又有什么意义 熬炼听到这脸 苦笑一声道 想我熬炼活了数千年了 竟然还没有师弟 你看得透彻 就在这时 唐三郑重地说道 熬炼 这一世熬炼 这一世会有很多变数 你也不必妄自菲薄 你师弟有你师弟的活法 龙族有龙族的骄傲 今天 我们师徒重绝 一罪方休 就这样 熬炼拿出多年的珍藏 在阴仇剑边上的大石头的 摆了三天流水席 观音菩萨左等右等 也没有等到那 不熟悉水性的猴子 来南海叫增援 最后 实在忍不住了 带上木炸 就向阴仇剑赶来 这个时候 阴仇剑暗边 熬炼叹了一口气说道 马师弟 师兄我心里苦啊 当年我的未婚妻 被那九头虫霸占 师兄一怒之下 就和那九头虫开战 没想到 一不小心 把玉皇大帝赏赐的夜明珠 给打碎了 陛下直接就要把我 送上寡龙台 寡了本太子 本太子现在想来 这里面到处都是套路啊 那可是 玉帝亲手赏赐的夜明珠 沾染过准圣道运 那时候 我还是一头 玄仙境的小龙 不懂这里面的弯弯道道 直到后来 师兄才想通了 我这是被人扛了呀 沾染准圣道运的夜明珠 哪里是一个小小玄仙 能打碎的 只是上面需要我顶抱而已 西游乃是天道大事 没有打碎夜明珠 并不重要 就算是本太子 踢翻个屎盆子 也得被罚来当做旗 所以 本太子压根不需要 观音菩萨那老娘们救 搞不好就是这个老娘们 让龙大爷当做旗的 那观音菩萨 真不是个好人啊 就在这个时候 观音菩萨的法身 自虚无中 显化在敖猎的身后 敖猎还在这满口 吐沫地说道 马师爹 等啥时候 咱敖猎的修为起来了 非得其那观音一百遍 报了本龙的心头之恨 白马听到这脸 也是猴道 不错 敢套路我熬师兄 最少得其他一百遍 唐三看着这两个二户 还在那里大放厥词 脸上猛地抽出了几下 看向孙悟空道 悟空啊 为师感觉 你今天恐怕要少两个师弟啊 孙悟空听到这脸 也是尴尬地说道 那个师父 要不咱劝劝菩萨 以他大慈大悲的性格 八成不会追究 我这两个师弟吧 熬裂这个时候 虽然喝醉了 但是也感觉到了身后的杀气 浑身的酒意 立马醒了大半 回头一看 龙脸直接绿了 吓得拉着白马 直接撒鸭子狂逃 白马顿时不乐意了 立马说道 师兄 你就是一耸包 这逼就是一个娘们 看把你吓得 像是遇到观音本人了似的 熬裂战战兢兢地说道 师弟啊 你真说对了 那位真是观音菩萨啊 是佛门唯一一尊 以菩萨之身 挑战佛陀而不败的存在 还是赶紧跑路吧 然而 师兄弟两人 感觉自己已经飞了百万里了 也没有看到观音追来 连忙松了口气 就在这时 忽然发现 高天之上 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黑洞 最后师兄第二人 直接被黑洞吞噬了进去 这个时候 观音菩萨收回了 漂浮在半空中的玉镜瓶 对着唐三悠悠地说道 三藏 你就这么放任这一马 一笼 满嘴乌烟会语 污蔑本菩萨 你要是管不好他们 平僧替你管教 唐三也是被这两货给整无语了 心里暗叹一声道 这不是当面指着和尚骂吐驴吗 恐怕 他俩这下要遭老罪了 如果事情真干了 遭罪也不亏了 他们两个就是嘴伤害 结果 被观音这老娘们 当面逮着 这把也算是倒霉了 唐三想到这里 感觉到自己的两个徒弟 还能抢救 连忙说道 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 你是最讲究慈悲为怀的菩萨 他们就是喝醉了 胡言乱语而已 您就饶了他们吧 何况 我们佛门不得杀生 您总不至于杀了他们吧 观音听到唐僧这么说 悠悠地说道 杀他们没有必要 不过 他们违反佛门戒律 又在这里信口雌黄 也是犯了口验 惩罚他们 还是有必要的 他们不是喜欢一百遍吗 本菩萨就摇动着玉境坪一百遍 能不能胡愣地出来 就看他们自己的造化了 玉境坪内 熬猎站在大海之上 看向天空道 马师爹 刚才我们坠入一个黑洞之中 眨眼就来到这片海域 师兄感觉不对啊 这片海水连片 浪花都没有 不会是哪位大能的领地吧 然而 话音未落 这片海域 就开始暴动起来 平静的海水冲上高天 那每一朵浪花 都可以把玄仙拍死 又是一个浪花拍了过来 白马分明感觉到这道浪花 分明有崩碎精鲜肉身之能 吓得这祸撒鸭子狂飙 这个时候 熬猎也慌了起来 跟着白马一起逃命 整整跑了五年 暴躁的大海才平静下来 这堆难兄难弟 这次真的是把后腿 都给跑断了 才躲过了这次灾结 一龙一马还没有缓口气 天空中又爆发出万丈雷光 直接来了个海天相连 两个难兄难弟 直接就被电晕了过去 等到两兄弟 快被雷电劈死的时候 这个区域的雷光 才逐渐消失 雷光消退之后 一龙一马先到躯体 再现生机 整整三天时间 两个家伙才醒了过来 熬猎看着海上的无尽雷芒 若隐若现 心里是一阵抽搐 连芒对白马说道 是地 这绝对不是三界的天地 这方世界 已经自成一方世界 雷光接天连地 这绝对是准圣小事件 我们八成落 在哪位大能的神域里面了 这次咱们兄弟俩 可是倒了八辈子血没了 刚逃出观音 那老娘们的小心 就闯到一个很茶子的准圣小事件里 师兄算是知道了 咱们两个身居西游 弃云八成是不能杀 暗地里那个老家伙 这就是在折磨我们取了 白马听到熬猎这么说 也反应过来了 骂骂咧咧地说道 暗地里的狗东西 我师父可是取经人唐三藏 那可是未来 注定成为佛祖的存在 身后站着整个佛门 敢为那马大爷和师兄 你可要想好了 外边的观音菩萨 听到玉镜坪里的两个混蛋 都被雷电劈了个半死 竟然还在那里大放厥词 再次寄出一道神光 飞进玉镜坪的平身 这个时候 玉镜坪内 这个时候 玉镜坪内的事件 雷电暴增数倍 熬猎和白马 直接被雷电包围 最终形成两个雷结光碱 把这两个家伙笼罩了进去 这下 一龙一马 彻底遭不住了 熬猎对着天空破口大骂道 真是别脸不要脸 真当我龙族好欺负不成 当年咱龙族也阔气过 准圣自古以来 至少诞生过上百尊 就算如今没落了 也不是随便一只阿猫阿狗能欺负的 看我祖龙珠的力量 熬猎一拳打碎胸口的项链 一颗残破的珠子浮现出来 悬浮在熬猎的头顶 祖龙珠开始自主吸纳 这个世界的雷电和海水 庞佛要把这个世界的规则 给吸收干净 来补全自己受损的部分 观音菩萨这个时候 彻底慌了 他感知到 自己封印在玉境瓶内的底蕴之力 正在被那残破的龙珠吸收 直接有点遭不住了 自己停留在大罗 惊仙巅巅峰的境界 已经无尽岁月 怎么可能没有一点底牌 这玉境瓶内的准圣小事件 就是自己的道眼化尔程 凭着这道底蕴 自己甚至可以迎战准圣而不败 如今 那该死的熬猎 放出残破的祖龙珠 把本作的准圣事件 都快被抽干了 观音菩萨赶紧晃动玉境瓶 要把小白龙和白马吐出来 结果瓶内的祖龙珠 隔绝法则之力 最后 把整个玉境瓶内的规则 吞噬一空 这个时候 熬猎感觉到自己的浑身猛的一清 一双龙眼 也看到了高天之上的黑洞 连忙对一旁的白马说道 师弟 隐藏起来的虚空通道已经打开 这方小世界的主人 八成不在家 我们赶紧逃 就这样 一龙一马飞快地向天空中的大洞飞去 这个时候 唐三看到玉境瓶黯淡无光 瓶身上更是遍布了七道裂痕 一颗珠子泛着乌光 护着一龙一马从瓶口飞了出来 观音看到这一幕 眼神顿时冷了起来 一把就要把熬猎手中的祖龙珠摘走 结果 祖龙珠刚刚自主复苏 还没有陷入沉睡 就有个不开眼的 来抢自己的本体 这还了得 直接一道黑色神雷落下 观音菩萨直接被复苏的祖龙珠 劈得晕了过去 这个意外的变故 直接把一旁的木栅给吓傻了 这都什么情况 菩萨难道被雷劈死了 随即一把抓过空中击裂的玉境瓶 撒鸭子向西天去 刚显化的小白龙 看着目瞪口袋的唐三和孙悟空 尴尬地说道 师父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刚闯进了一个大能的秘境 请出龙族圣物 才逃过一劫 刚飞出秘境就回到阴仇剑了 这也太神奇了 难道 那位大能的隐居弟就在阴仇剑附近 唐三听到这里狂翻白眼 古怪地说道 敖烈 没想到你的底牌这么硬的 竟然把你们龙族的看家宝贝都带上了 敖烈却是苦笑一声说道 师父 这都是一言难尽啊 当年佛门选我当作骑 除了我这个傻小子 不知道内情 我估摸着 我爹包括几位书白 恐怕都知道 族内的老祖宗说过 这颗祖龙珠 在当年在先天三族的大战中 把自己的全部生机 融入了祖龙珠 然后 龙族以全族血脉之力 温养了这颗龙珠无数年 才让它初步恢复了 今天 徒弟也是被逼到绝境了 只好把它给寄了出来 没想到 龙珠已经恢复到 可以自主吸纳准圣道运 恢复自身的地步了 孙悟空古怪地说道 师弟 你们龙族就这么放心 把这种质宝 让你个小扑街随身携带 不怕宝贝被人得抢了 熬猎长叹一声说道 大师兄有所不知 这颗龙珠 凝炼了整个龙族的因果 当年三族争霸 造下的沙节夜里 就算是圣人 也不愿意沾染 我们全族为了洗礼这颗龙珠 已经历经了五个亮节了 加上现在的西游亮节 已经是第六个亮节了 这六个亮节 我足连一尊大罗金仙都 没有诞生过 谁要是想替我们龙族接过因果 我们龙族还不笑死 不用他来抢 我们龙族直接给他送上门 这个时候 唐僧古怪地看着 被劈晕过去的观音菩萨 无奈地叹息一声道 这玩意 菩萨你也敢抢 是真不怕死啊 观音菩萨这个时候刚醒来 就听到敖烈和唐僧的对话 气得直接再次晕了过去 敖烈看着身旁 浑身黑乎乎的观音菩萨 不敢相信得道 师父 这个黑珍珠 是观音菩萨 你可别骗我 唐僧叹了一口气道 小白啊 菩萨他看上 你们龙族的祖龙珠了 想夺走 结果被龙珠上的黑色神雷 听到唐三这么说 龙眼顿时亮了起来 古怪地说道 还有这好事 随即立马把自己身上的龙珠 扔到了观音菩萨的身上 还连忙作一道 多谢观音菩萨 您果然 不愧为大慈大悲之名 我熬炼 代表整个龙族谢你了 龙珠刚落在观音菩萨的身上 西天的灵山圣经气韵精莲 就枯萎了一株 如来佛族感知到这一幕 脸色狂变 很快就感知到 问题出现在观音尊者身上 随即听查三界发现 以自己的道泽法香 瞬间降临音仇见 这个时候 如来发现了观音菩萨身上的祖龙珠 散发的黑色闪电 不停地在融入观音的体内 唐三几人正准备启程 继续西行取经 突然发现 半空中出现了如来佛祖的法香 连忙失礼道 拜见佛祖 我正想带着几个徒弟 去西天取经 没想到佛祖亲自显化在音仇见 是上次的大战 咱们佛没赢了 不需要平僧再取经了吗 如来佛祖听到唐三的话 脸色顿时一黑 郑重地说道 西天取经 是我佛门的圣事 岂会轻易取消 三藏 你还是告诉我 这观音尊者 是怎么回事 唐三听到这脸 连忙说道 佛祖 平僧 佛祖 平僧也是很无奈啊 菩萨看上了 我徒弟熬猎的祖龙珠 就想抢走 结果被龙珠的黑色神雷给击晕了 其实 菩萨完全没必要惦记这宝贝的 平僧问过熬猎了 他非常愿意 把这祖龙珠送给菩萨 不用抢的 这不 我让熬猎把祖龙珠送给菩萨之后 就准备带着徒弟们 西天取经 结果 佛祖您就出现了 如来佛祖 一脸不幸的样子 狐疑地看向唐三 就差没有破口大骂了 阿弥那个佛佛的 秦缠子 你看本佛祖 有那么好骗吗 唐三看到如来佛祖 一脸不响的样子 也是颇为无奈 心里暗骂道 谁让这菩萨贪的 什么宝贝都敢抢 八成是玉镜瓶半毁 被气晕头了 眼看如来佛祖的眼神 逐渐弥漫出危险的气息 唐三只好举起手道 我唐三向天道立誓 刚才所说的话 皆为真 如果有不实之处 愿受雷伐之行 唐三话音刚落 音愁见上空平地 起了一道惊雷 如来凝重地看向高天 心里惊诧道 天道竟然回应了 看来真是观音尊者 见到那祖龙珠 动了不该动的心思 这个蠢货 不知道那颗祖龙珠上 有多大的因果吗 如来这个时候 叹息一声 拿出一枚舍利 飞向敖烈 郑重地说道 敖烈 龙族的祖龙珠 既然在你身上 那关于祖龙珠的因果 你自然知道 佛门扛不住 你们龙族的业力 祖龙珠还是收回去吧 这颗大罗级舍利 算是佛门的赔礼 有些事情该适可而止了 敖烈接过舍利 甘大地说道 佛祖明鉴 龙族可没有坑害 佛门的意思 实在是大慈大悲 观音菩萨 想要这宝贝 敖烈就代表龙族 把这东西送给菩萨了 如来佛祖听到这脸 气得差点没有一巴掌 拍死敖烈 冷声说道 谁不知道 你们龙族的祖龙珠 凝聚了滔天的因果 就算你师父 发下天道誓言 本佛祖也不相信 观音尊者会抢这玩意 唐三这个时候 郑重地说道 佛祖 这可不一定 我们佛门有两位菩萨 让贫僧十分敬佩 一位是发下 地狱不空 是不成佛大愿的 地藏王菩萨 另一位 就是观音菩萨了 在凡间观音菩萨 可是号称大慈大悲 要说观音菩萨 不知道祖龙珠的因果 我唐三也是不信的 不过 有没有可能 菩萨看到龙族身陷 劫难无尽岁月 想为龙族减轻一点负担 毕竟 这可是大慈大悲 观音菩萨 如来佛祖听到这脸 沉生道 三藏 你还是让敖烈收回祖龙珠吧 那一刻设立 足以斩断观音尊者 和龙族的因果了 唐三听到如来佛祖这么说 古怪的一笑 佛祖 早在长安城平僧 就改名叫唐三藏 曾发誓 这一世要藏下这世间的不公 如今 您拿出宝贝抹出因果 的确公语 敖烈 赶紧把你家的宝贝收起来 万一再让别人抢了 该咋办 敖烈收起祖龙珠后 观音菩萨身上的黑色雷电 也消失了 如来佛祖的法身 挥出一道佛光 打进观音菩萨的体内 他终于醒了过来 观音这个时候 神魂感知到自己的惨状 立马祭出三光神水洗礼自身 一刻钟之后 观音菩萨终于暂时恢复了 看到如来佛祖后 观音菩萨连忙做了一个仪 拜见我佛 然而 刚说出这句话 观音菩萨的嘴里 就开始冒出黑烟 看得唐僧古怪无比 喃喃地说道 这黑珍珠 不对 这菩萨 怎么嘴巴 还在冒黑烟 如来佛祖这个时候 叹息一声道 三藏 本佛祖和观音尊者 这就返回灵山了 你还是带着徒弟 继续西行吧 如来佛祖带着观音菩萨 回到了灵山 一路来到八宝宫德池 看守八宝宫德池的响龙罗汉 看到佛祖 把一个散发着黑色雷电的家伙 扔进宫德池 顿时说道 佛祖果然强大无比 又抓了一个大罗金仙级别的妖怪 未来我们佛门 将越发强大 如来佛祖看着降龙罗汉 露出一副古怪的眼神 随即就离开了八宝宫德池 这个时候 降龙罗汉 看着八宝宫德池冒出黑烟 怪笑道 这可是 我们佛门的八宝宫德池 任你这个老妖 何等强大 还是得被洗礼炼化 最后一心向佛 八宝宫德池中的观音菩萨 听到降龙罗汉的话 气得直接吐出一口倒血 最后冷冷地看向降龙罗汉 一招手降龙罗汉 就飞进了八宝宫德池 降龙罗汉这个时候 发现自己竟然飞进了八宝宫德池 顿时激动起来 可惜半丝功德之力 都没有流入其体内 叹息道 看来 这次本罗汉 还还是没有资格 享用灵山的功德之力 就在这时 降龙罗汉发现自己的面前 出现一片雪白 立马激动起来 嘎嘎怪笑道 这回还是个女妖怪 不对 是女菩萨 安降龙罗汉 愿意助你一臂之力 帮你拔出因果业力 观音菩萨这个时候 冷笑一声 降龙 你可真是个大好人啊 你自己说说 你冒犯本菩萨多少次了 降龙罗汉 看到八宝宫德池里的妖怪 竟然是观音 脸色立马惨白起来 苦喊道 观音尊者 这都是误会啊 我降龙 那敢亵渎你啊 你就饶了小僧吧 观音菩萨 今天差点被取经人团伙给气死 回到灵山 还被这降龙叫了半天女妖怪 佛可忍 菩萨不可忍 哪里是观音菩萨的对手 差点没有被揍得 直接翘辫子 最后 被观音菩萨一脚 给踢出了八宝宫德池 可怜的降龙罗汉 被观音菩萨揍得胖了三圈 头上都被揍出来几十个宝 看得灵山众盛 也是一脸无奈之色 降龙罗汉 一蹶一拐地走进大雄宝殿 向如来佛祖试了一礼道 佛祖救命啊 你老看看 我降龙这张英俊的脸 都被观音尊者打成什么样子了 如来看到观音 在降龙罗汉身上 留得大罗印记 也是苦笑一声 降龙尊者 你 降龙罗汉 你已经两次犯下口验 才有金玉之节 你这次需要自剁 时候到了 自然因果自消 此时 唐三骑着白马继续西行 半途中 几团功德金云 从高天之上显现 落在师徒几人的身上 小白龙看着西游路上的 第一团功德 略显犹豫 就把功德金云 打进祖龙珠之中 看得唐三颇为无奈 啥时候能填满 那可是半个量级的因果呀 唐三 随即丢给熬练了几颗 八转金丹 说道 赶紧把修为提起来 你身为龙族的真龙一脉 连你马师弟都打不赢 这样下去可不行 等你把这几颗金丹消化了 差不多也可以练花 那颗大罗舍利了 走到临山之前 必须给维师 把修为提升到大罗境界 否则 维师可丢不起这个人 熬练苦笑一声说道 师父 咱们都去临山酒烫了 只有大师兄 达到过大罗金线出气 我龙族如今受到天道压制 没可能突破大罗金线的 唐三听到这脸 直接翻了个白眼道 原始天尊的徒弟 黄龙真人 是不是大罗金线 玉皇大帝的龙脸 那九条真龙 是不是大罗金线 至于东方青龙 更是身具准 盛大能果位 你们龙族的修行路 从来都没有断 只是比较难而已 身为贫僧的弟子 贫僧相信 你熬裂不弱于龙 熬裂听到 唐三这么说 看着手里的几颗金丹龙眼一转 一把就给吞了进去 一颗八转金丹的灵力 就堪比一尊金线的力量 结果熬裂 直接把龙罩里的七八颗金丹 全吞了进去 这一下差点没有把它撑爆 这时 祖龙珠撒下一道光芒 才稳住了熬裂 即将爆炸的龙躯 最后 熬裂一声龙啸 龙躯上的气势 瞬间拔高两个小金线 直接突破到了金线后期 这一幕 看得白马浑身冷汗直流 吐槽道 熬师兄太狠了 这直接把八转金丹全部吞了 等一口吃了七八个金线啊 没想到他真扛下来了 唐三淡淡地说道 个人有个人的远法 赶路吧 师徒三人 外加一匹白马 继续西行 十几天以后 终于来到一个禅院 孙悟空一看 直接乐了 连忙喊道 师父 这是观音 那老娘们的禅院啊 他刚被小白龙的祖龙珠坑的 差点撬辫子 这一难 可是 他自己的禅院 师父 你说观音还会来不 唐三怪笑道 不来正好 那个悟空 你先去把那只偷家杀怪给弄过来 咱们直接走观音的路 让他无路可走 孙悟空听到这里 古怪地笑了起来 一个金斗云 飞越数十里 来到一处妖怪的洞府 随即 开始喊了起来 老兄 俺老孙来看你来了 赶紧起床了 洞内的黑熊精 听到洞府外的动静 立马就冲了出来 怒吼道 哪里来的妖怪 竟然敢闯俺老黑的洞府 活腻了 孙悟空听到这里 古怪地笑了起来 老兄 可认得俺齐天大圣孙悟空 黑熊精一看 怪笑道 这不是咱们近代妖族的传说 齐天大圣孙悟空吗 到底是谁给你的勇气 竟然赶上天抢玉地的位置 你这把玩的是真话 当年差点没有下碎咱老兄的熊胆 孙悟空听到黑熊精这么说 猴脸难得地红了起来 尴尬地说道 那时候 俺老孙刚出世没多久 少不更事 加上一大堆 仙神都等着俺老孙去屏障 就这样入了他们的套 俺老孙现在算是明白了 这世界上最长的路 就是上面的套路 最后被逼无奈 俺只好答应那群老怪物 保护唐僧去西游 幸亏俺师父对俺还不错 要不然 真不知道以后的猴生该怎么过 老兄 北巨卢州 才是我们妖族的地盘 你一个太义精先级别的妖神 咋跑到西游路上来了 每次亮节 都是狮山血海 你咋还往这上面凑呢 不会是看上俺师父的唐僧肉了吧 黑熊经听到孙悟空这么说 立马急眼了 怒声道 谁愿意来掺和这事了 还唐僧肉 咱老熊 都是太义精先级别的妖神了 用得着那破玩意 西方佛界这次是疯了 在北巨卢州 大规模散布消息 说吃了你师父的肉 可以长生不老 凡是达到真仙境界以上大妖 谁还需要那玩意 不过咱们妖族 还真是可悲 佛门愣是忽悠了数十万 真仙境以下的小妖 来到西幽路上 他娘的 佛门就是在拿我们妖族当祭品啊 至于稍微强一点的大妖 佛门这些年是菩萨 罗汉齐初 这不 老熊我就是这样 被观音那老娘们 抓来的 俺老熊不服啊 凭什么我们妖族 就只配当佛门的棋子 孙悟空这个时候 郑重地说道 老熊 同为妖族 俺老孙 也不想同事操歌 你就说 观音菩萨给你安排的什么任务吧 黑熊惊叹了 一口气说道 还能是什么 当然 是把你师父的袈裟偷懒 然后再被观音给降服 给他当守山大神去 孙悟空听到这里 顿时无语了 老熊兄弟 那观音坑你呢 狗屁的守山大神 这他娘的 就是看门狗的活 就算是二郎神的那只孝天犬 恐怕也不会干这活吧 那观音 简直欺人太甚 难道 你就那么喜欢去给他看门 黑熊惊叹了 一口气说道 俺老熊在北剧卢州 小日子过得好好的 有两个媳妇三个啊 一家子不要太舒服 这都是天降灾结 谁让咱打不过那观音啊 太坑熊了 孙悟空这个时候 眼珠子一转说道 老熊 想不想回北剧卢州 黑熊经听到这里 眼泪都快流出来了 郑重地说道 侯哥 只要你有办法 让俺老熊脱离那观音菩萨的魔掌 以后你就是俺大哥 孙悟空怪笑道 好说 都是妖族一员 俺老孙能救则救吧 对了 附近还有其他妖族兄弟吗 要是有的话 俺老孙帮你们斩断一切因果 送你们一起回去 黑兄弟听到孙悟空这么说 连忙感叹道 侯哥 您真是一只好妖啊 简直是我们妖界的楷模 这附近 这附近还有花蛇和苍狼两兄弟 他们是和老熊一起被观音那老娘们抓来的 这两个兄弟 可是修道的 在北剧卢州时常祭拜三清圣人 他们甚至在北剧卢州 建造了一个三清关 两妖一直在灌内修行 结果 不提了 往事不堪回首 随着黑熊经的传音 不多时 两位道人就来到黑熊经的洞府 花蛇道人和苍狼道人 连忙向黑熊经施理问道 大哥 这么急匆匆召唤我们俩过来 所谓何事 黑熊经郑重地说道 侯哥有办法送咱老熊回北剧卢州 咱们是一起来的 自当一起回去 两个道人听到孙悟空有这本事 连忙向孙悟空施理道 花蛇 青狼 多谢齐天大圣 孙悟空听到这里 古怪地看着两个妖怪道 你们两个认识俺老孙 青狼道人凝重地说道 当年齐天大圣大闹天宫 谁人不知 你可是咱们妖界的头号明星 孙悟空听到苍王这么说 苦笑一声说道 两位兄弟谬赞了 俺老孙自家人 知道自家事情 如今 几位兄弟 还是随俺老孙 去观音禅院吧 等度过这一劫难 你们也可以返回北剧卢州了 就这样 孙悟空带着几个妖怪 向观音禅院而去 观音禅院门前 自孙悟空离开以后 唐三就想起禅院里的金池长老 特别喜欢宝贝 眼珠子 一转对熬猎说道 熬猎 你们龙宫的财宝比较多 用那些亮晶晶的宝贝 配着一些上等的布料 给师父炼制出来几十件袈裟出来 熬猎一听 立马说道 师父 一些梵物半壳中搞定 您老就瞧好吧 唐三这个时候 以自身玄仙级灵石 感知到地底三公里处的石头 黄金含量不小 立马利用地底金矿 炼制出来几十个金盘子 然后 又再次用地底玉彩 炼制出十只 散发着五彩霞光的玉碗 半刻钟很快过去 孙悟空脚踏金斗云 和黑熊金几个妖怪 按下云头 走了下来 唐三看到这一幕 叹息一声说道 佛门这回真够过分的 就这一难 竟然安排了三只大妖 你们放心 平僧这辈子 最恨的 就是持强凌弱 平僧代表佛门 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 平僧追求的 就是一个公平 这个时候 唐僧向前走去 敲响了观音禅院的大门 两个小和尚 很快打开了大门 唐僧看到后 连忙施礼道 阿弥陀佛 两位小施主 平僧唐三藏 自东土大唐而来 前往西天 杀佛抢金 两个小和尚 听到这脸 直接给吓晕了过去 黑熊金看到这这一幕 顿时无语了 立马吼道 金池 俺老熊来找你喝茶了 你就不出门盈盈的 金池长老在禅房里 听到门口黑熊金的喊声 也是颇为奇怪 这黑熊 今天怎么 开始讲理解 走正门了 简直是稀奇啊 随即起身走出禅房 向禅院外正门走去 金池长老刚 走到正门口 黑熊金就嚷嚷起来 金池方丈 你还真是个废物啊 人家东土大唐的圣僧 来你们禅院拜菩萨 结果 你这两个废物徒弟 直接被吓晕过去了 真给俺老熊丢人 以后你别说认识俺老熊 唐三这个时候 双手合十道 方丈 平僧有礼了 金池叹息一声道 圣僧 老僧知道你 去西天拜佛 求取真经 如此重大的使命卫神魔 没有让老僧去 反而让你去了 老僧真的想不通 算了这事 都过去了 主委先进禅院吧 刚好熊施主 几位也来了 我们今天可以一起参禅悟道 走进正殿之后 唐三拜完佛 组合观音菩萨的 金身雕像后 就走了出来 金池长老 带着一行人 来到偏殿之中 众人落座以后 老熊震声喉道 金池 咱老熊饿了 先给俺弄点吃的吧 金池挥了挥手 一众小和尚 开始去准备摘饭 不多时 就把摘饭端了过来 唐三这个时候 古怪的一笑道 既然金池大师 准备摘饭 平僧也给诸位 准备了一些餐具 随即把后背上的包裹 扔在了桌子上 震声说道 熬烈 把餐具给几位施主摆上 当熬烈把黄金大盘 和散发着五彩霞光的浴碗 放在桌子上的时候 差点没有亮瞎 金池长老的太和金狗眼 他长叹一声说道 不愧为东土大唐来的圣僧 果然物产丰富 唐三法大度地说道 金池长老 既然喜欢这些小玩意 平僧就送给你了 金池长老听到这脸 连忙道谢 一众人用完斋饭后 金池长老叹息一声道 圣僧 你知道吗 曾经 平僧问过观音菩萨 为什么佛门的取经人 不能是我 要知道 我可是观音禅院的住持 负责周围数百里姓名 更何况 观音菩萨 是负责整个取经任务的 他可是咱金池的顶头上司 怎么说 咱金池也算是 菩萨凡间的代言人 要不然 也不可能活了两百多岁 没想到 菩萨竟然去东土 选择圣僧你为取经人 咱金池不甘心啊 唐三听到金池的吐槽 古怪的一笑道 我说老金啊 那你拜了菩萨两百多年 菩萨就没给你个回复 金池长老苦笑一声说道 菩萨 曾经入梦告诉金池 说我金池的相佛之心不够 需要继续修行 孙悟空听到这里 嘎嘎笑了起来 我说金池和尚 那是菩萨骗你的 你还真信了 金池听到这里直摇头 连忙说道 那不可能 佛门不可犯口厌 那可是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 他不可能骗老僧 唐三叹息一声说道 金池 什么 向佛之心不够 你的身后 只是观音菩萨 在灵山圣境 至少有数十圣灵 比他的话语权更硬 比如贫僧 身后站的可是 灵山圣境的扛把子 如来佛祖 咱上面的人菩萨得罪不起 只能哄骗你了 比如 你看到的这只猴子 是贫僧的大徒弟 他可不是一只普通猴妖 而是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 金池长老 你说咱们出来混 最讲究的是什么 金池长老听到唐三这么问 连忙回道 那 当然是 那 当然是道义 我佛门做事道义为先 唐三听到金池长老这么说 脸色顿时黑了下来 骂骂咧咧的说道 老金池 你整天想什么呢 我们出来混 讲究的是背景 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 你终其一生 只为成佛 却不知上边佛陀位置有限 一大堆罗汉菩萨排着队呢 让你去西天 也不可能成佛 白白浪费西天取经的机会 所以 别说菩萨不帮你 就算他帮你 你也干不了取经人这活 金池长老听到这里 彻底傻了 难难道 世人笑我太疯癫 我笑他人看不穿 我他妈的 自己也看不穿啊 圣僧 我呜透了 胳膊拧不过大腿 成佛之路太远 我之后 还是做一个俗和尚吧 唐三听到这里 古怪地笑道 原之一 自罪是奇妙 既然金池大师有此志向 那平僧刚好有一批俗物 请金池长老 鉴赏一番 熬炼 把为师真藏的袈裟 都给亮出来 为师要和诸位佛友 一起欣赏珍宝 眨眼间 数十件绽放着神光的袈裟 浮现在半空中 当然也包括自己那件锦蓝袈裟 金池长老 眼睛都亮起来了 喃喃地说道 圣僧 这些袈裟 都不是凡间之物吧 唐三振振有词地说道 那是自然 这可是西海深海残土出的残丝 被龙女做成了布料 其材质水火不清 加上每件袈裟上 绣了九颗灵珠 和一棵万年珊瑚树 就算是凡人 披上这些袈裟 也可以多活一百年 金池听到这里 叹了一口气道 果然是好宝贝 可惜如此珍宝 我金池却有点买不起的 黑熊精听到金池长老这么说 连忙说道 金池老友 圣僧已经拿出来这些宝贝了 岂会让你空手而归 唐三看着金池郑重地说道 金池长老 除了桌子上这件袈裟 贫僧需要自己用 剩余的所有袈裟 今天贫僧全都送给金池长老 贫僧害的你 没有当上取经人 深表遗憾 这些宝贝 足以让这观音禅怨 成为数千里内第一大寺庙 金池长老看着唐三一脸真诚的样子 郑重地说道 圣僧 您的师父是如来佛祖对吧 不错 叹息一声道 圣僧的师父乃是如来佛祖 自己又是取经人 看来这一世注定成佛 而我金池如今凡人一个 恐怕要不了多少年 就要魂归地府 我金池如今也看透了大事 以后只想活着 老僧愿意把这观音禅怨 改成三藏庙 并且 以这三十八件袈裟为基 在为圣僧铸造童等规模的寺庙三十七座 为圣僧凝聚人间信仰 祝圣僧不坠红尘 唐僧听到金池长老的愿望 轻声孝道 长生睡难也难 说简单也简单 不过金池长老愿意改换门庭 我唐三也不能什么也不付出 随即大手一挥 院子里的假衫 随即变成了一尊石鼎 随即凝雾成水 注入石鼎之中 最后又拿出一颗八转金丹 融入石鼎之中 石鼎中的灵气开始散发而出 逐渐覆盖整个观音禅院 随即不再扩散 做完这一切 唐三再次看向金池长老道 金池 这顶无根之水 你只需要喝上一小杯 就可以成为真仙境佛兵 如果喝上三杯 就可以立地成就天仙道果 你可以喝上三杯 其余人 等你可以赐予一杯 不过三界之内 不成金仙 寿元只有一个圆会 即十二万九千六百年 黑熊精看着金池惊喜的样子 笑了起来 老友 你都等了两百多年了 现在还等什么 成仙之时 就在今日 金池听到这里 拿起一个玉碗 就冲出了禅房 跑到石鼎前 就把玉碗伸了进去 捞起一看 玉碗被石鼎炼化 成了玉碑 一杯散发着灵气的灵液 出现在金池的眼前 金池直接一饮而尽 然后又是两杯 灵液灌下肚子 金池八十多岁的模样 开始逆生长 最后稳定在三十岁左右 这个时候 金池拿着玉碑 继续向石鼎里咬去 结果咬了几十次 再也没有出现半滴灵液 唐桑看到这一幕叹息的 人性是贪婪的 古人成不起我 金池 你如今已经一步生险 还是天仙致敬 无缘了 唐三如红中般的声音 顿时震开了金池心头的迷雾 金池一身冷汗 喃喃地说道 原来堪破大道迷雾 才能凝聚天仙道果 今天太危险了 金池长老的天仙道果 终于凝聚 一股出生的天仙气息 横扫数百里 黑熊经常叹 一口气说道 老金池 机缘不错 没想到你一介凡人 如今也成仙了 金池长老这个时候 高颂一声佛号 阿弥陀佛 今日方知我是我 圣僧多谢了 以前都是老僧坐井观天 区区凡人 竟然望谈成佛 说完这句话 金池长老手中 飞出一道霞光 观音禅院四个字 直接变成了三藏禅院 大殿中的菩萨精神 立马被移出正殿 落在偏殿之中 然后再次挥手 禅院外的石山 被一股仙道神力炼化 最终变成唐三的精神 飞进了正殿 这时 远在洛家山的观音菩萨 正在奇怪 唐僧师徒 为什么不来洛家山 搬救兵 忽然感知到 自己在观音禅院的香火 和信仰之力 直接降到了冰点 观音叹息了一声道 这取经人 就没有安生的 难道这回观音禅院 已经被烧了吗 本菩萨的好处又要来了 那只黑熊精本菩萨 可是看上很久了 这可是太义精仙级别的妖王 当年为了把他 带到西游路上凑一难 如来佛祖 差点和老坤蓬干起来 如今 果子成熟了 该去收果子了 观音菩萨带着木爪 就向黑熊洞而来 不到半个时辰 观音就从洛家山 赶到了黑熊洞 结果洞府里光秃秃的 连小妖都没一个 木爪看着洞府那一片狼藉 喃喃地说道 菩萨 您养的黑熊 好像丢了 观音菩萨冷笑一声说道 丢了 不存在的 随即 观音菩萨开始 随即 观音菩萨开始推演天机 黑熊精可不是取经人团队 很快黑熊精的气息 就被观音推算了出来 观音菩萨驾起祥云 带着木爪 向观音禅院赶来 刚到观音禅院上空 木爪直接惊呆了 简直就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连忙说道 菩萨 难道我们走错路了吗 这下面不是您的禅院吗 这次来 怎么变成三藏禅院了 观音菩萨这个时候 也是被气得脸色漆黑 直接在禅院的上空显化 唐三看到观音菩萨的显化 连忙喊道 观音姐姐 你怎么来了 这一难 我们已经自己度过去了 刚开完服役会 我们准备今天住宿一晚 明天继续西行 观音菩萨听到这里 脸色顿时黑了 心里怒声道 好你的金铲子 前边几难 你就把功德给抢了个干净 如今 这观音禅院这一难 可是在本菩萨的地盘上 岂能让你轻易胡弄过去 想到这里 观音沉声说道 三藏 你能告诉平僧 这观音禅院 为什么变成你的禅院了吗 这是不是不太合适 孙悟空听到观音菩萨这么问 连忙说道 菩萨这可怪不得师父 怪你自己 这金驰长老拜你了两百多年 如今还是凡人一个 要不是师父慈悲 祝他成就天仙 他就要老死在岁月里了 这不 金驰长老如今的愿望 只是长生 师父就赐予了他一个圆会的生命 金驰长老感激俺老孙师父的恩德 就把这观音禅院 改成了三藏禅院 当菩萨不为信徒做主 不如回南海种红薯 不要怪金驰长老 他只是想要活着而已 而你却不愿意成全他 观音听到孙悟空这么说 目光落在金驰的身上 缓缓说道 金驰 本尊记得不错的的话 你的志向不是成佛吗 金驰长老听到观音菩萨这么问 连忙向他一拜说道 菩萨在上 以前金驰是井底之蛙 区区凡人 一个望谈成佛 真是一笑大方 如今金圣僧开导 顿然醒悟 连小僧的信仰观音菩萨 都没有证到佛陀之位 小僧又有什么资格谈成佛 今时今日 小僧终于明白 活着才最重要 观音菩萨听到金驰这么说 扯到唐三的是一片混沌 最终 看向金驰说道 那你也不能 把本座的禅院 改成三藏的禅院 这不合规矩 要知道这方国度 都是本菩萨的地上神国 唐僧听到这里尴尬地说道 观音姐姐 恐怕以后周围数千里的佛门信仰 都归贫僧了 金驰长老 要为贫僧 再修建三十七个这个级别的禅院 观音菩萨一听 脸色顿时绿了 连忙向唐三传音道 三藏 你如今还没呈现 信仰之力对你无用 何况 你在本菩萨的神国之中闹事 是不是不太合适 唐三郑重地说道 观音姐姐 别说贫僧不给你面子 那三十七处三藏禅院 可以不见 但是这处禅院 必须是我的 因为这事 贫僧可是损失了一颗八转金丹 你也知道 当年悟空弄点金丹 遭了多大罪 观音菩萨听到这里 叹息一声说道 算了三藏 咱们就此成交 不过 你们不要再闹幺蛾子了 赶紧去西行取经 就在这时 观音菩萨再次开口了 矜持 如今你堪破红尘苦海 明目极甚 这是你的机缘 从此 这里 就是三藏禅院 和平僧再无因果 观音菩萨这个时候 目光落在黑雄精身上 黑雄精 你近些年一心向佛 颇有慧根 本座欲收 你为座下守山大神 黑雄精听到这里 直摇雄头 连忙说道 菩萨 你就放过俺老熊吧 如今西游亮节 因果已消 俺想回北聚如舟 陪俺的两房老婆 和三斗瓦 至于您的守山大神 俺老熊是再是干不了 俺是黑雄 不是俺那老表石铁兽 您那洛家山的竹子 俺实在吃不惯 观音菩萨听到这里 脸色顿时冷了下来 拿出来一个银沽 悠悠地说道 黑雄精 你是只聪明熊 去洛家山当山神 就是你的宿命 卧槽 黑雄精被观音菩萨吓的 直接抱了个粗口道 圣僧 你们佛们的菩萨 就这个样子 俺老熊不从他 他就想对俺老熊用墙 摇了摇头道 菩萨 这不合规矩 强扭得瓜不甜 黑雄精不愿意跟你走 还是放他回北聚炉州吧 观音菩萨这个时候 沉生说道 三藏 此地诸事已毙 你该离开了 至于这只黑雄 他命中注定 给本座当守山大神 唐三听到这里 顿时火了 骂骂咧地说道 观音 你这个老娘们 给你脸了 平僧这辈子 最看不起的 就是持强凌弱之徒 今天平僧 就为黑雄老弟 争一个公平 你要是识相的话 就此退走 你要是不给平僧面子 有什么手段都使出来吧 平僧全都替黑雄兄弟接着 唐僧的话 声传数百里 连天庭和灵山圣经的诸佛 都惊动了 纷纷降下 神识落在唐三的身上 镇元大仙看着唐三 心头嘀咕道 这金铲子 也没有恢复修为啊 哪来的胆子 胆硬刚辞行的 观音菩萨看着唐三冷笑道 问本菩萨要公平 三藏你行吗 如果你恢复前世的修为 也敢向本座叫嚣 话音未落 观音菩萨半步准圣的威压 向唐僧镇压而下 如来佛祖看到观音菩萨下 狠手脸色骤变 传音道 观音尊者 这一世的金铲子 还没有反本还原 你这样出手 恐怕会招来天道劫雷 不对 金铲子为什么没事 如来佛祖再次看向金铲子 最后长叹一声道 观音尊者 本佛祖徒弟身上 果然有秘密 怪不得明知你的修为 还是敢和你叫嚣 他只承受了 玄仙境界的力量 自身丝毫无损 唐三在这个时候 也感受的 一股毁天灭地的气势 向自己压来 最终 自己只感受到了 玄仙境道运 顿时松了一口气 自己身上的这件 兔皮大衣 在离开阴仇剑后 就出现了八个上古神闻 命运之下 终生平等 自己曾让大徒弟孙悟空 全力一棒打向自己 结果 自己只感受到了 玄仙境界的波动 金铺棒被自己的肉身 直接反弹了出去 这才是自己最大的底牌 那滴血连六圣之手 太上圣人 都无法炼化 本身就说明其中的问题了 唐三这个时候 看向观音菩萨说道 观音菩萨 这三藏禅院 可是贫僧的财产 今日 你我纵天一战 你赢了 黑熊金你临走 你要是输了 放黑熊金回北巨卢州 随即 唐僧静止飞上高天 这一幕 直接把暗中的众多大能看傻了 您和老祖常叹道 如今的金铲子 这魔勇的 看他的秀为波动 不过是刚恢复到玄仙 那观音可是半步准胜 就算 他有点前世的抵御 恐怕也撑不了多久 镇元大仙这个时候 却是说道 金铲子这一世 只是有点忙 又不是蠢 他竟然敢挑战慈行 八成有制约他的手段 老道估摸着 今天慈行恐怕要吃亏 这个时候 观音菩萨也飞向高天 玉境平演化四海之水 弥漫在高天之上 庞佛要把唐三给炼化掉 唐三却是撇了撇嘴道 花里胡哨 看贫僧一掌 唐三的肉身 横度法则海水 直接一巴掌 打在了观音菩萨的脸上 卧槽 师父 他 师父 他这么强的 不应该啊 看其散发出的波动 分明只有玄仙出气 观音菩萨身上散发的气息 比俺老孙都恐怖 妥妥的大罗金仙级别的强者 这场大战 俺老孙有点看不懂啊 孙悟空看不懂 可是满天大能 却是看懂了 别看观音半步准胜的气息 横扫高天 那金铲子感受到的力量 却只有玄仙级威力 和金铲子流露出的大道波动 在同一水平 明和老祖 看着如来佛祖的神识 分身怪笑道 小和尚 你的你徒弟不错呀 这种可以压制大罗金仙的宝贝 都赐给金铲子了 本老祖记得不错的话 你老旧金翅大棚 雕就在西游路上 你不怕 你那老旧 也被取经人给吃了 如来佛祖的神识分身 听到明和老祖的话 脸色瞬间黑了下来 急忙向观音传音道 观音尊者 速退 这一世的金铲子 身上八成有众生平等一类的禁器 你在悬仙境界的时候 肉身修为不如他 赶紧撤退 要不然来不及了 可惜 观音菩萨 此事已经撤不下来了 整个人被唐僧提着脑袋 从东轮到西 从南轮到北 被揍得浑身肿胀 天庭的众多仙神 通过玉皇大帝的浩天镜 正在看现场直播 看到观音菩萨 被揍成这个惨样 下巴差点没有掉在地上 二郎神磕磕巴巴地说道 观音菩萨 就这样在三界大能的眼皮子底下 被圣僧揍成了肿猪头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 南极仙翁却是淡定地说道 活该 这就是叛徒的下场 就在这时 观音菩萨身上的法衣 在众生平等的力量之下 也归于了凡尘 直接被唐三砸 成了飞灰 这下 唐三直接傻眼了 看着半裸的观音道 好白 孙悟空也嘎嘎怪笑道 确实挺白的 不过 还是不如 暗花果山的母猴子 观音菩萨听到这脸 气得直接晕了过去 唐三吐皮大衣上的八个神闻 这个时候 也黯淡了下来 此时的唐三欲哭无泪 神闻隐去后 自己的手上 宛如抱了一只凶兽 阵阵大逻辑的威压 让自己的浑身直转睛 然而 唐三没有表现出来 反而怒吼道 平僧这有个只穿沙衣的菩萨 没人要的话 平僧要把他迈到凡间一红院去了 如来佛祖 听到自己便宜徒弟的怒吼 黑着脸走了出来 怒声道 三藏 你和观音尊者 就是切磋一下 下如此狠手 有点过分了吧 唐三听到这脸 尴尬的鼠道 佛祖 观音菩萨什么修为 平僧什么修为 我这三脚猫的手段 哪里是菩萨的对手 一上来 只能近身肉搏了 没想到菩萨这么让我 竟然让我赢了 为此 他甚至震碎了自己的法衣 看得平僧心里扑腾扑腾狂跳 佛祖 你赶紧把观音菩萨弄走吧 他这大庭广众之下 如此伤风败俗 成何体统 如来佛祖听到唐三这番话 差点没有被这个 秘途气死 随后 挥出一道佛光 收走了半裸的观音菩萨 眨眼间便消失在高天之上 灵孝宝殿内 托塔天王看着半裸的观观音菩萨 哈大子 都快流出来了 杨简古怪的笑道 托塔罗汉回回神 你不是喜欢上这观音菩萨了吧 你要是喜欢的话 要不要杨简 帮你撮合撮合 托塔天王听到杨简这么说自己 浑身出了一身冷汗 怒吼道 执法天神 你又污蔑本天王 本天王要和你单挑 伍德兴俊看到托塔天王气得要发疯 连忙拦住他喊道 天王 不要啊 托塔天王怒声道 伍德兴俊你放开我 今天我托塔天王 要和执法天神拼命 伍德兴俊这个时候怒吼道 李静 你他娘的疯了 你不过是太乙金仙的修为 执法天神已经正到准胜 你打得赢人家吗 哪吒三太子这个时候怪笑道 伍德兴俊 你快放开本太子的父王 他有玲珑宝塔 搞不好能赢 赶紧让他挑战一把二哥 把场子找回来 随即 哪吒又向杨简传音道 二哥 等会李静要是敢冲上来 帮小弟个忙 先把他那破塔给踢了 我已经被他拿着那破塔 欺负无尽岁月了 南极仙翁赶知道哪吒的传音 心里苦笑道 这哪吒还真是一个大孝子 天界的风波还没有结束 人界高天之上 唐三飞下高天降临在三藏禅院之中 黑熊精连忙跪在地上 向唐三风狂磕头 苦喊道 圣僧 您就是俺老兄的再生父母 多谢您叫俺老兄 还有两个兄弟 脱离观音的魔掌 唐三听到这脸 瞬间无语了 心里暗骂道 掉毛的再生父母 你是头黑熊 咱唐三可是正儿八百的人族小伙 想到这脸 唐三连忙说道 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 我唐三这一事 讲究的就两个字 公平 好了 黑熊精 你们三兄弟 该回北巨卢州了 苍王和青蛇这个时候 也连连向唐僧和孙悟空叩手 随即 黑熊精三腰 向北巨卢州而去 唐三随即看向金池长老道 金池 天下间无不散的宴席 如今 我们也到了分别的时候 平僧也将前往西天取经 金池看着唐僧远去的背影 叹息一声道 没想到这位圣僧 竟然能压着观音尊者暴揍 看来自己的选择没有错 然而 唐三忘了交代他 和观音菩萨的约定 金池长老 开始疯狂扩张三藏庙和禅院 以至于后来 临山诸佛 差点没和如来佛祖闹掰 唐三一行人 翻山越岭 走了一个多月 终于来到了一处村庄 白马看着前方的村庄问道 师父 前面有村落了 最近 咱们钻了一个多月的山林子了 都快淡出鸟了 我们得在这个村子里 好好搓一顿 唐僧法儿郑重地说道 小白啊 这里可是高老庄 是你二师兄的地盘 不要在这里给威士丢人 随即 唐三带着一行人 来到了高家庄 就在这时 就在这时 高太公哀声叹气地走到村口 叹息道 那个猪妖太厉害了 又一个法师一去不回 这可如何是好 唐三这个时候 带着诸位徒弟 一步来到高太公的身前道 这位老人家 因何事发愁 是附近有强人吗 高太公叹息一声说道 圣僧 你有所不知 我们这高家村附近百里 都没有妖强人 但是 却有一只猪妖 祸害我们高家村 唐三听到这里冷声道 老赵 这猪妖 可曾在高老庄商人 高太公听到唐三如此问 缓缓摇了摇头说道 那倒是没有 那贫僧再问你 这猪妖可曾偷到高家村的钱财 或者抓高家村的牲畜 高太公听到这里 再次摇头说道 那也没有 其实这个猪妖 一开始还是挺好的 帮助我家干活 一个人能顶二三十个人干活 虽然一顿 能吃一百多个馒头 但是确实能干 恰好 小女今年十八岁 小老便有了 招她做上门女婿的想法 结果在大婚当天 她竟然献出猪像 直接把老小的女儿 给吓晕过去 小老这是上辈子 造了多大年 才引狼入世招 一个猪妖做上门女婿的 现在我那女儿 成天以泪洗面 小老也没办法了 只好花重金情法师 去解决那只猪妖 结果没有一个能回来的 圣僧 你可愿意降妖 我高太公愿意 以五百两文银作为酬劳 唐三听到高太公的话 脸色立马黑了下来 震声说道 银子不银子的不重要 平僧这辈子 最讲究的 就是公平二字 平僧听你说了大半天 都是一面之词 悟空 把你失地 不对 是把猪妖抓到高家庄 平僧要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妖怪 竟敢祸害人间 孙悟空听到唐三这么说 架起惊斗云 就飞上了高天 眨眼间就消失在天际尽头 唐三这个时候 看着高太公说道 老人家 你可以把全村人都召集过来 我们今天将公审猪妖 孙悟空不多时 就飞到了云战洞外 大声喊道 猪妖 还出出来迎接俺老孙 你想逃打不成 云战洞里的猪八戒 一声苦笑 随即走出云战洞 看着孙悟空说道 猴哥 别装枪做事了 咱们师兄弟再次相绝 还真不容易 今天俺老猪请客 随俺老猪进洞府吧 孙悟空尴尬地收起了金箍棒 古怪地说道 呆子 你自己斩破佛门部下的大道迷雾 恢复过来了 猪八戒看了一眼 天空叹息一声道 猴哥 进师弟的洞府再说 师兄弟两个人 结伴走进洞府之中 两人落座之后 猪八戒指着一旁的九尺钉扒说道 猴哥 这一世 是他唤醒了俺老猪 这宝贝 是师祖亲自打造 封印了一些手段 这一世他发出六钉神火 击破了俺老猪心头的迷雾 猪八戒再次挥了挥手 九尺钉扒之中 飞出了一颗九转金丹 直接飞到孙悟空的面前 孙悟空看到这里 眼前顿时一亮 古怪的说道 这可是传说中的九转金丹 一力下毒 就可以让凡人成就金仙之境 如果是仙境强者炼化 礼顺大道规则后 恐怕成就太以金仙之境 都不在话下 孙悟空连忙把九转金丹 吞入腹中 沉睡的大罗道果量了几下 终究是没有复苏 猪八戒看到这一幕探导 大师兄 我们西游团队 还没有全部归位 你的大罗道果 还没到复苏的时候 走吧 咱们一起去见师父去 还有那高家庄 整整经历了时事轮回 如此玩弄凡人的命运 也只有西方那些混蛋 才能做出来 不过 那高翠兰 虽然是凡人 却和安老朱 有夫妻之缘 八成是月老那个混蛋 给安老朱签的红线 孙悟空听到这里 古怪的笑了起来 郑重的说道 呆子 这次安老孙陪你去天庭一趟 去月老那里看看 到底是谁这么混蛋 敢算几年 简直是活腻了 猪八戒听到孙悟空这么说 也是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转身看向洞府里面的 五六个法师说道 如今 时机已经到了 虽然老朱去高老庄一趟 你们就可以离开了 孙悟空和猪八戒 踏上金斗云 不多时 就来到了高家庄的上空 这时 唐三和敖烈 端坐在祠堂正中 高老庄的数百口人 挤满了整个祠堂 这群人听说 高家庄今天来了一个 东土的圣僧 可以想要除魔 今日 要在祠堂宫审珠妖 全都来到了高家祠堂内 这个时候 孙悟空压着猪八戒 走下云头 来到唐三的面前 唐三的心肩 响起孙悟空的声音 师父 八戒已经反本还原 名目极甚 您可以随便问了 唐僧这个时候 郑重地看向猪八戒说道 你这个猪妖 高太公告 你抢抢他女儿 你可知罪 猪八戒听到这脸 连呼冤枉 圣僧 我猪刚列前世 乃是掌管天界八万水士的天鹏元帅 犯得着抢一个凡间女子吗 只是去年我在洞府 是再闷得慌 想去附近的村子找点吃的 就这样来到了高家村 俺刚给高太公干了十几天活 他就非得让俺入坠 虽然俺前世极尽辉煌 但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这一世转生人间 俺老猪连的媳妇都没娶 就同意了这位高太公 让俺入坠的事情 这门亲事定下之后 俺为了报答 他们老高家 每天起得比鸡早 睡得比狗晚 他们家的活俺老猪 一个人给他们干了九成 法师 你要不信的话 可以问问乡亲们 俺老猪有没有说谎 如有半句虚言 甘愿扶猪 高家庄的众人 听到猪八戒的字数 也是颇为尴尬 可不是吗 这高老太爷家里 三百亩低的活 这猪刚烈一个人 就干了两百八十亩 当初 可是高老太爷 求着 让这猪刚烈入坠的 听说最后他家女儿 也喜欢上了这猪刚烈 高老太爷听到这脸 顿时感觉有点不太对劲了 连忙向唐三说道 圣僧 今天 圣僧 今天不是您老为我们家 主持公道吗 小老儿怎么感觉不太对劲啊 唐三的目光 落在高太公的身上 郑重地说道 老人家 平僧说的 这辈子最讲究的 就是公平二字 自然要听从你们双方的意见 现在 你告诉平僧 这猪妖说的可有错 高太公听到唐三这么问 缓缓摇了摇头 最后郑重地说道 他说的都没错 也正是因为如此 小老儿为他和小女翠兰 操办了婚事 然而那晚他吃了酒之后 就现出了这副模样 圣僧 我女儿哪里受得了这个打击 随之就吓晕了过去 然后 村子里的乡亲 也全被吓跑了 唐三看着高太公说道 这么说 你高家就因为这个 才认为 这猪刚烈是猪妖的 那平僧为你们鉴定一下 这猪妖 到底是什么 唐僧一脚踏下 一股仙道波动 绵延附近数十里 随即沉声说道 妥别 你也看了这么久热闹了 该出来给大家打个招呼了 一个小老头字底下浮现 高太公看到这个小老头后 都震惊不已 喃喃说道 这不是村口土地庙的土地公公吗 村民们这个时候 也反应了过来 纷纷向土地公公下跪 这一幕看得土地公公 冷汗直流 心里苦笑道 今日有几尊大神在 自己岂敢在他们面前 受万民香火 想到这里 土地公公连忙说道 诸位乡亲赶紧起来吧 唐三却是不在乎这些 看向土地公公郑郑重地说道 土地 你来告诉此地村民 这朱刚烈是朱妖吗 土地听到唐三这么问 那还不知道 唐三什么意思 连忙说道 这朱刚烈 前世乃是掌管天亭天 和八万水师的天鹏元帅 尊贵无比 这一世入凡间历解 不小心投措了朱胎 但是 这朱刚烈的本源 仍是天神 和妖怪是 扯不上半点关系的 一众村民 刚才听到唐三这么说的时候 还有点将信将疑 现在连村口土地庙的土地公公 显盛后 也告诉大伙 这朱刚烈不是朱妖 个人都骂了 看着面前的大猪头 战战兢兢地说道 这么大一颗猪头 竟然不是妖怪 小老不相信 唐三听到这脸 翻了一个白眼说道 他要真是妖怪 早就一口把你吃了 还会让你不停地 找法师骚扰他 朱刚烈 散开你的神魂法香 让这高太公仔细看看 朱八戒一听 催动本源 一道威严的神将虚影 屹立在他的身后 众多村民看到这一幕 纷纷再次拜了下去 齐声喊道 拜见天神大人 朱八戒这个时候 看向高太公说道 高太公 俺老朱身为天界的天鹏元帅 哪怕这一世坠入凡尘 也不是你能随意欺辱的 之前完全是看在翠兰的面子上 才没有对你动粗 说完 大手一挥 几个法师从他的袖口落了下来 这几个人跪在地上 对朱八戒是连连道谢 感谢他的不杀之恩 今天俺老朱心情好 你们都滚蛋吧 唐三这个时候 看向高太公道 你高家区区一介凡人 哪来的优越感 竟然嫌弃天神的相貌丑陋 高太公 你怕是假酒喝多了吧 八戒 去接你媳妇过来 今天当着高家庄 这数百村民的面 你问问你那媳妇 他要是愿意嫁给你 今天为师替你做主 他如果不愿意 就退了这门轻视吧 朱八戒听到这里腾空而起 向高老太爷的家里而去 不到半炷香的功夫 朱八戒就带着高翠兰 来到了祠堂里 高翠兰看着高太公道 爹 女儿当初就说 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 朱刚烈如今已经是翠兰的夫婿 你们非得要以死相逼 你们要退婚 想过我的感受吗 高太公募声道 翠兰你想想 要是家里每天都有一个猪头 进进出出 这个家的人 还不都给吓跑了 爹真要同意你们的婚事 你们以后的孩子 到底是猪胎 还是人参 爹都是为你好啊 唐三这个时候 郑重地看向高翠兰说道 实不相瞒 这朱刚烈 乃是贫僧的徒儿 如今贫僧竟然来到了这高老庄 此时自当有一个结果 高翠兰 你若不同意这门婚事 贫僧做主 帮朱刚烈把婚给退了 还给你自由 如果你愿意 贫僧今日 就为你们证婚 高老太爷这个时候急眼了 连忙说道 老朽不同意这门婚事 高翠兰这个时候 看向自己的父母 又看向唐三问道 圣僧 我愿意嫁给朱刚烈 可是 我也不想离开我父母 让他们难过 可有什么办法 唐三再次看向高翠兰道 凡人都说 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但是我等偏偏就要打破这种枷锁 八戒 你还在等什么 猪八戒听到这里 忽然笑了起来 手中 出现一颗九转金丹 他走向前两步 把九转金丹 递给了高翠兰说道 翠兰 扶下这颗九转金丹 你就可以心想事成 高翠兰扶下这颗丹药后 周身散发出五彩霞光 这是成仙的征兆 一个时辰的时间 很快过去 高翠兰的修为 一路突破到惊仙境界 高翠兰连忙看向猪八戒问道 夫君 你们是不是都知道 不光是我爹 整个高家庄的人 都是死气缠身 不久于人世了 猪八戒常叹一口气道 高家庄的众人 在千年前就应该死去 因为稀有量劫的原因 有人以一缕神性 封印了此地 但是 轮回覆盖整个三件 这一缕神性 虽然可以强行 把他们留在人间 却挡不住灵魂的衰弱 生老病死 皆是天命 这一缕神性消散之际 就是他们魂归地府之时 高太公听到这脸 也有点明白过来了 连忙问道 翠兰 爹和乡亲们 是不是要死了 随即又转身 看向猪八戒说道 好女婿 你神通广大 想想办法 就爹一命吧 唐三听到这脸 淡淡地说道 高太公 你 高太公 你作为凡人 生命早就该终结 除非 你能够超脱轮回 你还不是修行之人 没有半点修为傍身 双重因果之下 我们师徒也就不了你 高太公听到唐三这么说 叹了一声道 罢了 这都是命啊 既然如此 我高家庄的人 就顺应天道 魂归全台吧 猪八戒这个时候 看向高翠兰说道 翠兰啊 你可以陪着你父母 给他们养老送终 等他们百年之后 你可以飞升天界 去俺在天界的 天鹏元帅府邸 等俺老猪归来 猪八戒看向唐三说道 师父 俺老猪天神之身 竟然和这高翠兰有了姻缘 八成有人在月老那里坑我了 俺想去天庭一趟查查 到底是谁在算计啊 这时 唐三的手中出现一件兔皮大衣 递给了猪八戒 悠悠地说道 不管查出来是谁算计你 就算是如来佛祖 也得为施揍他呀的 猪八戒听到这脸 浑身猛地打了个哆嗦 脸色难看地说道 师父 你就别下俺老猪了 就俺这境界 连大雷阴寺都进不了 孙悟空却是惊喜地说道 这是那件宝贝 孙悟空看到唐三点头后 连忙对猪八戒说道 八戒 俺老孙陪你走一趟 这一次神党杀神 佛党杀佛 就这样 师兄弟两人 直接飞上了天庭 四大天王连忙拦住两人道 两位 天庭重地不得擅闯 孙悟空听到四大天王这么说 脸色顿时黑了下来 骂骂咧咧地说道 摩理清 你们四兄弟 是不是欠揍 俺老孙可是天庭的齐天大圣 俺师弟是天鹏元帅 我们虽然被打下凡间 可是神卫可还在呢 你们兄弟 竟然敢拦着上官返回天庭 该当何罪 摩理清听到这里 直接傻眼了 连忙以自己的仙魂沟通仙路 我去 齐天大圣 和天鹏元帅的神位 真的没有被玉皇大帝废除 这也太邪门了 摩理清也不想想 只要玉帝不消除他们的神位 取经路上天庭 就可以分润一部分功德 探查完毕 摩理清连忙势力道 大圣爷 天鹏元帅 对不住了 最近南天门管的言了 天界仙神 无故不得往返天人两界 猪八戒看着摩理清悠悠地说道 那本元帅和暗猴哥 需要陛下的圣旨 猪八戒那里 听到四大天王说什么 和孙悟空一起飞到月老的宫殿前 九尺钉耙落下 直接把月老宫的金顶 给砸了个大窟窿 月老哭丧着脸 从宫殿内走了出来 对着猪八戒作一道 天鹏元帅收手吧 老仙已经知道 你为何而来 奈何天道使然 老仙也挡不住这滚滚大事啊 猪八戒这个时候 看向月老一字一顿地说道 事出有因 今日本元帅不和你动粗 但是 俺要知道 谁是罪魁祸首 月老听到这里叹息一声道 元帅 大圣 随我进月老宫吧 猪八戒刚到月老宫 看到半空中飘荡的红线团后 脸色立马黑了下来 俺老猪就知道 是观音那个臭娘们坑我 既然他做初一 就不要怪俺老猪做十五了 猪八戒趁着月老不注意 直接把观音 降龙罗汉 和如来佛祖的红线 绑到了一块 月老看到这一幕脸 直接绿了 惊恐地说道 天鹏元帅 你这样 搞会出大事的 还有这红线 对准圣以上的强者无用 猪八戒却振振有词地说道 俺老猪知道 不过 这并不影响观音那臭娘们 喜欢上如来那个老小子 如来是能顶住红线的侵蚀 但是 架不住降龙罗汉 喜欢上了观音啊 这一场三角恋 足够令如来那老小子抓狂了 月老听到猪八戒这么说 直接骂了 盯着猪八戒说道 元帅 你这招也太酸了一点 不过 你这样玩 那如来佛祖八成要几眼 你不怕他找你拼命 猪八戒听到这脸 硬气地说道 俺不怕 猴哥 咱们现在 就去师祖的都帅宫里 躲几天去 俺老猪就不羡 佛门的人 敢在都帅宫撒野 师兄弟两人 立刻向三十三冲天赶去 月老看着两人离去的背影 叹息一声说道 先比先 气死先啊 这有后台的仙神 真是让人羡慕 灵山大雷音寺 如来刚讲完经 就发现观音菩萨 痴痴地看着自己 然而 还没等如来说些什么 观音菩萨就开口了 如如 你上次把贫僧 从三藏的魔掌里救了回来 贫僧的心里 都是你的身影 你就娶了贫僧吧 如来佛祖 听到观音菩萨的逆天言论 差点吓得跌落连台 怒声道 观音尊者 你疯了 观音却是不依不饶地说道 佛祖 贫僧清醒着呢 你上次已经把我看光了 难道 你不想负责不成 你真是一个大扎佛 如来佛祖听到观音 这一句大扎佛 差点没气吐血 看到大雄宝殿的诸多佛陀 罗汉都面色古怪地看向自己 立马坐不住了 一道佛光飞出 定住了观音菩萨 开始洗礼他身上的负面力量 降龙罗汉 看到如来佛祖 竟然强行出手 立马跳出来怒喝道 佛祖 放开我的音音 你这个狠心佛 你不喜欢音音 我降龙喜欢 就算他做我千百遍 我待他依然如初恋 佛祖 你要是不愿意接受音音的爱 就成全观音尊者 和我降龙吧 降龙的这番话 差点把如来佛祖气死 再次一道佛光 把降龙尊者定住 一刻钟之后 如来佛祖收回了佛光 观音炽热的目光 再次看向如来佛祖 焦急地说道 如如 你别听降龙罗汉胡说 我观音的心里 只有如如你一尊佛 如来佛祖彻底马爪了 心里怒骂道 阿弥哪个佗佛的 神他妈的如如 观音这是得了什么疯辩 就在这时 燃灯佛祖叹息一声说道 佛祖 这观音和降龙 八成是被坑了 据贫僧所知 天地间至少有两件宝贝 可以算计到我们佛门 其中一件 其中一件 是女娃娘娘的红袖球 可以地结圣境以下 一切生灵的姻缘 不过 老僧猜测 应该不是这一件 如果是娘娘出手 恐怕佛祖 八成也要中招了 剩余的这件 就在天庭月老的手里 如来佛祖听到这脸 顿时冷哼一声道 月老手中的姻缘线 他好大的胆子 如来佛祖 看着陷入三角链的观音 气得牙根直痒痒 大手一挥 把观音和降龙 纳入掌中佛国之中 随即向天庭赶去 南天门外 如来怒气冲冲的 就要闯进南天门 那只直接被四大天王拦了下来 摩理清硬着头皮问道 佛祖 您不是镇守西方佛界吗 来灵霄宝殿 可有陛下的圣旨 如来佛祖 听到摩理清的问话 脸色立马黑了下来 沉生说道 阿米那个陀佛的 本佛祖找玉帝 有大势相伤 你们几个赶紧让开 摩理清心里是一阵哀嚎 玉皇大帝神雷警告 再不看好南天门生死盗销 现在这个秃头佛祖 还想强闯 简直是想要我们几兄弟的命啊 就在这时 如来佛祖开始硬闯 摩理清前看不对劲 直接激活了南天门的防御禁止 笼罩在南天门的 一十八道天罗帝王 自虚空中显现 如来现在差点被气死 哪里还会和四大天网扯皮 直接就要硬闯 前三道天罗帝王 直接崩碎 执法天神杨姐 瞬间感觉到了不对劲 有人强闯天庭 随即 亲自显化在南天门外 卧槽 如来佛祖 你疯了 你今天来天庭 就是为了打我们天庭的脸是吧 堂堂准圣巅峰的大修行者 和南天门的几个守将过不去 你把佛祖的脸都丢干净了 如来佛祖听到杨姐的怒骂 脸色再次黑了下来 怒声道 阿弥那个陀佛的 本佛祖此次来天庭 就是为了找回场子的 那月老把贫僧给坑了 此仇不报 是不为佛 杨姐自从知道自己妹妹的事情后 佛门在她的眼里 就是罪恶的代名词 如今找到犹头 那能让如来轻松过关 随即淡定地说道 如来佛祖 这都是你的一面之词 何况 就算你说到都是真的 那月老为什么不坑别人偏偏去坑你 你心里就没点数吗 况且 三界仙神范措字有天条处理 你应该通过五老的权柄 向本执法天神地诉状 本天神会安排真君府的神之查案 最晚不超过九十个天界日 就会给予一个正式的回复 不过 此事牵扯到你如来佛祖 和月老公的月老 真要判决的话 需要一百八十个天界日 暗中观察的玉皇大帝 看到自己外甥的处理手法 嘴上也露出了笑容 猪八戒和孙悟空干的那点破事 他岂能不知 不过 他们已经躲进老君的都帅宫里去了 自己就当没看到 当年观音坑了天鹏元帅 让他和一个凡人女子 相恋久事求而不得 如今 他自己被天鹏元帅坑回去 正印证了那番话 因果循环报应不爽 不知道如来老兔嫖 知道这个结果 会如何自处 此刻的南天门 杨检早就调动整个天庭的防御之力 准圣即修为 激活天庭的天罗帝王 周天星斗浮现 各大神功与阵眼相合 就算如来是准圣巅峰的大修行者 也休想强行闯进天庭 如来佛祖这下彻底傻眼了 怒吼道 杨检 你来真的 杨检心里冷笑道 本座正愁找不到由头呢 你这个老货送上门 让咱杨检打脸 现在不收拾你收拾谁 杨检这个时候 淡定地说道 佛祖 你这打破三道天罗帝王 强闯天庭 就算是有正当理由 也是违法上访 看在如来佛祖 你是出犯 天牢之行就免了 但是构建三道天罗帝王 耗费了不少资源 本执法天神 盼你赔偿天庭五十万金丹 你可服气 如来佛祖听到杨检的话 脸色阴沉地说道 杨检 是不是本佛祖不赔偿这五十万金丹 今天 就进不了这天庭了 杨检这个时候 却是不再说话 如来佛祖 心里哀叹一声 观音尊者和降龙的事情 必须得尽快解决 要不佛门的脸可丢大了 最重要的是 观音尊者 他可是西游亮节的负责人 如果长时间脱港 这西游恐怕会出大便故 如来佛祖捏着鼻子 丢给杨检一个除袋 怒声道 现在可以让本佛祖进天庭了吧 杨检再次摇头说道 你和月老的案件 本执法天神已经受理 你先回西天吧 九十个天界日之内 执法天神府会给你一个回复 如来听到这里 脸色顿时黑了下来 怒声道 九十个天界日 凡间就是九十年 杨检你这是执意 要为难我佛们啊 如来直接把观音 和降龙罗汉自掌中佛国 给放了出来 观音一出来 就看到如来佛祖 再和杨检对峙 立马怒声道 杨检 你对我家如如放尊重点 要是气坏了如如 本菩萨会心痛的 杨检看到这里 再也忍不住了 嘎嘎怪笑道 如来佛祖 没想到 你竟然老树开花 告诉咱 你是如何获得 观音菩萨的方形的 杨检这话 惹得天庭众神 哄堂大笑 如来怒吼道 玉帝 你都看到了 这月老海的主持西游的 大总管官 殷尊者 成如此模样 这西游 还怎么进行得下去 天庭执法天神 要九十日 才能解决此事 放在凡间 就是九十年 那时候 大唐皇帝 李世明的骨头渣子 恐怕都烂了吧 到那个时候 还取个屁的惊 如果因此导致西游失败 紫霄神雷降临 是你玉皇大帝扛 还是无佛门扛 玉皇大帝这个时候 震动浩天剑 南天门上空的天罗帝王 瞬间消失 一道声音出现在南天门外 执法天神 大也如来佛祖 观音和响龙来灵霄宝殿吧 灵霄宝殿之上 一众天神脸上憋得轻子 最后赵公鸣实在憋不住了 狂笑起来 多宝 你这好福气啊 竟然得到了观音尊者的芳希 不过 那响龙罗汉 是什么鬼 像个痴汉似的 看着观音 你们这还是一场三角恋啊 玉皇大帝强忍笑意 淡然说道 月老 关于月老 关于如来佛祖一行三人的事情 你是不是该给本帝一个交代 月老这个时候 叹了一口气说道 骑禀玉殿 这是说起来话就长了 数百年前 那还是凡间汉朝出力的时候 观音菩萨来到月老宫 要动天鹏元帅的姻元线 老仙当时是苦口婆心地劝他 他是无论如何都不听 结果他强行把天鹏元帅 和一凡间女子用红线绑在一起 然后让他们实施红尘 爱而不得 如来听到这里 脸色立马黑了下来 怒声道 月老 你这扯得太远了 本佛祖问的是观音 怎么成了这个样子 不是那珠八戒的姻元线 佛祖莫及 听老仙缓缓道来 这一世的天鹏元帅 不知道怎么 就突然迷雾了 他一个天神和凡女有姻元 其中没问题才怪了 他直接就冲到老仙的月老宫 剩下的就很简单了 天鹏元帅 发现当年观音菩萨洞的手脚 就来了个以其人之道 含至其人之身 佛祖 你和观音菩萨 想龙罗汉的三角链 就是这么来的 吕月一听 怪笑起来 活该 因果循环报应不爽 这观音今日遭此劫难 一点也不冤 如来佛祖听到这脸 差点没有被气死 随即怒吼道 那是观音尊者欠下的债 凭什么算到本佛祖头上 如来佛祖气得 连忙开始推演天地 发现猪八戒那个混蛋 压根就没藏着 还一路上给自己留下明确的信息 他去都帅宫了 有本事来抓 如来佛祖 哪里受得了这个 一念间就降临三十三重天 怒声喉道 猪八戒 你给本佛祖滚出来 竟敢算计本佛祖 你长了几颗猪头 敢这么嚣张的 猪八戒正在和孙悟空 在都帅宫里 和青牛喝酒 结果都帅宫外 就传来了如来那个老兔嫖的声音 这个时候 猪八戒和孙悟空的身影 出现在八卦殿内 太上老君坐在云床之上 看着两人叹了一口气道 八戒 你在老到这里 已经躲了这么久了 今天恐怕是躲不过去了 猪八戒听到这里 瞬间慌了 连忙问道 师祖 我可是人教唯一的三代弟子啊 是咱们人教的独苗 你可不能不管我啊 太上老君叹了一口气道 神通难敌天树 外边的如来不是问题 甚至他的两个靠山 也不是问题 但是 现在乃是西游亮节时期 天地大势在佛门 师祖也改变不了这滚滚大势 不过 你小子放心 大事不可改 但小事可逆 现在穿上你师父给你的法衣 随我去见见那多宝 正在如来骂得起劲的时候 三道身影 显现再多帅宫外 太上老君冷哼一声道 多宝 你现在 也是一教之主 如此行事 佛门的颜面何在 如来佛祖 听到太上老君的训斥 黑着脸道 老君 你看看观音尊者和降龙的样子 我佛门的颜面 早就没有了 这都是那猪八戒干的好事 您老是不是 应该给佛门一个交代 太上老君看到观音尊者和降龙的模样 古井无波的内心 是一阵抖动 最后淡定地说道 此见因果 老道已经知晓 不过 你多宝如今也晋升准圣巅峰境界 自己去约老公 把因缘县里的因果炼化掉 不就可以了 跑到老道的都率功闹腾什么 如来佛祖这个时候 郑重地说道 老君 那因缘县 是因缘法则所化 平僧的修为还不够 炼化它需要一年之久 恐怕会影响到西游 此事发生在天庭 还请老君出手 太上老君看向如来佛祖道 多宝 你这是要强行了解因果呀 那好 你替此行向我人教赔罪吧 只要老道满意 自会出手 如来佛祖肉疼地 拿出一枚准圣级菩提子 郑重地说道 这是圣佛赐下的菩提子 相信可以抹出观音尊者 和人教的因果了吧 太上老君接过菩提子之后 挥出一道 圣光飞进月老宫 观音菩萨 和响龙罗汉 眼中的爱慕之色 随即退去 观音菩萨感知到 自己这段时间的所作所为 气得直接约了过去 降龙罗汉 也是被吓得 浑身冷汗直冒 自己这段时间 竟然疯狂追求观音尊者 这还要不要罗汉活了 现在观音那个老娘们 反应过来了 以后 自己在临山的日子 恐怕不太好混啊 就在这个时候 如来佛祖看向猪八戒道 猪八戒 你和观音尊者之间的因果已消 这次你把本佛祖拖下水 你说本佛祖如何炮制你 太上老君却是一声不吭 直接返回了兜率功 临走之时留下一句 多宝 随便你下手 不过老道提醒你 这一世可到了取经的关键时刻 你要是一不小心 把猪八戒拍死了 取不成经 可不能怪老道 如来佛祖听到这里 立马傻眼了 转身对着猪八戒说道 八戒 本佛祖想吃猪肘子 猪耳朵 猪脸肉 还想喝排骨汤 你看是你自己动手 还是本佛祖动手 猪八戒这个时候傻眼了 难道自己要遭这老秃嫖的毒手了 想到这里 猪八戒连忙说道 佛祖 我们佛门尽是婚姓 你这是要破戒吗 如来淡定地说道 那是本佛祖写的经书 大不了本佛祖回临山改改 孙悟空听到这里 顿时无语了 吐槽道 你们上面的人真无耻 这么制定 规则俺老孙不服 如来佛祖郑重地说道 悟空 天地之间本就如此 你若你就必须得遵守规则 如果你够强 就可以制定规则 如果你某一天 能一人镇压三剑 那你就可以无视规则 这个时候 猪八戒的心间 出现了太上老君的圣音 八戒 你师父给你那件宝贝 可以无视圣经之下一切境界 强行把如来的修为拉到 和你同一水平的地步 当然 你只有一刻钟的时间 猪八戒听到太上老君的传音 顿时笑了起来 连忙向如来佛祖怒吼道 佛祖 你不是自以为是超级强者吗 那好 俺老朱和你纵天一战 一刻钟之后 无论谁输谁赢 因果皆消 你这个老兔嫖 敢不敢应战 如来佛祖这个时候 眼睛一眯 猪八戒 你 猪八戒 你吃撑了了吧 你确定要和本佛祖一战 本佛祖一巴掌拍下去 无担心你顶不住啊 我说老兔嫖 你这是怂了 要是这样 我们的恩怨一笔带过 俺老朱可要去取经了 如来佛祖听到猪八戒这么说 一掌压了下来 孙悟空看到这一幕 脸色顿时黑了下来 疯狂吐槽道 掌中佛国 这可是大神通 老君 俺师弟能顶得驻步 太上老君看了一眼 孙悟空道 神通不敌天术 今天如来注定吃亏 你这波吼 好好看下去吧 就在众神在为猪八戒的血勇 叹息之际 九尺钉耙竟然直接击飞了如来佛祖 把他的大道法医 都干出来九个窟窿 众神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玉皇大帝却是古怪的 看了一眼猪八戒 暗道 天鹏元帅今天的表现 和之前唐三藏暴走观音 有一曲同工之妙 难道这一切 都是太上圣人的算计 不应该啊 难道 他还能在天道大势之下 强行出手吗 正在众仙猛逼的时候 如来佛祖 却是怒吼一声 猪八戒 你是不是戴上了太极图 老君 您这么坑后背有意思吗 就在这个时候 都率弓上方 出现了一道神图 正是先天至宝太极图 太上老君什么都没说 但是又什么都说了 如来佛祖看到太极图在高天之上 转身再次看向猪八戒 冷声道 如今 你没有太极图护持 今天的降诸体本 佛祖吃定了 随即 手中出现一把大号杀猪刀 向猪八戒杀去 这一幕看得众神满头黑线 如果没有太极图帮忙 恐怕如来吹口气 就能把猪八戒吹死 这明显就是在公报私仇 准备羞辱猪八戒呢 猪八戒自家人知道自家事 只有一刻钟时间 哪敢耽误 举起九尺钉把 就和如来佛祖大战了起来 看得一众天神古怪无比 都在心里暗骂 这如来再多率宫门口 打太上圣人的徒孙 这猪八戒 可是人教的独妙妙 看他那天空之上的太极图 这如来不认怂不行啊 众仙的神识传音 在准圣面前 那就是掩耳盗铃 这下 可把如来给气坏了 他已经全力以赴了 奈何死活 砍不下来猪八戒的猪蹄 最终直接扛着 门板大的杀猪刀 朝猪八戒冲了过去 猪八戒一看 如来佛祖竟然放下尊严 和他肉搏 心里暗自哀嚎一声 这老秃瓢的肉身修为 可比自己强太多了 如今近身肉搏占 自己八成要吃亏 只好选择破斧沉舟 九尺钉耙 直接砸在了如来的脸上 如来佛祖的佛脸 直接被挖下来了一大块血肉 这个时候 猪八戒感觉到自己左腿一两 自己的半条腿 就落在了如来佛祖的手中 满天仙神看到如来佛祖 为了砍下一条猪腿 静怨自己破相 吓得浑身直冒冷汗 赵公明在一旁嘀咕道 多宝 你这个耸包 为了抬去天鹏元帅 连自己的脸都不要了 你还真是无耻啊 如来佛祖听到赵公明这么说 脸色也黑了下来 自己的半边脸 流着佛血 脸皮 都被猪八戒的九尺钉耙扒走 自己今天可是丢大人了 猪八戒这个时候怒吼道 好啊 老兔瓢 你到底惦记俺老猪的猪腿 多长时间了 你他娘的 真不要脸 这会怒吼的时候 完全不看看自己的九尺钉耙上 还挂着半边佛脸 一直在流血 如来催动精神 脸上的伤痕 恢复如初 猪八戒看到这脸 不紧不慢 从口袋里拿出一颗九转金丹 直接吞了下去 庞大的灵力和法则 眨眼间就修复了猪八戒腿上的伤势 如来佛祖这个时候 心里暗骂道 人叫一脉 真贪娘的 都是狗大货 都奢侈到 可以拿九转金丹来疗伤了 想到这脸 如来佛祖沉生道 八戒 你就算沟通太极图作弊 把本佛祖的修为 和你拉到同一层次 也不是本佛祖的对手 你的肉身修为太差了 要是再站下去 本佛祖担心你遭不住啊 猪八戒冷哼一声道 佛祖 我劝你差不多得了 俺是打不过你 但是 以您老如今的修为 再打下去 八成要吃亏 猴哥交给俺一招 叫猴子偷逃 你要是再对俺老猪下狠手 俺拼着这身猪肉 不要了 也把你的头给偷了 反正 您都出家当和尚了 顿时狂笑起来 多宝 你这混得可以啊 区区二两肉 舍弃又何妨 如来佛祖听到这脸 脸色顿时黑了起来 怒声道 猪八戒 你别忘了 这一世本佛祖 才是你的顶头上司 你这样玩 前途未博啊 随即一道佛光 飞向九尺钉耙 要泯灭自己的后脸皮 奈何 命运之下 众生平等 他的佛光 虚弱到太乙经线后 再也无法突破 九尺钉耙的防御 于是 如来佛祖黑着脸 离开了天庭 观音和想龙罗汉眼看 是不可为 也离开了天庭 猪八戒这个时候 感知到如来佛祖 脸皮的威亚 连忙喊道 师祖救命啊 这如来的脸皮 也太厉害了 我遭不住了 兜率宫中的太上 老君长叹一声 随即一挥浮沉 这片低着佛血的脸皮 飞进了兜率宫 猪八戒也兴冲冲地 走进兜率宫 孙悟空脸色古怪地 看向猪八戒道 八戒 你可以吗 拿半条腿 换了一张如来那 老兔瓢的脸皮 你这下发达了 猪八戒也是激动地说道 师祖 能不能把如来的脸皮 练至一双鞋子 到时候 绝对耐磨 太上老君 看着自己这个便宜徒孙 在做死的路上 越走越远 叹了一口气说道 天鹏 老道不可能 时时刻刻关注到你 你这样干 不怕那多宝 逮着机会收拾你 你八成会吃亏啊 猪八戒震声说道 师祖 您的圣光照耀三剑 那老兔瓢 肯定有分寸 就算他真带到机会 想坑我 有这件兔皮大衣在 他多宝如来 就是一个悲剧 太上老君的内心 暗叹一声道 自己 自己这好好的徒孙 还是人叫的独苗 咋送到金铲子那里 就开始长歪了 太上老君叹了一口气 不再多说什么 开始催动八卦炉 不多时 一双满是佛陀气息的老布鞋 飞出八卦炉 太上老君看着猪八戒 郑重地说道 天鹏 这双鞋没有别的功能 只有一个功效 那就是自带一条疾风法则 你穿上它后 准圣以下的修行者 谁都追不上你 好了 你们该回去了 唐僧这个时候 已经在高家庄等了几个月 这一天 高天之上 出现两道身影 正是猪八戒和孙悟空 只见孙悟空 一脸无奈地说道 八戒 这佛脸布鞋真厉害啊 现在 俺老孙的金斗云 都追不上你 师兄弟二人降下云头 来到唐三的面前 唐三看到猪八戒问道 八戒 天上的事情办完了 猪八戒黑黑怪笑道 何止办完啊 这一趟超恶完成 就是佛祖和观音菩萨 没有成婚 让俺老朱挺遗憾的 唐三被猪八戒的逆天言论 直接给惊呆了 古怪的说道 八戒 听听你说的 还是人话不 还让佛祖和菩萨成婚 你的胆子够肥的 猪八戒怪笑道 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大产 这次在师父法宝的帮助下 俺老朱成功扒下了 如来老兔瓢的半张脸皮 这不 俺老朱脚下的老布鞋 就是如来的半张佛脸炼制的 这下唐三彻底服气了 还是这猪头丸的溜 随即就对猪八戒说道 八戒 你和你媳妇做个告别吧 咱们该继续西行了 傍晚 猪八戒看着面前的大衫 吐槽道 师父 下一难是灵极菩萨 那只黄鼠狼在镇守 我们也不要和他啰嗦了 这种关系祸 让猴哥一棒子打死得了 孙悟空听到猪八戒这么说 脸色顿时黑了下来 骂骂咧咧地说道 八戒 那可是只黄鼻子 他的三位神风 太辣眼睛了 那味道 就算在树里之外都受不了 唐三一脸古怪地说道 不用担心 这只黄鼻子 是西游路上 第一只上面派下来的妖怪 这次贫僧亲自出手收拾他 到时候 你们听师父的安排 两个月后 师徒几人终于走到黄峰岭 唐僧对着猪八戒说道 老君八卦炉里的三位真火 你这有波 猪八戒举起了手里的九尺钉把说道 师父放心 咱的钉塔里面 有三道三位真火的火种 八戒给为师一道火种 为师有大用 唐三藏拿到火种之后 转身对孙悟空说道 悟空 你去天庭一趟 问风婆婆 借一下风口袋 用为师这枚八转金丹当租金 随后 唐三就在原地等待 三天时间转眼过去 孙悟空才回来 唐三看到孙悟空后 眼睛猛的一亮 连忙问道 悟空 风口袋借来了吗 孙悟空点头道 借来了 本来俺老孙 借他还不想给 俺老孙把八转金丹一拿出来 他爽快得很 直接就把风口袋借给我了 唐三接过风口袋 对孙悟空说 悟空 师父这次独闯那黄皮子的洞府 先把那黄皮子忽有瘸了 明天一早 你就去请灵吉菩萨 让他尽快来想要 自家的黄皮子都看不住 这叫什么事情 就这样 唐三直接变成了一只黑熊精 向黄蜂动而去 寻山的虎先锋 看到唐三 怒吼道 那里来的黑熊精 这八百里黄蜂岭 可是我家黄蜂大王的领地 还懂不懂规矩了 唐三听到这脸 连忙说道 兄弟 咱们妖界有个传说 吃了唐僧 可以长生不老 俺老熊睡过头了 等俺睡醒了 这西游路上早 就被各路妖怪占满了 俺老熊愿意拿一个 关乎到黄蜂大王身家性命的消息 和两件重宝相送 只想分两口唐僧肉 虎先锋听到这里 脸色骤变 郑重地说道 黑熊兄弟 你确认此事为真 我家大王脾气可不太好 你的消息和礼物 要是不能令我家大王满意 恐怕你八成 走不出黄蜂洞 唐三一听 嘎嘎怪笑的 虎兄弟放心 俺老熊的大理黄蜂大王绝对满意 就这样 虎先锋带着唐三 就来到了黄蜂洞 黄蜂大王看到虎先锋 竟然带了一个黑熊精进洞 脸色立马黑了下来 随即 悠悠地说道 虎先锋 本大王最近喜欢上虎皮大衣了 要不你贡献点材料 你的胆子是真大 这只黑熊精 可不是咱黄蜂岭的妖怪吧 虎先锋听到黄蜂怪的怒吼 差点吓哭了 连忙说道 大王 这黑熊 说他知道一个消息 关乎到大王的生命安全 小的听到这个消息 不敢大意 所以 才把他带了进来 黄蜂大王听到虎先锋这么说 古怪地看向黑熊精道 小黑熊 你知道我是谁吗 唐三淡定地说道 当然知道 大王乃是西方佛门灵极菩萨的宠物 为了凑八十一难才下界 大王的身份 尊贵无比 可惜啊 可惜 黄蜂大王听到这里冷哼道 可惜什么 可惜 大王成也灵极菩萨 败也灵极菩萨 大王如果不离开灵极菩萨的道场 或许那北巨卢州的天狗王 也不会盯上你 他如今已经幻化成灵极菩萨的相貌 准备来杀了黄蜂大王 自己把这八百里 黄蜂灵抢了 化作一难接待唐三藏 到时候 佛门为了完成八十一难 捏着鼻子 也得认下这个既定的事实 大王你到时候 可就白死了 黄蜂大王听到这里 脸色骤变 紧盯着唐三道 嘿熊 你怎么知道这个事情的 唐三古怪的一笑说道 天狗王一只妖怪 不可能镇守偌大的黄蜂灵 在北剧卢州招兵 买马两个月了 但是 他要夺了黄蜂岭的消息 还是泄露了 俺老黑纠结了三天三夜 最终还是决定 带着这消息 来投靠大王 黄蜂怪听到这脸 冷哼一声道 嘿熊 嘿熊 你是妖族的一员 而本王的出身 虽然也是妖族 但却生活在灵极菩萨的道场 本王不相信 你不投靠天狗王 反而舍尽求远来投靠我 唐三苦笑一声说道 大王 你也说了 您的后台是佛界 那天狗王虽然是大罗金线 但是 和您比差远了 就算他的谋划成功 最终 也得被佛界清算 俺老黑跟着他 怎么看都是必死无疑 所以 俺为了保住这条小命 只好来投靠您了 黄蜂怪听到唐三这么说 顿时明白过来 连忙说道 嘿熊 本王暂且相信你了 俺这就去请主人 来降服那天狗王 到时候 自然少不了你的好处 黑熊经听到这脸 沉声道 大王 你已经下山了 遇到一点事情 就回山搬救兵 要是让守在西游路上的 众多妖族知道了 他们恐怕会嘲笑你啊 这个面子可不能丢 黄蜂怪听到唐三这么说 顿时无语了 黑熊老弟 那可是大罗金先强者 本王才太以惊先后期 恐怕打不赢他 还是搬救兵安全点 这叫审时夺势 不丢人 唐三古怪地说道 大王 如果咱们可以不请人 自己把天狗王整死 就可以名扬整个妖界了 为此 俺老熊可是做了不少准备 黄蜂怪听到这里 眼神猛地亮了起来 郑重地说道 黑熊老弟 你有什么办法可以说说 真国此事能成 以后 你就是我黄蜂领的二当家 大王 俺老黑在北剧卢州就听说 您的天赋神通三位神风 就算是大罗金先初七 巅峰强者 也可以击伤 而那天狗王 恰恰就是大罗金先初七 我们还是有机会的 为了万无一失 我卖了我们黑熊一族的 不少珍藏 换了两件重宝带了过来 配上大王您的三位神风 八成能把那天狗王坑死 黄蜂怪听到唐三这么说 眼神猛地一亮 连忙说道 黑熊老弟这么有信心 看来 你带来的重宝 颇为不简单了 拿出来让本王参详一下 看看咱们能不能 把那天狗王给坑死 唐三直接拿出了一颗 三位真火的火种 对着黄蜂怪说道 大王 这是传说中的三位真火火种 大王您可以参详一番 他可是天地之间的 至强火焰之一 一旦打开他的封印 足以烧穿虚空 有了他 天狗王八成要遭殃 黄蜂怪伸手接过火种 叹息一声说道 果然是好宝贝 有他配合本王的神风 八成可以摧毁 那天狗王的肉身 不过 那天狗王的神魂 估计能逃出来 我们必须要有一击必杀的手段 才能出手 否则 咱们可遭不住一尊 大罗金仙强者的报复 这个时候 灵机菩萨在道场中 浑身打了个冷战 这家伙的脸色 瞬间凝重了起来 骂骂咧咧地说道 神魂侍境 这是那个狗东西 想算计我 别让我知道是谁 否则绝对让他尝尝 本菩萨的飞龙杖 灵机菩萨盘坐在连台之上 开始推演 奈何黄蜂大王对付的 可是北巨卢州的天狗王 他呼吱呼吱推演了半天 毛都没有推演出来 这个时候 黄蜂洞的唐三 已经取出了疯婆婆的疯口袋 递给了黄蜂怪 郑重地说道 大王 这是俺老黑 托安五弟他媳妇他二哥 他六叔他侄子借来的风口袋 虽然只能用一个月 但我们只需要一次机会就足够了 黄蜂怪感知道 风口袋上的风之法则 嘎嘎嘎怪笑起来 好宝贝 可惜此宝物已经有主 他背后的主人 随时可以召唤回去 不过黑熊老弟 你说得对 我们只需要一次机会 灭了那天狗王 就可以了 唐三郑重地 看向黄蜂怪道 大王有了这两样宝贝 加持宁的三位神风 可以灭了那个 假扮灵机菩萨的天狗王吧 黄蜂怪听到唐三的问话 傲然说道 这两件宝贝 足可以把本座三位神风的威力 增幅百倍 封借火势 足以灭了那天狗王 黑熊老弟 你这次立大功了 今天开始 你就是我黄蜂领的二当家 待本大王灭了那个 敢假冒我主人的天狗王 我们就正式结拜为兄弟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唐三听到这脸 浑身直冒冷汗 心里吐槽道 你这黄毛雕 明天就要被灵山那老和尚 剁吧剁吧 喂猪了 还想和贫僧结拜 你想的没 想到这里 唐三连忙说道 大王 他天狗王一手幻术 即为了德 不超过他一个大境界的修行者 可看不透他的本相 你明天可不要被他忽悠了 黄蜂怪斜着 眼看了一眼唐三说道 你看本王有那么傻吗 只要明天 他敢顶着我主人的样貌来 无论他如何花言巧语 本大王直接动杀招 黑熊老弟 那天狗王在北剧卢州见过你 到时候给捣穿帮了 第二天一早 孙悟空早早来到灵极菩萨的洞府 为了演得逼真一点 孙悟空帮帮给自己的眼睛两拳 一双猴眼立马通红起来 于是 孙悟空直接冲到了灵极菩萨的道场里 哭喊道 菩萨救命啊 我们师徒走到黄蜂岭 那里有一只黄毛雕 直接耍套路 把俺师父抓走了 俺老孙准备向前抢回师父 那黄蜂怪 直接就对着俺老孙放屁 那臭味直通本源 差点没有把俺老孙的眼睛落下 菩萨 俺老孙可打听清楚了 那畜生可是你的宠物 这是你要不管 就随俺老孙去灵山亭里去 灵极菩萨苦笑一声道 悟空 无需去灵山 本菩萨这就陪你去收了那只灵柱 孙悟空眼珠子一转说道 万一那畜生六亲不认怎么办 他那臭屁俺老孙可受不了 灵极菩萨看到孙悟空这个模样 那还不知道 他想索要好处 随即掏出一枚定风珠 递给了孙悟空 然后郑重地说道 悟空 我那宠物善用风 这是一枚定风珠 可以使你免遭此劫 就这样 两人 就这样 两人架起云头 很快就来到了黄蜂岭 孙悟空看到地面上的猪八戒和熬炼 满脸歉意地对灵极菩萨说道 菩萨 俺老孙的几个师弟还在下面 俺老孙得去照顾一下 他们的修为太低 可遭不住你那宠物的满嘴黄凤 孙悟空压下云头 直接落在猪八戒的身旁 猪八戒看到孙悟空回来了 古怪地笑道 猴哥 事情办妥当了吗 孙悟空淡定地说道 呆子 俺老孙办事你放心 天上那位 今天要倒显霉了 这个时候 灵极菩萨压下云头 来到黄蜂洞的上空 怒声道 聂绰 你私自溜出道场 竟敢抓了西天取经的高僧 还不速速出洞 献出原形 随本座回道场受罚 黄蜂怪心里 本来还有一丝疑虑 万一今天主人凑巧 来黄蜂灵咋办 这个乌龙可闹不得 结果这个冒牌货 上门就说 自己逮了唐僧 要自己放了他 本大王还没有见到唐三藏 那仕途四人呢 这个冒牌货 竟然说 让自己放了唐僧 还让自己出洞 天狗王这个老货 真当自己是傻叉了 这是人可忍妖不可忍啊 随即冷笑一声 带着宝贝 就走出了洞府 黄蜂怪看到灵极菩萨后 心里也是一惊叹息道 像 可能是本大王的主人 看本大王的三位神风 灵极菩萨 听到黄蜂怪的声音 脸色立马黑了下来 怒声道 聂畜 你敢 结果 这灵极菩萨话 没有说完 整个人就被疾风法则 还有加了料的三昧真火缠绕 这黄蜂怪的黄蜂威力 和这两股力量融合 黄蜂杀伤力大增 直接就把灵极菩萨给湮灭了 灵山圣境 如来佛祖扶制心灵 感知到西游路上出现变故 唐僧被黄蜂怪抓进了黄蜂洞 孙悟空去请灵极菩萨 结果这黄蜂怪一口黄蜂 直接把灵极菩萨给灭了 如来佛祖推演到这里 心里一阵哀嚎 阿弥那个佛 道返天刚了 灵极菩萨的宠物 竟然把灵极菩萨灭了 还能更离谱一点吗 如来佛祖这个时候 催动准圣巅峰的道国眼化 身外化身 降临在了黄蜂洞外 黄蜂怪刚灭了灵极菩萨 正高兴呢 突然看到 如来佛祖法身降临 连忙败道 拜见佛祖 不知佛祖降临 有失远迎 如来佛祖威严地说道 你这个孽畜 你好大的胆子 竟敢催动神风 杀了自己的主人 你可知罪 黄蜂怪听到 如来佛祖的问责 立马慌了 连忙说道 佛祖 您听小妖狡辩 不对 是解释 那个灵极菩萨 不是主人 是北巨卢州的 天狗王变的 他要来 占了小妖的地盘 小妖就舍点手段 灭了天狗王 如来佛祖 听到这里脸更黑了 悠悠地说道 黄蜂怪 三界之内 修为最强的狗子 是天庭执法 天神养的那只孝天犬 目前只有 惊仙巅峰境界 三界之内 可没有大罗惊仙级别的狗王 黄蜂怪听到这里 顿时傻眼了 不甘心地问道 佛祖 那刚才被我灭杀的 那个假灵极菩萨 是 如来佛祖 听到这只畜生 认准了灵极菩萨 是冒牌货 怒声道 冒牌的屁 你把自己的主人给灭了 你这只畜生 可真有本事啊 黄蜂怪听到这里 浑身冷汗直流 愤怒的吼道 狗日的黑熊 你骗了俺黄蜂大王 俺要扒了你的皮 这个时候 孙悟空和猪八戒几人 也走了上来 一副担惊受怕的样子 看到如来佛祖后 连忙说道 佛祖啊 现在的妖怪 也太吓人了 一口气吐出来 连灵极菩萨直接都没了 这也太吓人了 还有你刚才什么意思 那老孙咋 听到这妖怪 是灵极菩萨养的呀 他这是和灵极菩萨闹白了吗 就算如此 也不能活过我师父啊 自己人坑自己人 这吸金还咋去 佛祖 真对事实 你要给我师父 和我们师兄弟一个交代 否则 俺老孙到处师父 前面路上 都是佛门的套路 先在黄蜂洞 休息个十年八年再说 如来佛祖心里 本来就堵得慌 现在听到孙悟空的话 佛心都快气炸了 于是怒声说道 悟空 你也看到了 这孽畜 连自己的主人都给害了 八成是疯了 不用担心 今天本佛祖 亲自给你们做主 黄蜂怪冲到洞府里面后 脸色顿时绿了 因为 他找了半个时辰 除了在大厅里 发现了一个东土而来的和尚 那是毛都没有发现 黄蜂怪这个时候 差点哭出来 他感觉到 到一道目光 一直在他的身上没有移开 心里更加慌了 看着唐三连忙问道 和尚你怎么来到 本大王的洞府的 有没有看到 一只黑熊精 唐三郑重地说道 贫僧唐三藏 自东土大唐而来 前往西天拜佛求经 路过这黄蜂岭 被一个妖怪打晕 然后 醒来的时候 就在此处洞府了 至于你说的黑熊精 几个月前 倒是见到过一只 不过他早就回北聚卢州了 这个月倒是没有见到过 施主 贫僧的肉是酸的 你能不能不要吃贫僧 否则 让佛祖知道 你要吃取经的和尚 你八成会遭受到 佛祖的雷霆之怒 黄蜂怪听到唐三这话 这一口黑锅还没摘下来 这个死和尚 又扣了一个屎盆子过来 感觉到自己的未来 是一片黑暗 这个时候 如来佛祖带着孙悟空几人 显化在黄蜂怪的洞府内 沉生问道 黄蜂怪 你这在洞府内 找了半个多时辰 你说的黑熊精呢 孙悟空古怪地说道 佛祖在上 您还没看明白 这都是这头处身边的瞎话 他就是现在修为高了 想找借口 干掉自己的主人 翻身做主把歌唱 俺老孙不用问 就知道他会如何狡辩 俺师父在他洞府的事情 这个畜生八成会说 俺师父出现在他的洞府里 和他一毛钱 关系都没有 他对此事完全不知情 求佛祖放过他 黄蜂大王听到孙悟空的话 彻底傻眼了 心里暗骂道 该死的猴子 你把本大王的路走了 本大王怎么办 他感受到 如来佛祖法身 传来一阵危险的气息 连忙哭喊道 佛祖 佛祖 我冤枉啊 我黄蜂在佛门有编制 生活乐无编 没有理由杀自己的主人啊 更何况我主人告诉我 俺下来就是走过过场 混点功德 就可以回到场了 我这也没理由吃唐僧啊 大圣 你们误会俺黄蜂了 俺冤枉啊 啥玩意 唐三听到这脸 脸色直接黑了下来 不敢置信地说道 佛祖 原来我带着徒弟们 还取个屁的惊 悟空 八戒 还有熬炼 咱们散伙吧 悟空你回你的花果山 八戒你回你的高老庄 平僧这就回长安 如来佛祖听到这脸 差点没有被黄蜂怪给气死 一巴掌飞出就把他给拍死了 随即满脸堆笑地对唐三说道 三藏啊 这黄蜂怪疯了 刚坑死自己的主人 现在又开始造佛门的谣 佛门虽然记杀生 然 金刚也有怒目时 像这种反骨载留着 就是个佛门的祸害 三藏 本佛祖感觉 为了佛门的大业 你还是去西天取经为好 要知道 你这一路上 可是得罪了不少先佛 你要是有取经人这个身份 没有人敢动你 你要是没有了取经人这层身份 八成日子不太好过呀 唐三听到如来佛祖的话 吃笑道 好一个胡萝卜加大棒 平僧现在就是个扑剑 平僧忍了 不过 哪一天平僧要是当上了灵山的化石人 非得把今天的场子找不回来 如来只是轻笑一下 法身化成点 点星光消散 西天灵山圣经 如来叹息一声说道 八百里黄蜂灵已过 可惜灵机菩萨和黄蜂怪 双双与命 而等在后面 一定要小心 虽然那黄蜂怪 亲口承认 自己杀了灵机菩萨 但这里面 一看就有问题 然 现在是西游亮节时期 天机混沌 无法强硬推演因果 观音尊者 天上一天 地上一年 十天后 就是灵机菩萨的转世之身 觉醒的时候 你去度他 重回灵山 黄蜂灵 唐三师徒几人 哈哈大笑 孙悟空骂骂咧咧的说道 黄蜂怪这个畜生 仗着自己是灵机菩萨的宠物 咱前面九次取经 可没少被他坑 那一手黄蜂心臭无比 差点没把安老孙恶心死 关键这祸 还是佛门派下来的 直接被灵机那个 户短的狗东西接走了 差点没把安老孙给气死 猪八戒嘎嘎怪笑道 狗哥不用生气了 这一世 他们主仆二人 全部被我们坑得撬辫子了 你的大仇也算爆了 唐三却是叹息一声道 那灵机菩萨 可是大罗惊仙 哪有那么容易死 不过 等到他再次归来 只能沦落成一个小喽啰 到时候 再敢和我们 呲牙一巴掌拍死 好了 徒弟们 我们该去下一难了 你们杀师弟 还在等着我们呢 于是 一行人穿过大山 历经了三个月 终于走到一处大河边 唐三看着猪八戒说道 那个八戒 你去把你杀师弟交出来 激活他以前的记忆吧 这一难应该好过 猪八戒提着九尺钉耙 救下了八百里流沙河 这货刚到河底 浑身的猪毛都炸起来了 记忆中的沙河上 虽然也妖气冲天 但是也做不到如此程度啊 这身上的气息 比猴哥都恐怖 都赶上观音那老娘们了 这个时候 沙河上睁开了双眼 两道魔火自杀河上的双眼 喷射而出 直接冻穿了猪八戒的大腿 沙河上看着猪八戒 开始流口水 难难地说了一句话 烤猪乳 香 猪八戒听到沙河上这句话 差点没有背下哭出来 这他娘的 没法打了 随即向岸上逃去 猪八戒刚上岸 就哭丧着脸说道 师父 这一世杀师弟变异了 太他妈吓人了 身上的气息堪比巅峰大罗金线 咱们家一块 都不一定能打赢他 猪八戒话音未落 一道魔气滔天的身影 从流沙河中冲了出来 脖子里挂着九个裤裸头 盯着唐三一众人黑黑笑道 人肉 猴脑 猪大腿 还有一只仙马 最关键的是 还有一条长寿 今天的食谱真丰富啊 唐三胯下的白马 听到沙河上的怪笑声 吓得浑身打摆子 直接就怂了 连忙说道 主人 你别告诉我 这个魔气滔天的 也是俺师弟 这也太吓人了 看他脖子里的九颗裤裸头 还在滴着血呢 就这个师弟 咱们一起上八城 都不是他的对手 唐三看到这个模样的沙河上 脸色顿时阴沉下来 暗叹一声道 没想到那群老混蛋这么狠的 竟然把贫僧九世 头颅炼化成珠子 挂在沙河上脖子上 贫僧在第九世 明明已经自爆了 仍然被他们反本还原 重组肉身 如来那老棒子 真贪娘得很啊 就在这时 沙河上的月牙铲披下 唐僧脸色巨变 连忙顶在最前方 结果 这沙僧一月牙铲 就把唐僧师徒披飞了 唐三 冷汗直流 要不是贫僧同阶至强 恐怕今天身披兔皮夹杀 也要出事 孙悟空蒙沉的道心 直接被沙河上的月牙铲击碎 一股凶煞气息 从体内喷勃而出 猪八戒瞬间惊呆了 喃喃地说道 大师兄在暴怒之下 激活了本源 重新步入大罗境界了 熬猎却是郑重地说道 应该还有取经团队已经完整 大师兄获得了冥冥中的道运 这才临阵突破 然而 这个时候 孙悟空提着棒子 就向魔气滔天的沙河上杀了过去 然而 沙河上只是出了一拳 就把孙悟空打飞了出去 不多时 孙悟空飞了回来 落在朱爽面前 沉生说道 师父 沙师弟不对劲 他的神魂非常混乱 这一身修为 已经达到大罗经心的巅峰 俺老孙甚至在他身上 感觉到磨制本源的气息 就在这个时候 流沙河的高空之上 出现了一个黑洞 沙僧身上磨到本源的气息 增积了上百倍 庞佛进入了另一个境界 一股庞大的气息 吞天实地 直接把唐三和孙悟空 吞进了那片黑洞 沙河上狂笑一声 也钻进了黑洞里 消失不见 漆黑的通道内 唐撒叹息了一声 大僧 你 大僧 你就算想见平僧 也不至于用这种招式吧 就在这时 一道魔影 从沙河上的身上飘了出来 看着唐三笑道 入魔的沙僧 劫走唐僧师徒 独留一个猪八剑 留在三界锚定细游亮节 唐僧苦笑一声道 大僧 小僧相信 你不会这么无聊 我们这是要去那里 黑衣人听到唐三这么问 连忙说道 当然是魔剑 无找到了更进一步的办法 不过 应该需要三藏出手相助 唐三听到这脸 眼神猛地亮了起来 郑重地说道 大僧 你认真的 那个境界 可遇而不可求 机缘不到 绝无可能突破 黑衣人自信地说道 三藏 无参无天道 明无天地之间 万物相生相克 水火相容 应急阳生 自然也就很正常了 所以 世间只要先道法 则存在一天 当年的魔剑 就不会彻底崩碎 无参无蔑视黑莲 最终破开一道封印 得到一组虚空坐标 那里就是魔剑 本作计划 深合魔剑之源 就算在天道的压制下 无法正道混元 大罗境界 半步混元大罗 却是没有大问题 但是 深合魔剑之源 万一出现纰漏 就无法脱节而出 需要三藏出手 助无一臂之力 孙悟空听到这个神秘人 和黑衣人的对话 彻底傻眼了 凝重地说道 师父 这位大僧 难道也是佛门的 可千万别帮他 咱们都取了十辈子金了 灵山那群秃嫖 有几个好东西 天道之下 西游亮节还没有结束 他最多困住我们 天道之下 没有人敢动我们 黑衣人听到这里 古怪地笑了起来 你这只小猴子 有点意思 可惜被佛门坑的根基有缺 这辈子很难达到巅峰了 不过 你说得对 灵山的那群秃嫖 却是没有什么好东西 沙和尚这个时候 低沉地说道 猴哥 他曾经是佛界大圣 被上一任灵山化石人 逼出灵山 现在是魔界之主 孙悟空这个时候 看向沙和尚激动地说道 沙师弟你恢复了 沙和尚苦笑一声道 早在一年之前 魔界之主来到流沙河 激活了我过去的记忆 那个时候 魔主给师弟一个选择 第一条路 就是陪着师父 完成十世取经 混一个不值钱的罗汉果位 其次就是 炼化一颗魔族准圣的本源 这样 我未来就可以继承 那尊准圣的一切 成就准圣之位 卧槽 沙师弟 魔界之主对你挺不错呀 沙和尚叹息一声道 魔界之主告诉我 他需要师父帮他一次忙 这颗本源 就是他的界面里 如果未来师父不愿意帮忙 他也绝不收回这份礼物 唐三听到沙和尚的字数 苦笑一声道 大僧 以我们之间的关系 只要小僧能帮得上忙 自然不会推脱 不过 大僧您确定 我如今的修为可以帮得上你 黑衣人听到唐三的声音 苦笑一声说道 三藏 我已蔑视黑莲推演了三次 这一次河道 本座自己去魔界 十死无生 唯一的生机就在你身上 就在这个时候 众人落在了一处小世界之中 这片世界的天空 有十八道裂痕 整片世界 彭佛随时都有可能毁灭 唐三看到苍穹处 有一处空洞 那是贯通十八道裂痕的中心区域 向外喷勃着无尽的魔气 唐三此事 也感知到了黑衣人的心意 叹息一声道 大僧 你这可不是深河魔界本源 你这是在以自身的道国 修补这个世界啊 你会没命的 这无关生灵 这是一个世界的因果 平僧几乎看不到你 能活下去的希望 除非你能超脱在上 孙悟空这个时候 脸上也直抽搐 魔界之主疯了 补全一个世界 就是是 如来那个老图瓢 也做不到吧 就在这个时候 魔界之主的一身黑衣 便剩了白衣 一道声音传遍整个魔界 本座新一代魔界之主 锦纳罗 魔界大道有缺 十八道裂痕 布满魔界的苍穹 无身为魔界之主 有感魔界众生生存之艰难 今日将以自身道国 补全魔界 锦纳罗说完 整个人化成 一颗黑色的神扬 冲进魔界 高天之上的空洞中 眨眼间就是一年的时间过去 魔界的高天之上 十八道裂痕 已经完全消失 高天之上那个大洞 也逐渐在消失 魔界再补全 但是魔界的众生 却满脸泪化 因为魔界之主的气息 彻底消失了 或者说是演化成了 魔界的世界法则 一旦这些法则 与魔界出生的本源相融相合 魔界之主将彻底消失 然而 魔界之主的生死存亡 关乎到下一个亮节 首先是天道出手了 一道紫霄神雷落下 重新在魔界的世界壁垒上 积出一道缝隙 然后 导致魔界之主的本源法 不再和墨加天地相融相合 其次 魔界仅存的数百万生灵 向天地祈祷 让魔界之主重生归来 虽然只有数百万人 但是 他代表了魔界万灵的意志 瞬间震动了魔界出生的本源 魔界的本源 传出一道意识 魔界再不可逆地走向补权 我只能帮你重聚灵石 却无余力 帮你斩断因果 你有一刻中的时间 斩断因果 魔界的天地法则在倒流 瞬间就凝聚出一道魔胎 锦纳罗的身影 再现天地 然而 他却没有丝毫兴奋之色 对着唐三苦笑一声道 三藏 可能是本座算错了 这魔界的本源 经过这么多年的凝聚 已经拥有圣境的力量 这种因果 只有圣境强者才可以斩断 天地间那几尊圣人 都是道祖的门徒 他们怎么可能救我这尊魔界之主 看来 无的结局 只能是补权天地了 唐三这个时候 也傻眼了 暗自吐槽道 这可是圣境的因果 兔皮大一八成也没用了 真探娘的坑啊 天道之下 一线生机 锦纳罗不该就此消逝啊 不对 他一定可以救下锦纳罗 唐三 连忙对 唐三 连忙对自己小世界 那低圣血说道 前辈 您数字庇护小桑 如今 可否出手一次 如有因果 那个锦纳罗一力承担 圣血这个时候 发出一声叹息 你小子是真能惹祸 都快赶上盘古家的小崽子了 本座的真身 不能在外界献身 你现在去魔界之园里 把那面试黑莲 带出来就可以了 唐三听到这句话 脸色立马绿了起来 这位大佬谁哪位 唐古家的小崽子 不会是在说太上圣人吧 自己身体里 住这么一个大佬 有点遭不住啊 然而 随着一道红光覆盖全身 唐三 也顾不得这么多了 竟直向高天之上的 魔界之园飞去 这一刻 锦纳罗脸色骤变 连忙喊道 三脏流布 此地乃是魔界之园显化 没有圣经的力量 会瞬间被魔界之园通化的 然而 唐三庞佛 没有听到这一切 直接就冲进了魔界之园里 孙悟空看到这一幕 杀尸殿 师父冲进魔界之园了 这下麻烦了 就当孙悟空急的抓耳挠腮之时 唐僧身披 红色法衣 抱着一朵灭世黑帘 直接从魔界之园里冲了出来 魔界之园这个时候 瞬间消失 同时消失的 还有魔界高天之上的空洞 甚至 就连被紫霄神雷击出的裂缝 也在逐渐消失 一个时辰后 高天上的裂痕彻底消失 魔界的残破气息 瞬间消失 一道圆满的气息 出现在魔界众生的心头 整个魔界的规则 再次汇聚 形成了一个魔态 唐三手里的灭世黑帘 自动飞了进去 整整七七四十九天后 魔态之上 散发出朵朵黑色莲花 开始滋养整个魔界 这时 一朵黑色莲花 飞到唐三的身前 唐三 看到这朵花 心头顿时一阵明雾 庞佛看到了法则的源头 自身的修为 庞佛像是 做了火箭一样 一路突破道道金弦 轻之不朽的力量 自唐三的身上浮现 随即一路冲到金仙巅峰 唐三这个时候 有点慌了 自己这段时间 铸就的大道根基 只能让自己突破到金仙巅峰 一旦跨入太乙金仙的境界 恐怕会损伤到自己的根基 连忙以肉身之力 强行炼花面前的黑色莲花 就这样 又是过去了七七四十九天 唐三把最后一丝 法则之力消化之时 他的肉身修为 也来到了金仙圆满 肉身和法则之力 在金仙的道路上 已经走到了尽头 可真不容易啊 唐三叹道 多不容易 比本座修复魔戒还难吗 唐三听到这句话 连忙向身后看去 锦纳罗出现在自己的身后 连忙说道 大僧你成了 锦纳罗郑重地说道 不错 这一趟真是危险啊 在天道的眼里 半死不活的魔戒 才是最完美的状态 本座修复魔戒 简直是逆天而行 也算是幸运 魔戒剩余的生灵 感知到了本座修补魔戒 即将消散的状况 凝聚出魔戒的道运 唤醒了魔戒的一丝神识 他逆行实践 强行把我从 即将消失的状态救了回来 什么 当年的魔戒还活着 唐三震惊地问道 锦纳罗苦笑一声道 三藏 你想什么呢 当年魔戒受到红军老祖 阴阳老祖 阳梅老祖 乾坤老祖的围攻 早就灰飞烟灭 然而 魔道是三千大道之一 不可摧毁 一旦完全摧毁魔族的身躯和本源 他就会在魔之大道中重生 所以 当年道祖 用禁忌手段 反本还原了魔祖的肉身 并培育了魔祖的一丝灵石 让魔祖处在不生不灭间 这样 魔祖就永远不能回归大道 唐三听到锦纳罗的话 脸色顿时绿了 脸色难看地说道 大僧 您说的这些 是俺一个小扑街 能知道的吗 万一被六圣知道了 小僧可扛不住 锦纳罗听到唐三这么说 顿时翻了个白眼 悠悠地说道 三藏 在本座面前 就没有必要遮掩了 本座身在魔界 与天地合一 灵绝堪比圣人 然而却没有发现 你身上的半丝异常 你可比我这位魔界之主的底牌硬多了 怪不得当年你敢叫嚣着 要杀如来 抢观音 唐三听到这里 简直惊呆了 圣人都探查不出 自己小世界 那尊大佬的底细 真是个狠茬子 想到这里 唐三古怪地说道 大僧 不是自己的力量 终究不能无所畏惧 您如今 已经堪比圣人了 是不是可以亲自杀向佛界找儒 来报仇了 锦娜裸苦笑一声道 三藏 我身在魔界 虽然有堪比圣人的力量 但是 那是与魔界之缘相合的状态下 一旦离开魔界 修为就会降到半圣的境界 而灵山之上 接引 准体两个老家伙的善师 皆是半圣的修为 一打二 打不赢啊 所以啊 三藏 你还是要快点成长啊 等你成长到半圣 我们一起去掀翻灵山 唐三听到锦娜裸的话 彻底无语了 连忙说道 小僧在凡间重生 到如今才二十年 放在天界 也就二十天的时间了 能打下金仙境界的根基 已经不错了 小僧还得吸收西游路上的功德 打磨这一世的道果 就在这时 唐三发现了 大地上亦有两朵黑色莲花 其内有两道身影 接散发出大罗金仙的气息 正是孙悟空和沙和尚 锦娜裸看着唐三一脸担心的样子 连忙说道 三藏不用担心 这是本座的道连 他们能得到道连的青睐 是魔界天帝在偿还 你祝本做成就大道的因果 孙悟空本是天产师侯 九俏皆通 加上他身后那位的扶持 如果不被佛门给坑了 八成可以自己领悟战之法则 正道准圣巅峰 可惜 他使用凡间无骨 先天道体被误 然后又被西方的那群 突离为了五百年的同志 彻底破坏了他的根基 修为最多达到大罗金仙巅峰 这辈子都与准圣无缘 不过 今日魔界天帝的法则 洗礼他的肉身 足以让他返本还原 等到你们走到临山 他足以单挑如来 那个老家伙 唐三这个时候 感慨一声说道 大僧 你 大僧 你这大礼让小僧不胜感激 小僧替两个徒弟 向您道谢了 这时 一个身影 自天边飞到了锦纳罗的身前 跪在虚空中激动地说道 恭喜师尊的道 黑袍 这是前往西天取经的三藏大师 是他诸为师德道 以后见了三藏 要执弟子李 黑衣人听到锦纳罗这么吩咐 连忙说道 黑袍拜见三藏大师 唐三看到这位 未来死在孙悟空手里的家伙 感慨万千 黑袍 如果有可能的话 以后不要走出魔界 平僧保你一生平安 黑袍听到 唐三这么说 苦笑一声道 无师尊和佛际的因果 相信圣僧已经知道了 黑袍怎么可能袖手旁观 无非 未来死在亮节里罢了 锦纳罗看重唐三郑重地说道 三藏 只要你能得到 我相信 就算我们赢不了 也可以全身而退 何况 本座出自佛门 也不能真的灭尽诸佛 如果到那个时候 是不可为 本座尊 你为现在佛祖 照样可以全身而退 唐三听到这脸 古怪地笑了起来 郑重地说道 好 灵山那群虚伪的佛陀 欠下的因果太多了 到时候 我们连本代息全部讨回来 就在这时 孙悟空和沙盒上体外的黑帘 洁净消散 两人的身影 出现在魔界大帝之上 孙悟空惊喜地发现 自己对大道的感悟 天地元气 在自动向自己的体内汇集 虽然修为依旧是大罗金仙出气 但是现在的他 可以打赢五六个之前的自己 沙盒上的修为 也是稳定到了大罗金仙出气 他自家人知道自家事情 自己跟着玉帝无尽岁月 都没有突破大罗金仙 自己的潜能早就耗尽 此生都没有突破的可能 没想到 遇到魔界之主后 虽然遭了不少罪 但是真的打破了自己的枷锁 成功挣到大罗金仙 感知到这一切 他和孙悟空心意相通 连忙一起飞上高天 向紧那罗师里道 多谢大僧 紧那罗叹息了一声道 悟空 沙僧 这是本座欠你们师父的 不用多礼 这个时候 唐三叹息一声说道 大僧 我们已经在魔界停留了几个月 如今也该回去了 希望大僧能送我们一程 紧那罗淡定的一笑 大手一挥三人的身影 瞬间虚化 三个人的身影 自此离开了魔界 孙悟空整指后 都是迷迷糊糊的 看着唐三叹道 师父 我们这一趟也太刺激了 连魔祖都出来了 话说 那魔祖真的死了吗 唐三叹息一声道 那种人物怎么可能会死 随着魔界的补权 那位魔祖八成 已经回归大道 好了 那种人物 岂是我们能揣测的 就在这时 师徒三人前方的虚空 出现一道裂口 三个人瞬间冲向裂缝 直接落在了流沙河 沙僧的洞府之中 这个时候 远在西天的如来 猛地感知到 取经人回来的气息 本尊撕破虚空 瞬间降临在流沙河的上空 唐三师徒刚从流沙河探出头 就发现 如来盘坐在高天之上 悠悠地看着自己 唐三心里不厚道地笑了起来 如来那个老家伙 这下恐怕吓坏了 取经人消失在三间 音信全无 他恐怕就差 没有请动圣人推演天地了 想到这里 唐三若无其事地说道 佛祖 您怎么又来看我们了 带礼物了没有 如来听到唐三的话 差点被气死 自己真是倒了八辈子血眉 才选中这几个 混蛋取经 随即怒声道 三藏 你们消失在三界将近百天 你们这段时间去了哪里 本佛祖听查三界 都发现不了你们的半思气息 唐三古怪地说道 俺也不知道啊 应该是一处远古秘境吧 那里有一道本源 与沙河上相容相合 导致他实力大增 平僧和悟空 也因此坠入那片世界 唐三看着如来 心里叹息一声道 准圣巅峰的修为太强了 强到可以推演大部分真相 有些事情 八成是瞒不住的 如来佛祖听到唐三这么说 随即捕捉了几人身上的气息 开始强行推演因果 不消半课中 如来佛祖的脸色 顿时凝重了下来 脸色阴沉地说道 三藏 那是一处魔祖准圣的世界 你小徒弟身上的本源 乃是那尊魔祖准圣的本源 本作要把他收走销毁掉 否则沙河上 一旦被魔源污染 恐怕就麻烦了 唐三冷哼一声道 佛祖 什么是佛 什么是魔 在我来看 没有什么区别 没有对错之分 有思念的 不过是生灵本身罢了 平僧相信 我的小徒弟 可以成功炼化魔源 如来佛祖听到这脸 脸色瞬间黑了下来 那道准圣魔源 早就被炼化了 他岂能不知 如果自己取走 可以为灵山增加一尊佛陀 要是被卷连这个天庭 卧底给炼化了 将来他成就准圣 还不一定帮谁呢 想到这里 如来佛祖凝重地说道 阿弥那个陀佛的 本佛祖是佛门如今的化石人 你们一个取经团队 搞得魔气滔天 这还怎么取经 还是把准圣魔源 交给本佛祖 无先行 把他镇压在灵山 扑痴 一声笑 打破了现场的气氛 杨锦的身影 浮息而出 他看着如来佛祖怪笑道 佛祖 你发现没有 凡人家长 骗家里的小朋友 就是用的你这招 你们佛们还真够无耻的 这道准圣魔源 明明已经被炼化过 只要沙河上 严真路走下去 未来注定成为准圣 虽然只能达到准圣出气 但是 也是天地间少有的大修行者 你他娘的上嘴唇 下嘴唇一胖 就想骗走 你可是佛界的佛祖 你压得还要点脸不 然而 还没等到如来佛祖发飙 猪八戒先飞了上来 他这回早就听明白了 自己失地 获得一件重宝 如来这个老秃嫖 不要脸的来抢劫 他娘的 人能忍住不能忍 猪八戒看着如来恶狠狠地说道 杨锦兄弟 这 杨锦兄弟 这是八成怪俺老猪 如来佛祖的脸皮 上次给他扒下来 没还给他 你看他的脸皮 还在俺老猪的脚上呢 如来佛祖看到猪八戒 把自己的脸皮 做成了一双老布鞋 佛火升起三丈高 恨不得当场把猪八戒 错骨扬灰 然而感知到老布鞋上浮现的气息 又强行把自己的怒火了下去 随即郑重看着唐三藏说道 三藏 这个准圣魔源沙和尚 必须交出来 杨锦这个时候 冷笑一声说道 佛祖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再怎么说 卷帘也是天庭的众臣 你这么坑他 可曾问过天庭的意见 如来佛祖这个时候 一巴掌拍飞了杨茧 然后一把抓向沙和尚 玉皇大帝的身影 刚刚浮现在众人面前 沙和尚的身影 就被如来佛祖抓到了手里 好天 你来晚了 沙和尚如今在本佛祖的手里 除了圣人出手 谁也挡不住本佛祖 取出这颗魔源 玉皇大帝神色难看无比 天庭的众臣卷帘 好不容易获得一场大机缘 人就被这个老兔瓢抓了 就在这时 玉皇大帝的心间 响起唐三的声音 陛下 让他夺 有些东西不是他的 就注定不是他的 今天如来 老兔瓢要倒霉了 玉帝心里一阵抽搐 吐槽道 金铲子要不要玩得这么滑 你们搞这么大阵仗 就为了坑一把如来 不至于吧 难道是那位地藏王出手了 唐三古怪地摇摇头 然后脸上做出一脸难看的样子 如来大手一挥 向沙和尚的小世界内探去 此时 他看到沙和尚 一脸嘲讽地看着他 如来佛祖刚接触到那颗魔种 准圣魔种上 浮现出一道魔影 一脚飞出 直接就把如来佛祖的脑袋踢碎了 随即 这道魔影 把这些碎肉 还有如来那不灭的神魂 一巴掌抽向灵山方向 原地只留下了一个无意识的佛躯 这一幕 看得玉皇大帝 浑身颇为不自在 这贪娘的 可是如来佛祖 准圣巅峰的存在 这道虚影 就这么一脚一掌 就把一尊之强者给干费了 要不要这么凶残的 这道黑色身影 对着唐三清笑一下 缓缓消散 杨检擦了一下额头的冷汗 喃喃地说道 圣僧 您的帮手 这也太厉害了 我感觉三界之内 除了那几位 没人是他的对手 可这也不对啊 那几位 杨检都认识啊 这位大能我 可没有半点印象 唐三翻了一个 白眼说道 执法天神 无须想得太多 你只需要知道 这一位和佛门 不对付就可以了 玉皇大帝听到这脸 眼神猛的一样笑道 金铲子说得不错 这位存在和佛门有怨 管我们天庭什么事情 我们应该开盘陶会庆祝 临山这下 又要爽翻天了 唐三听到玉皇大帝 这么说 也笑了起来 随即看向如来佛祖的 无头肉身 嘴巴直流哈喇子 这可是好宝贝啊 要不是锦纳罗以 半圣击法身 全力一击 茫茫三界 谁能打碎如来佛祖的 障二精神 想都不要想 唐三这个时候 祭出兔皮大衣 众生平等的法则落下 如来佛祖的半截躯体 瞬间自圆地消失 这个时候 唐三的心间 响起一道声音 小家伙 这句残躯归我了 再找到一句 这个等级的躯体 就可以消除 本座在魔界帮里的因果 唐三 这个时候彻底傻眼了 在心里喃喃地说道 大老 不是说好了 魔界那是 猪斑因果 竟加在锦大罗的身上 唐三小事间那滴血 也被唐三这波操作 给整不会了 随即悠悠地说道 果然是人不要脸 天下无敌 如果当年本座 有你这么厚的脸皮 八成不会遭捷 不过这句残躯 正是魔界那小家伙 留下来的 你这小家伙 现在财经先层次 这个级别的强者 一滴血 都可以灭了你的生机 你把握不住 让本座来吧 唐三听到这脸 瞬间急眼了 在心间吼道 大了傲 这东西 好歹给小僧 留下点什么吧 宁可不能吃毒食 小事间那滴血 化成一道血光 瞬间泯灭了 如来的半截残躯 原地只留下一滴佛血 唐三瞬间无语了 喃喃地说道 就剩一滴佛血 能干什么的 这下贫僧白忙活了 然而 那滴佛血 忽然化成一道金光 与唐三的肉身相融相合 片刻功夫 唐三肉身的修为 就突破到 太乙惊仙的境界 惊喜的唐三 嗷嗷叫了起来 这个时候 临山圣境 阿弥陀佛正在 临山山脚下品查 忽然眼神锐利起来 目光看向 流沙河上空的 那道魔影 然而 如来残破的肉身 随之飞了过来 阿弥陀佛脸色骤变 大手一挥 把这片血雨 强行接引进 八宝宫得池内 如来的头颅 在八宝宫得池内 重新浮现 他震动自己的 不灭神魂 交织出一道法则之身 然后 看向流沙河方向 郑重地说道 半圣的力量 还是以一道本源 为代价的搏命一击 就为了打碎 本座的金身吗 阿弥陀佛的 那个不要脸的 冒充魔族 就为坑平僧一把 这可是半圣本源 不嫌亏本吗 本佛祖 真是倒了八辈子血没 才能遇到这种坑祸 就在这个时候 阿弥陀佛的身影 也来到八宝宫得池的旁边 叹息一声道 半圣的力量 不过不怎么熟悉啊 要知道 在三界能施展出这等力量 在界外必定成圣 或者是拥有等同圣境的力量 如来佛祖 听到阿弥陀佛这么说 脸色难看地说道 听道之下 圣位已满 八成是那几位 想坑我们佛门一把 圣佛啊 你要给我们佛门做主啊 要不以后 这金还怎么取 阿弥陀佛叹息一声道 如来 本尊已经赶往子孝宫 你还是把你的神区 先收回来吧 持则生辩 如来佛祖 听到阿弥陀佛这么说 傲然道 那可是贫僧的半截残躯 圣人不出手 镇元大仙不出手 谁也留不下 如来一声怒吼 杖二惊身 本元归一 然而 流沙河方向 没有半丝反应 如来佛祖顿时机眼了 催动本元演化因果 这一下就算是准圣巅峰强者 也拦不住自己的躯体合一 然而 天地之间 然而 天地之间 再也没有出现如来佛祖 半边残躯的气息 这个老徒 瞬间瘢荒了 再也不敢装了 一个闪现 就离开了灵山 出现在流沙河上空 然而 元帝空空如也 玉皇大帝看着如来 一脸笑意 这个老秃瓢抓到卷帘 可是 不给自己这位天地半分面子 现在他这个秃瓢 被人一脚 把他的杖二惊身都踢碎了 这一下 本天地 看他还怎么装 如来看到玉帝之后 连忙失脸 焦急地问道 天地大人 本座那半片残躯呢 这片刻功夫 咋不见了 则则则 这不是西方的如来佛祖吗 刚才横得不给本天地半分面子 现在还回来干嘛 本帝看 你那半截残躯 八成被那位大神扔到混沌里 为混沌魔朱了 如来 看玉帝使劲调侃自己 眼光随即落在唐三身上 郑重地说道 三藏 你一定看到了对吧 唐三一翻白眼说道 贫僧不想和抢劫犯说话 执法天神 能不能帮个忙 这如来佛祖 当着玉皇大帝的面抢劫 也太不把天归放在眼里了 能不能把他逮起来 丢进天狱中服刑 堂堂临山扛把子 化身劫匪抢劫 我们佛门丢不起那个人 杨简听到这里 苦笑一声说道 圣僧 这个劫匪太强了 想要带住他 必须集合十八道天罗帝王 以三百六十五个正神 身和星辰 引动残破的周天星斗大阵 才能抓住他 如来听到这里 脸色顿时黑了起来 直接强行炼化此地失控 最后还是没有发现 自己神区的半丝气息 倒是看出来 唐三的身上 融合了一滴佛血 自此再无收获 如来佛祖看着唐三再次问道 三藏 你能解释一下 你身上为什么 有一滴佛血的气息吗 这有什么好解释的 你那半片尸体突然消失 还有一滴血落在地上 没人要 平僧就给捡起来 炼化了 事情就这么简单 不可能 就算本佛祖的一滴血 也不是你能扛得住的 佛祖 现场有两尊 准圣在现场 炼化您一滴血 很难吗 您老身为灵山扛把子 平僧为了佛门的佛法东度 命都不要了 听观音菩萨的吩咐 来西天取经 结果 就捡你了一滴血 你看你脸黑得像锅底一样 至于吗 如来佛祖 差点没被唐三的这番话给气死 狠狠地看了他一眼 立即飞回了灵山 向大雪山灵鹫洞而去 灵碧关之前 打出一道神石飞向南海洛家山 朝阴洞中 观音菩萨终于平复了自己的道心 自己自主持西游开始 就没有顺心过 就在这时 一道佛指飞进朝阴洞 演化出如来佛祖的模样 观音尊者 下一难四圣式禅心 给本佛祖狠狠收拾唐僧师徒 只要打不死 还能悉行就可以 这句话刚一说完 如来的虚影就此消散 观音菩萨 听到如来佛祖的法指 脸色也古怪起来 心里暗自吐槽道 这情况有点不对啊 这唐僧师徒在高老庄 就把本座和佛祖获获了 这走到黄蜂灵 又把灵机菩萨 和黄蜂怪主仆二人 给坑死了 这次过个流沙河 应该没多大问题吧 那卷帘 可是给唐僧内定的徒弟 这师徒几人 就算再能坑 也不会把佛祖给坑了吧 就这样 观音菩萨不再多想 打出三道信息后 起身向西游路上而去 西游路上 观音菩萨 离山老母 普贤菩萨 文殊菩萨 出现在一片荒山上 观音菩萨一挥手 一片庄园出现在群山之间 离山老母 随即变身 成了一个端庄的妇人 至于三位菩萨 则变成了三位妙龄少女 起起喊了一声 离山老母母亲 流沙河畔 唐三向玉皇大帝 施了一脸 郑重地说道 陛下 看来贫僧又要告辞了 西游现在才算开始 不过临行之前 可否请陛下帮个忙 把贫僧兔皮大衣的欢喜大道 给激发出来 能坚持一个晚上就行 玉皇大帝古怪地 看了一眼唐三 眼神狂跳 暗自吐槽道 金铲子这个坑货 八成又要坑人 本帝只是输入一道神力 卖个人情给他而已 至于谁 被金铲子坑了 不关本帝的事情 玉帝看着唐三西行的背影 古怪地笑了起来 如果本帝记得 没错的话 下一难 可是佛门安排的四圣式禅心 金铲子让自己激活 那欢喜佛的欢喜大道 本帝闭着眼睛 都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了 玉皇大帝想到这里 看向杨俭说道 杨俭 佛门害了你的母亲和妹妹 还有天庭的几个公主 也被他们折腾得够呛 这两天 我们可以先报个仇 走 和本帝回天庭 把天庭库存的影音石 全找出来 我们这回可以发一笔小财 玉帝带着杨俭 回到了天庭 玉帝立马激活号天静 一片庄园出现在画面之上 至于杨俭 在灵霄宝店里 以虚迷世界的手段 安放了十万块影音石 唐三一行人翻山越岭 又是几个月过去 终于看到一处庄园 周围 还有无数田地和牛羊 猪八戒看到这处庄园 脸色顿时黑了下来 骂骂咧咧地说道 又是这个破地方 似圣事禅心 坑了俺老猪九次了 俺要是有办法 非得来个假戏真做 把这几个老家伙 全都给推了 孙悟空听的猴毛 都直起来了 古怪地说道 呆子 你疯了吧 那观音菩萨还行 马马虎虎能上 离山老母 都是个老婆婆了 不过她是女菩萨 也凑活了 可是那文殊菩萨 和普贤菩萨 就有点吓人了 他们可是男菩萨 你怎么能吓得去嘴 猪八戒恨恨地说道 猴哥 想想后边 他们折腾了 我们多少回吧 光是驼岭那一难 就把我们给 坑得不要不要的 好不容易有机会 正大光明地 坑他们一把 俺老猪捏着鼻子忍了 大不了走汗道 唐三听到这脸 古怪地笑了起来 八戒 如果你八戒 如果你真有想法 为师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让你得偿所愿 八戒一听 眼神立马亮了起来 嘿嘿笑道 师父 你真有办法 废话 进了这处庄园 你一切照叫 悟空 你今晚想办法 把那离山老母 推进八戒的房间里 到时候 平僧让这四个佛门大圣 哭天无泪 就这样 观音菩萨几尊神圣 想着坑取惊人 唐三的取惊人团队 又想着坑观 因菩萨一伙人 这个时候 唐三带着一众徒弟 很快来到庄园前 直接疯狂开始拍门 不一会 一位门童打开了庭院 看到孙悟空后 连忙问道 长老从何处而来 唐三看到这个场景 顿时无语了 心中暗骂道 这几个菩萨 临山待得太久成 傻缺了吧 哪有门童遇到妖怪不害怕的 我前九世怎么混的 连这都看不出来 金铲子在脑海中 叹息一声说道 平僧前九世 只顾着取经 哪知道 佛门还有这些弯弯道道 要不是你降临平僧的身躯呢 和本座的神魂合一 平僧八成 还得按既定的命运走下去 唐三沉生说道 大师 你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 到底是生是死 金铲苦笑一声说道 本座充其量 算是前世的一道魂影吧 就算你不降临 转世十次 最终也是成就唐僧 世间再无金铲子 如今 你从界外而来 与平僧的真灵融合 勉强保住了平僧的一道生机 不过 也仅仅是一道生机而已 听到之下 平僧注定消散 未来的你 如果能成胜 或许平僧还能归来 否则 平僧终究会消失 这是平僧注定的命运 唐三听到金铲子这么说 郑重地说道 我可以倾紧那罗叔手 帮你一把 脑海中的金铲子 苦笑一声道 那样 你的真灵印记 没有我的魂影掩盖 你会瞬间消亡 平僧这道魂影 也会提前消散 佛门会在这具肉身中 演化出一道假魂 接续西游路 唐三听到这里 也是颇为郁闷 郑重地说道 大师 你先休息吧 这一世的事情交给我了 未来成圣 也不是不可能 这个时候 唐三看向宅院门口的门童 骂骂咧咧地说道 从何处来 当然 是从东土大唐而来 前往西天沙如来 抢观音 唐三这话一出 差点没有把暗中的 几尊佛门大圣给气死 离山老母 连忙从内院走了出来 对唐三说道 几位远道而来 恕奴家招待不周 赶紧进来吧 吴家的这处庄园 早些年家里 男丁都出门做生意 结果这么多年 他们再也没有回来 今天怠慢诸位师父了 离山老母 随即把唐三师徒 带到了正堂 白马 也被侍女牵去了马厩 这让小白颇郁闷 破口大骂 凭什么主人和师兄们 都有好吃的 好喝的 俺老白就得吃草料 俺要喝酒吃肉 我俺母马 这个女童 乃是观音菩萨的 一丝念头演化而成 听到这匹马的吐槽 气得差点杀了 他吃马肉 随即 把他拴在后院 不再管他 正堂内 离山老母装扮的妇人 看着唐三说道 这位长老 你以后可不能说 什么杀如来 抢观音的话了 他们都是你们佛门的大能 你叫他们的名字 他们应该都会感知的 万一或是临身 可就晚了 如果长老实在不想取经 也可以入赘在我家呀 到时候 我们整个庄园 还有那万贯家财 和数不尽的牛羊 都是你的 唐三叹息一声说道 那你总得把你女儿叫出来 让平僧看看吧 万一是只霸王龙 俺也不敢答应啊 离山老母听到唐三这么说 立马喊道 真真 爱爱 连连 家里有贵客上门 出来接客了 这话一出 唐三脸皮一阵抖动 心里暗骂道 神他妈的接客 观音的小娘皮也就算了 文叔 普贤那两个 算是怎么回事 平僧遭不住啊 这好事 还是交给八戒吧 就在这时 离山老母再次说道 几位师父 我这三个女儿还可以吧 不说是国色天香 也算是碧月羞花了 应该配得上几位吧 随即看向唐三说道 师父 你看中我那个女儿了 可以尽管提亲 我今晚就可以安排你们入洞房 唐三听到这脸 古怪的说道 他们三个平僧都没有看上 我感觉你平僧倒是挺重义的 要不我们极为连连 毕竟 平僧也不能和徒弟们抢人不适 离山老母听到唐三的话 差点没被气死 沉生道 如果 长老看上卢家 也不是不可以 不过 要等卢家这三个女儿的事情 安排妥当后才可以 离山老母转身看向孙悟空道 这位师父 我这三个姑娘 可有看中的 孙悟空摇了摇头说道 师娘 俺老孙只喜欢母猴子 您这三个女儿 不是俺老孙喜欢的品种 随即 低声对唐三说道 师父 您怎么看上这颗老帮菜了 不像是你的眼光啊 唐三看着离山老母古怪的说道 悟空啊 你有所不知啊 小有小的好处 老有老的滋味 你看这位老妇人端庄自然 八成技术超强 师父就喜欢这个类型 孙悟空几眉弄眼的说道 师父 俺老孙怀疑你在开车 但是我没有证据 离山老母看着 两师徒脸上淫荡的表情 差点没有被气死 不再理睬他们 转身看向沙和尚和白龙马 今晚可是他们二师兄的主场 他们怎么会破坏计划 连忙直摇头 猪八戒这个时候 直接急眼了 连忙说道 师父 师兄和师弟们不愿意 俺老猪愿意啊 娘 您老咋把俺老猪忘了 离山老母悠悠地看着猪八戒 轻笑道 这么说 你愿意入追我们家了 猪八戒黑黑说道 几个小美人这么漂亮 看得俺老猪直上头 俺老猪愿意入追 离山老母看到猪八戒的模样 轻声说道 这位长老 你这位长老 你看上奴家的哪位女儿了 奴家好给你们安排婚事 猪八戒听到离山老母这么说 害羞地说道 娘 我看您的三个女儿都挺漂亮的 可以三个都娶不 哦 啥 你还想娶三个 你能行不 猪八戒听到离山老母这么说 脸色顿时黑了下来 高声道 俺老猪 绝对龙惊狐猛 娘 这点你完全可以放心 离山老母听到猪八戒这么说 轻笑道 既然如此 只要妾身这三个女儿愿意 妾身就没有意见 观音菩萨心里暗自叹息道 本来想坑一把堂三藏这个混蛋 没想到是这头蠢猪中招了 算了 坑一个是一个吧 天鹏 你要是想报仇 就去找如来佛祖吧 和本菩萨没有半毛钱关系 观音菩萨随即拿出一件黑布 对猪八戒说道 这位猪师父 只要能蒙着眼抓到我 我就愿意嫁给你 爱爱和连连 也点头秤世 唐三看到这一幕 脸上充满了笑意 连忙说道 这种小情侣之间的游戏 怎么能在大庭广众之下玩耍 现在天都黑了 要不你们找一间屋子 自己去玩 离山老母听到唐三这么说 郑重下杯 连忙秤世 起身带着几人来到后院厢房 三大菩萨和猪八戒 直接走了进去 离山老母看着几人都走了进去 转身就要离开 故意靠近房门 想要看看里面 趁着离山老母不注意 直接把他撞飞了进去 房门自动关了起来 唐三手中的兔皮法衣飞起 与这间屋子相合 一股淡红色的雾气 开始在屋子内出现 离山老母看到这虚空中的红雾 脸色猛的一变 暗道 坏了 这是传说中的欢喜大道 恐怕已经达到了准圣境界 这下要遭 随即就想 以半圣级的修为 震碎这间屋子 然而 这屋子 可是和准圣密宝相合 此处空间兼顾的 堪比准圣小世界 离山老母和三位菩萨 彻底慌亡 他们感知到自己的修为 被禁锢到太乙精仙境界 和猪八戒一个境界 同时 自己变身的法相 也被禁锢 再也无法恢复真身 这个时候 猪八戒 一把就把离山老母 给抓到了怀里 怪笑道 让俺老猪猜猜 你是真真对吧 离山老母 看到猪八戒的猪嘴 都快拱到自己脸上了 直接惨叫起来 一脚把猪八戒 踢飞了出去 怒声喉道 猪八戒 赤场局 是不是你们师徒 部下的对吧 猪八戒索性 摘了自己的眼罩 怪笑道 你们几个妖怪 又是从北巨卢州 来的小妖怪吧 想不拒吃了我师父 你们的胆子好大 不过 你们母女四人 长得还挺不错的 既然你们敢不拒吃俺师父 今晚就不要怪俺老猪了 都过来伺候俺老猪吧 猪八戒随即就扑了过去 然而他忘了 众生平等之下 离山老母和三位菩萨 还保持着太乙经线的修为 直接就被四个人削了一顿 孙悟空看到这一幕 直骂猪八戒废物 唐三却是慢悠悠地说道 悟空 稍安勿躁 你师弟最多挨一顿打 如今欢喜大道快发威了 本会有这几尊佛门大胜兽的 天庭灵霄宝殿 玉帝的浩天镜刚飞到半空 就看到猪八戒 抱住了离山老母 看得天庭众仙 古怪无比 武德兴军怪笑道 玉帝 又到了佛门四圣室禅心这一难 微臣怎么感觉 佛门这几个大能 要吃亏啊 天鹏刚才差点把离山老母给啃了 简直要瞎懒的仙人眼 仲仙听到武德兴军这么说 顿时哄堂大笑起来 玉皇大帝满脸笑意地说道 这是佛门安排的劫难 我们天庭安心看戏 就可以 人间 观音演化的宅院内 猪八戒怒声道 你们几个小娘痞果然厉害 竟然全是太义惊险 你们都这个修为了 还来西游路上 霍霍俺师父干嘛 活腻歪了 猪八戒催动脚上的老布鞋 飞快地溜了出去 就在这时 这间屋子的欢喜大道震动 红雾进一步加强 观音菩萨脸色朝红起来 离山老母和三位菩萨 都有点顶不住了 毕竟这是准圣中期的欢喜大道 他们四个修为最强的 才半步准圣 一日不达真正的准圣境界 就得被这欢喜大道压制 观音菩萨这个时候 脸色惨白 强韧心中的躁动 被猪八戒说道 八戒 无奈南海观音菩萨 你赶紧放开此地的禁锢 否则会出大事的 猪八戒听到这里 狂翻白眼 铁嘴说道 你是不是当俺老猪傻 还是认为 敢没见过观音菩萨 想胡弄俺老猪 没门 猪八戒随即在房间内 演化出一道观音菩萨的虚影 一脸严肃地说道 妖怪 看到没有 这才是观音菩萨的 真身虚影 你说 你是观音菩萨 你倒是恢复真身 让俺老猪瞧瞧 观音菩萨几人 差点没有被猪八戒气死 俺骂道 你们师徒以密宝 封锁了这间屋子 本菩萨恢复个屁的真身啊 观音菩萨感觉到 自己心里发慌 已经快顶不住 欢喜大道的侵蚀了 连忙拿出玉镜瓶说道 八戒 这是本菩萨的 先天灵宝玉镜瓶 三戒之内 只有这一戒 扔过来看看 鬼知道这个玩意是真品 还是假货 观音尊者 连忙把自己的玉镜瓶 丢给了猪八戒 猪八戒这个时候 难难地说道 看着像是玉镜瓶 不过 俺老猪没见过 俺还不能确认你们的身份 明天早上 这件准圣秘宝 自动消散了之后 俺让师父再看看 你们四个老十点 今晚俺老猪就不对你们动粗了 明天早上 真假自现分晓 离山老母听到猪八戒说 要等到明天早上才可以确认 顿时急眼了 连忙说道 八戒 那你先把这道禁止给打开啊 猪八戒古怪地说道 这玩意 是俺师弟 从流沙河的一道秘境里 找到的 只知道激活的办法 不过 你们也不用着急 到明天早上 这道禁止 就自动消散了 观音菩萨听到猪八戒这句话 瞬间绝望了 内心被欢喜大道引动的欲望 再也压不住了 一步走出 就 一步走出 就抱住了猪八戒 猪八戒瞬间慌张了 你几个意思 放开俺老猪 刚才只是吓唬你们一下 俺老猪誓死不从 然而 观音哀叹一声 沙一落下 屋子里传出 让人脸红心跳的声音 可怜的猪八戒 一个晚上 时间被逆推了四次 天庭的众多仙神 全部目瞪口呆 养解难难地说道 观音菩萨 好像被猪啃了 哪吒三太子古怪地说道 二哥 你说的不对 是观音菩萨把猪啃了 浩天镜里的画面怎么看 天鹏都像是受委屈的那个 然而 接下来的画面 直视 武财神赵公明古怪地笑了起来 郑重地说道 骑禀御殿 天鹏这次被佛门欺负惨了 四个打一个 其中还有朴贤和文书两个南菩萨 天鹏明天要是知道这个事情 恐怕要发疯了 我感觉 明天天鹏八成 会来天庭告状 我们得留下证据 随即一块影音石 飞向半空中 看是复制现场画面 这一幕看得杨简古怪无比 没想到 竟然还有同道中人 灵霄宝殿的众多仙神 听到了赵公明的话 哄堂大笑起来 南极仙翁擦了擦额头的冷汗 暗自吐槽道 这几个不要脸的东西 幸亏叛教了 要不然 今天铲教 可是丢大人了 就这样 骑离山老母和三位菩萨 在天庭众仙面前 来了一场现场直播 一晚上的时间 杨简都在咧嘴狂笑 十万块留影石 这下本作要发大财了 凡间 五个人经过一夜的欢愉 此刻都昏睡在大床上 猪八戒左手观音菩萨 右手骊离山老母 肚皮上还趴着一个普贤尊者 还有一个文殊菩萨 自己蜷缩的一旁睡的正熟 这个时候 唐三的声音 穿进猪八戒的心间 八戒 欢喜大道即将消散 你做好准备没有 师父放心 我已经服下一枚九转黄昏蛋 还有三颗九转金丹 就算他们暴怒一击 也要不了俺老猪的小命 唐三一听 直接收回了兔皮大衣 欢喜大道最多坚持半刻钟 然而 此地的天机 瞬间扩散了出去 如来刚在大雪山林旧洞 修复好自己的金身 就感知到到凡间这一幕 气得一口佛血喷了出来 导致金身再次有缺 灵山的众多佛门大圣 也看到了观音菩萨几人的样子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降龙直接哭了出来 惨笑道 音音 你可是我心里的白月光啊 你怎么可以这样 竟然和那猪八戒这么玩 玩就玩吧 你竟然还带上文书和普贤两个人 俺降龙的心都碎了 然登佛祖这个时候 脸色漆黑 恨不得一巴掌拍死这几个丢人玩意 佛身一个闪现 就降临在观音菩萨眼花的庄园上空 同时 欢喜大道早就消散一空 普贤悠悠醒来 萌萌萌萌的喊道 昨晚本座睡的 怎么浑身疼 不对 后边怎么火辣辣的疼 这时 他看明白了 自己竟然趴在猪八戒的身上睡了一夜 脸色顿时惨白 观音菩萨和离山老母 这个时候也醒了过来 看到自己 躺在猪八戒的怀里 瞬间回忆起来 昨晚晚上的场景 顿时傻眼了 观音菩萨和离山老母气的 一巴掌打在了猪八戒的身上 可怜的猪八戒 直接就炸开了 这个时候 虚空中凝聚两道紫霄神雷 静止撇了下来 刚到此地的燃灯佛祖 看到这一幕差点没气死 这几个狗东西 和猪八戒完了一夜 现在又把猪八戒给拍死了 这惊还怎么取 天道不降下紫霄神雷才怪了 无奈之下 燃灯佛祖 只好一身挡住了两道紫霄神雷 本来庄重无比的燃灯佛祖 立马被劈成了黑雄精 一身骄黑 此时 猪八戒残破的肉身和灵魂 在九转还魂丹的作用下倒流 最终复苏归来 猪八戒刚归来 就仰天惨叫 师祖救命啊 有人杀猪了 三十三重天 太上老君苦笑一声 这个徒孙 真不让人省心 竟然和金铲子合谋 把佛门的思维大圣霍霍了 真是让老道无奈 不过 无人交救这一根毒苗 不能真让他出世 随即 太上老君的身影 出现在凡间 显化在猪八戒的身前 看着燃灯古佛说道 燃灯道友 此时我们还是请玉皇大帝评理吧 这情况 老道和佛门也不方便介入 燃灯古佛脸色阴沉地说道 好 此时佛门需要一个交代 就这样 太上老君带上唐三师徒 燃灯佛祖 带上离山老母和三大菩萨 一起前往天庭 看守南天门的摩理清四兄弟 看着佛门的几尊菩萨 嘎嘎怪笑起来 气得离山老母 差点直接出手拍死他们 灵霄宝殿之上 玉皇大帝对着诸神郑重地说道 诸位神之 等会老君就要带着他们 来灵霄宝殿了 你们谁要是敢笑出声 本地就赏他十雷鞭 下一刻 一众人就出现在灵霄宝殿之上 还没等众人说些什么 猪八戒就哭喊道 启禀玉帝 俺老猪冤枉啊 昨天晚上 离山老母 观音 文书和普贤三位菩萨 变成妖怪的模样 把俺老猪给强暴了 俺老猪这下丢大人了 他们设局霍霍俺老猪就算了 还来两尊男菩萨 这是什么操作 俺老猪以后还怎么见人 这观音尊者 怕事情败露 还把玉境平送给了俺老猪 当成补偿 这他娘的 也太欺负猪了 一晚上四个呀 这是把俺老猪 当成太古蛮牛用了 杨俭这个时候 实在忍不住了 怪笑道 几位菩萨 没想到你们佛门玩得这么花了 真让俺杨俭开眼了 诸神听到杨俭的话 再也憋不住了 都是哄堂大笑 离山老母 脸色顿时一黑 怒声道 诸八戒 你这个混账玩意 你和你师父设下局 把我们困住 然后侮辱了我们 你还敢倒打一耙 诸八戒听到离山老母的话 反驳道 在深山老林里 忽然出现一个大庄园 还有几个如花似玉的大姑娘 要上赶着嫁给俺 这他娘的 除了妖怪 还能是什么 俺老猪怎么能想到 是 俺老猪怎么能想到 是佛门的四尊菩萨 在翘首弄姿 勾引俺 这他娘的 做梦俺也想不到啊 所以 把你们封印起来 有错吗 可是 你们几尊菩萨 发的哪门子疯 竟然直接冲上来 就把俺老猪给强了 你们不要脸 俺老猪还要脸面呢 文殊菩萨这个时候 彻底坐不住了 怒喝道 诸八戒 你少在这里 胡搅蛮缠 要不试试 你们暗中激活欢喜大道 我们岂会遭了 你们师徒的算解 唐三听到这脸 连忙出班 向玉皇大帝施礼道 陛下 他们都说自己有脸 是被坑的一方 然而任何事不是说什么 就是什么 一切都要看证据说话 离山老母 和几位菩萨说 贫僧和八戒合谋坑了他们 还激活了欢喜大道 这简直是信口雌黄 众所周知 能和大道沾上面的 都是准圣以上的强者 我们师徒修为最强的是 孙悟空和沙悟靖两个徒弟 他们还只是大罗精先出气的修为 而欢喜大道 又是佛门的秘法 八成是他们 几尊菩萨 看着八戒眉清目秀 是个大帅哥 直接催动欢喜大道 把八戒给强推了 观音菩萨听到唐三这么说 佛心直接崩了 怒吼道 三藏 你说本菩萨看上了一头猪 还施展欢喜大道 强推了他 你疯了 还是本菩萨疯了 猪八戒这个时候吐槽道 观音菩萨 你疯没疯 俺老猪不知道 但是 你昨晚第一个把俺老猪扑倒 这总没错吧 俺老猪可不是信口雌黄 俺有证据 其实 猪八戒刚进灵霄宝殿 杨简就以偷天换日之法 给猪八戒送了一万块饮饮食 喊着帮猪八戒敲佛门一笔 此时 猪八戒手中出现一道流饮食 飞到灵霄宝殿的半空中 演化出一道画面 开始就是猪八戒义正言辞的拒绝 然而观音菩萨化身的真真 直接就把猪八戒的给推倒了 随即 就传来猪八戒的惨叫声 观音菩萨看到自己和猪八戒的画面 差点没被气死 一巴掌就把影音室给拍碎了 唐三顿时喊道 骑饼玉殿 这观音尊者 当着众仙的面 摧毁证据 应该打八百大棍 以示成见 燃灯佛祖这个时候 叹息一声道 三藏 这证据不适合在众仙面前展示 唐三眼睛一亮 连忙问道 燃灯佛祖 这么说就不对了 证据总得要有人审核吧 这证据既然不适合 在大众面前展示 那我们请五个仙人 私下审核这证据可以吧 燃灯佛祖故作大方地说道 原则上是可以 但是 你这证据都没有了呀 猪八戒古怪的一笑 又拿出一块流影石 飞向执法天神杨俭 陈生说道 执法天神 还请您为俺老猪作主 杨俭古怪的一笑说道 好说 本天神正想欣赏一下 观音菩萨的大片呢 玉皇大帝听到杨俭这么说 脸色顿时黑了下来 悠悠地说道 执法天神 那叫查看证据 不叫欣赏大片 你可要秉公执法 杨俭连忙说道 玉帝说得不错 是小神失言了 小神这就请四位 先加欣赏大片 不对 是查看天鹏元帅 呈上来的证据 哪吒这个时候 也乐了 连忙喊道 二哥 选我 选我 有这好事 你可不能忘了兄弟 赵公民怪笑一声道 执法天神 算我一个怎么样 观音菩萨几人看到这一幕 看到这一幕 差点没被气死 这东西谁都不能看 必须毁了 离山老母这个时候 终于反应了过来 郑重地说道 启奏陛下 这是我们认灾 我们不上道了 转身就和观音菩萨 几尊佛门神圣 就要离开天庭 等会 猪八戒怒声吼道 什么你们不追究了 昨晚是你们几个 把俺老猪给逆推了 早上又来个谋杀亲夫 直接把俺老猪 打成了一片血污 要不是师祖给俺的酒转 还魂丹 救了俺一命 这会俺就在 老阎王那里喝茶了 你们就这么 一走了之何事吗 那你还想怎么样 观音菩萨怒声道 俺老猪要赔偿 至少一件 准圣境界的宝贝 何况 俺老猪那颗酒转 还魂丹的价值 你们也是知道的 不比准圣秘宝差多少 离山老母冷哼一声 猪八戒 适可而止 否则老神也不是好欺负的 离山老母率先 离开了灵霄宝殿 然后燃灯古佛 也向玉皇大帝施了一礼 带着三大菩萨 离开了天庭 猪八戒看到这一幕 直接傻眼了 喃喃地说道 糟了 这群人全贪娘的跑了 这下亏大了 杨检看了猪八戒 一眼怪笑道 天鹏 你得了便宜还卖怪 差不多可以了 你要是真想要补偿 也不是没办法 你可以把本天神 点你的流影石卖出去 一万块流影石 足可以在三界传的到处都是 唐三听到这脸 眼神顿时一亮 怪笑道 悟空 你带五千块流影石 去北巨卢州 找黑熊金合伙 把这些流影石全卖了 熬猎 你带两千块流影石 发动龙宫的虾兵蟹将 把这玩意 传遍人间的江河湖海 两个徒弟随即也离开了天庭 唐三转身 看向八戒说道 八戒 发动你在天庭的人脉关系 剩余的三千流影石 传遍天庭 随即唐三向玉皇大帝试了一脸 也去忙活去了 众仙散班以后 杨检连忙叫驻土德兴君说道 土德兴君 吴有庄生意 想请你帮忙 这里是五万颗流影石 你安排人间的所有土地公公 把他们卖到整个人间 土德兴君脸色顿时抽搐起来 古怪地说道 执法天神 这样真的合适吗 让你做你就做 哪来那么多废话 何况这都是唐僧师徒做的 和咱们天庭无关 土德兴君直接无语了 随即离开了灵霄宝殿 杨检看着厨戴 躺着的四万颗影音石 古怪地一笑 向天狱走去 当天晚上 天狱 当天晚上 天狱的数千魔头 打破天庭的禁止 冲出来南天门 逃下戒去 天戒一天 人戒一年 燃灯佛祖 带着几位佛门大圣 回到灵山之后 如来佛祖 也显化在大雷音寺的连台之上 降龙罗汉幽怨地 看着观音菩萨 不甘心地说道 观音尊者 我降龙 难道比那头出长得还差吗 你为什么愿意伺候他 都不愿意和我双修 俺降龙心里苦啊 观音菩萨听到降龙的话 差点没有气晕过去 怒声道 降龙 你怎么知道这是的 再敢多说一句 本菩萨宰了你 降龙怒声吼道 观音 你们这破是佛门众生 谁人不知 俺到现在 心里都是痛的 离山老母听到降龙这话 顿时受不了 怒声道 降龙罗汉 你敢再多说一句 本尊立马拍死你 随即 离山老母 一双阴冷的眼神 看向众多罗汉和菩萨 沉生说道 谁要是敢乱嚼舌根 别怪老母出手无情 如来佛祖也是叹了一口气 暗自吐槽道 阿弥那个陀佛的 金蝉子师徒 就是一群灾心 谁碰到谁倒霉 那头猪也太狠了 把佛门四大圣 全给霍霍了 以后的劫难怎么办 不会把他们都吓跑吧 就在这世 大雄宝殿 出现离山老母茶的声音 佛祖 当年本尊加入 加入佛门的时候 就说过 只做一散人 如今本尊这么大年纪了 还被一头猪给霍霍了 你是不是得给我一个交代 文书也气坏了 悠悠地说道 佛祖 这都什么事情啊 四圣是禅心 结果 我们直接遭了这么大的罪 我感觉我不干净了 普贤尊者 虽然什么话也没说 但是也一脸气愤地 看着如来佛祖 意思很明显 要如来给一个说法 如来佛祖 脸皮直抽搐 看着离山老母 和文书普贤说道 你们下界遭遇此劫 本佛祖代表佛界 对你们表示深深的歉意 然而 如今取金人团队 在亮节期间 授天道护持 本佛祖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不过 本佛祖允许你们 前往八宝宫得持洗礼肉身 算是对你们的补偿吧 就在这时 观音菩萨脸色巨变 总感觉有无良因果 在向自己身上汇集 最后 观音菩萨苦笑一声 对如来佛祖说道 佛祖 可否听查三件 看看金蝉子师徒在干嘛 本尊感觉无良因果 在向我交织而来 总感觉要出大事 如来佛祖听到这脸 脸色也凝重起来 随即开始听查三件 这次倒是挺顺利的 直接就感知到唐三的位置 就在此时 如来佛祖如遭雷击 他竟然发现 唐三在组织天庭众神 在观看小电影 小电影的主角 就是佛门四大圣河猪八戒 此刻 天庭之上 猪八戒无奈地说道 诸位兄弟 这辈子 俺天鹏都投猪胎了 也不怕丢人了 佛门的观音 普贤 文书 外加离山老母 他们变成妙龄少女 把老猪逆推了 特别是那观音菩萨 补偿点俺老猪的玉镜瓶 也召唤走了 佛门四圣穿上裤子不认账 这简直是卸磨杀猪 俺老猪都被他们折腾虚脱了 俺这有不少 佛门四大圣 逆推俺老猪的影音石 为了补补身子 俺只好把这些 珍藏给卖了 二百金单一个留影石 魔力红听到这里吐槽道 元帅 你这影音石 一晚上 就可以凝聚万八千美 这就是凡物 不值钱 鉴于里面有内容 最多五十个金单 不能再多了 唐三听到这里 狂翻白眼道 诸位神教 请听平僧一言 影音石确实不值钱 不过佛门四大圣 大战八戒的场面 你们就算愿意出一百万金单 佛门四大圣 也不可能配合吧 二百金单 这个是有情价了 如果 你们看了 觉得不满意 十天之后 平僧愿意三倍价格回收 天界诸多神仙 听到唐三这话 没有半课钟 就给抢完了 整个天界的仙神 都是呼朋唤友 留着哈拉子 看起佛门四大圣大战珠 八戒的小电影 这画面气得如来佛祖 佛区差点炸开 如来佛祖可怜地 看向离山老母和观音 文书和普贤菩萨 一脸沉重地说道 离山老母 现在那珠八戒叫嚣着 你们四个 把他逆推了 没付钱就跑了 现在把你们 昨晚大战的影音石 以二百金单的单价 卖遍了整个天庭 不对 这因果不对 昨晚天庭的天狱禁制 被冲破 人间 幽冥 四海八荒 北巨如舟 整片三界到处都是 哦 啥 离山老母听到这脸 差点没风 一脸不敢相信地 看向如来佛祖道 佛祖 你这是给老神开玩笑的对吧 老神可竟不起这样的玩笑 如来佛祖苦笑一声说道 离山老母 本佛祖有骗你的必要吗 你一定要挺住啊 离山老母听到这脸 佛心直接炸开了 喃喃地说道 老神活了数个量劫 没想到帮佛门 娶金人度个劫难 就身败名裂 既然如此 不如归去 离山老母的气息 从半步准圣 开始降到大罗金仙 眼看就要降到太乙金仙 如来一直点出 定住了即将自毁的离山老母 叹息一声说道 离山老母 何至于此 你是经历多少劫难 才走到如今的地步 马上要跨入大修行者行列了 却选择自毁 好好活下去吧 离山老母什么也不说 身躯都开始化光 如来佛祖 心里狂骂 不就是被猪啃了吗 有什么大不了的 至于这么决绝吗 阿弥哪个陀佛的 本佛祖得好好劝劝他 佛门培养一位半步准圣 不容易啊 想到这里 如来佛祖郑重地说道 离山老母 你以为自毁百事修为 转世重生 就可以躲开吗 地狱之中 那十殿阎罗 地狱之中 那十殿阎罗 也抱着那隐名时 在看大片呢 你这一转世 他们直接看到正主了 万一他们利用地道规则 强行留你千年 让你陪着他们 一起看小电影 你该怎么办 把自己炸得灰飞烟灭 大雷音寺的佛门众生 瞬间无语了 这佛祖真会劝人啊 把离山老母 生生地劝到自爆 最后 燃灯佛祖直接出手了 把离山老母封印 丢入万佛洞中 转身再次看向 三位菩萨说道 你们是选择 当个懦夫逃避 还是找机会报仇 如果你们选择逃避 本佛祖 这就送你们去万佛洞沉眠 观音菩萨听到 燃灯佛祖这么说 无奈地叹息道 佛祖 如今平僧 还在住持西游 就算是想去沉眠您 也不会允许吧 既然如此 平僧希望佛祖 能够答应我一个条件 就是把三界之内的 所有隐音石 都给销毁了 燃灯佛祖和如来佛祖 对视了一眼 齐齐点头 随即郑重地说道 佛门会解决此事 如来佛祖这个时候 探出大寿身相虚空 直接从北聚如舟 抢来了一块隐音石 一番检查后说道 一枚隐音石 播放一百遍之后 就会陷入自毁 然而 这种隐音石到处都是 我们不可能找到 所有的隐音石 佛门虽强 也不能对三界 所有势力出手 那样做就是在找死 燃灯佛祖叹息一声说道 这批隐音石 八成留了后门 要不然 也不会播到一百遍 就会自毁 我们佛门 可以找隐音石的主人谈谈 如果他同意 启动后门 那这批隐音石会 瞬间自毁 如来佛祖听到这里 苦笑一声 看来 本佛祖还得去找那 溺土一趟了 就这样 如来佛祖的身影 自灵山消失 出现在南天门外 四大天王 直接就把如来佛祖 给拦住了 如来刚准备发火 玉帝的声音 就出现在南天门 四大天王 放如来进天庭吧 如来佛祖向虚空 施了一礼道 多谢大天尊 如来的身形再次显现 出现在猪八戒的面前 天庭的众多先生 看着如来佛祖 亲自来砸场子 吓得全部都跑了 如来佛祖 怒气冲冲地说道 猪八戒你疯了 这玩意能乱卖吗 你就不嫌丢人吗 不嫌 猪八戒 阵阵有词地说道 俺这一世 都投成猪胎了 还有什么好在乎的 就这佛门的思维大圣 还把俺老猪给强了 观音菩萨干这事 俺老猪捏着鼻子也就认了 离山老母一个老太婆 也来凑热闹 以后 让俺老猪出门 如何见人 如果到这一步 俺老猪也认了 俺老猪不干净了 俺老猪不干净了 佛祖 他们两个疯了 两个男菩萨 对俺老猪玩这招 差点没有恶心思案 他们四个一晚上 轮番欺负俺老猪 把俺老猪身体 都掏空了 问他们要点赔偿 当营养费 一个个全都跑了 俺老猪现在太虚弱了 这猪脸也不打算要了 卖点小视频 换点金丹补补身子 如来佛祖听到这脸 顿时无语了 怒声道 猪八戒 你有完没完 你们社局把观音尊者 几尊佛门神圣 坑得不要不要的 现在 你还喊着吃了大亏了 你还能要点脸吗 猪八戒看着 如来佛祖古怪地说道 当初 灵霄宝殿中 大天尊带着众仙 亲神此次公案 他们几个自己 放弃了追责的权力 然 俺老猪被坑得这么惨 坚决要捍卫自己的权力 佛门四大圣 必须赔钱 佛祖 离山老母和观音菩萨 休愤之下 起床 就打了俺老猪一掌 俺全靠施祖赐的 九转还魂丹 才活了下来 几位佛门大圣 一毛不拔 半分钱都不赔 跟着燃灯佛祖就跑了 佛祖 俺老猪要赔偿 如来佛祖这个时候 叹息一声说道 八戒 这次的事情 你我皆知 该给这一男画上句号了 本佛祖替几位菩萨 陪你十座金山 你把三戒所有的流影尸毁了 猪八戒双手一摊道 没可能 全卖光了 就在这个时候 杨简的声音 出现在猪八戒的心间 八戒 对不住啊 我一共有十万颗流影石 除了送给你的一万颗 剩余的也都卖出去了 本来想和你五五分城呢 结果 如来佛祖杀上门了 如果赔偿的话 记得要翻十倍啊 猪八戒彻底惊呆了 心里狂骂 杨简 你不讲究 话说咱们卖的 流影石能自动销毁不 杨简阵阵有词地说道 那是自然 我设定的规则 就是 隐影石看一百遍就自毁 现在无非是提前而已 就在这时 如来佛祖最后再次问道 八戒 怎么样能成交吗 猪八戒冷哼一声道 佛祖 我已共卖了十万块隐影石 那可是两千万的金丹 融化成你这种金山 都有二十座了 你杀上门 就是告诉俺老朱 让俺赔本 替佛门平视 您看俺老朱像是傻子吗 如来佛祖听到这里 瞬间无语了 随即再次拿出十座金山说道 八戒现在可以了吧 猪八戒缓缓摇摇头说道 俺师父曾经向众仙承诺过 如果不满一小视频的 三倍退款的 俺老朱也同意了 现在一旦违约 你这二十座金山差远了 相信你佛祖的修为 足以推演出俺老朱 又没有说谎 猪八戒这话一出 直接把如来佛祖给干沉默了 最后 如来佛祖悠悠地说道 八戒 你知道这金山是怎么形成的吗 我们佛门准圣炼化混沌 凝结成这种类似金丹的修炼资源 一百个天剑年 才能炼化出一座金山 六十座金山 需要一尊佛门准圣 给你免费打工六千年 八戒 以后 你们师徒对佛门下手清点吧 本佛祖真的造不住了 猪八戒 阵阵有词地说道 佛祖 这可不能 佛祖 这可不能算到俺 和师父头上 要不是那几个坑货 咱们佛门 也不至于 把人丢到了全三戒 佛祖叹息一声道 好了 不就是六十座金山吗 本佛祖出了 随即手中 又飞出四十座金山 猪八戒拿出一枚隐音石 激活了上面因果的力量 三戒内的所有隐音石 瞬间化为积粉 三戒之内 无数的陷 神 妖 鬼都是破口大骂 这堆积粉 最终只传出一道生命 小电影受到佛界的压力 不得不提前引爆 如果诸位需要赔偿的话 都可以前往天界执法天神处 领取补偿金 不过 大家出门的时候 一定要小心 不要被祭仇的四大菩萨灭口了 到那个时候 可就太不划算了 这下 被聚如舟的妖怪们 破口大骂 什么破玩意 这玩意 本来就是偷偷摸摸看的 去执法天神那里领补偿 谁敢啊 至于四海和人间 没有天地的旨意 除了四海龙王 别的生灵 根本就上不了天庭 至于地狱诸多阴神 真当阴律是吃素的 如来佛祖敢知道 三戒内 关于佛门四大圣的小电影 全部消散后 就离开了天庭 执法天神阳俭 瞬间降临 古怪的说道 天鹏 这次赚这么多 至少有我一半的功劳 见面分一半 是不是该给本座意思一下啊 唐三听到杨俭的话 瞬间翻了个白眼 轻笑道 执法天神 你自己就可以去混沌中 炼化金山这种宝贝了 用不上这几座金山了吧 这个时候 孙悟空和白龙马 也飞了回来 孙悟空怒声道 杨俭兄弟 你压得不地道 俺老孙和黑熊精 在北剧如舟 使劲开拓市场 遇到无数妖魔 也在北剧如舟卖小电影 你这套路 差点闪了俺老孙的腰 是不是给俺老孙个说法 杨俭这个时候 也是颇为无奈 一脸镇定地说道 圣僧 几位兄弟 既然你们已经坑了 不对是转了如来 那贼徒六十座金山 那这笔金单 杨俭就自己收下了 你们该去取吸金了 一路顺风 唐三几个师徒分赃完毕之后 走出南天门 降临到一处宅院前 猪八戒看着这处宅院怪笑道 师父 没想到 看下次观音菩萨出现在安老珠面前后 他还怎么拽得起来 唐三古怪的一笑 下一难 可是镇原大仙的武装观 平僧记得不错的话 他应该还会出场 到时候 我们再好好炮制他 孙悟空听到下一难 要到镇原子武装观后 难得的腼腆了一下 唐三看到这一幕笑道 悟空 你笑什么 难道 你真想和镇压大仙拜把子不成 那可不是什么好主意 孙悟空听到这脸 尴尬地笑了起来 师父 哪能呢 之前九次安老孙觉醒得太晚了 愣是和这位大仙结拜了九次 那可是比如来佛祖辈分 还高的大神 这也太吓人了 唐三轻笑道 诸位徒弟 走吧 咱们该去找镇原大仙了 一行人翻山越岭几个月 终于赶到了传说中的武装观 唐三亲自上前敲响大门 不多时 清风和明月 就打开了武装观的大门 清风郑重地问道 这位长老 可是自东土大唐而来 前往西天取经的唐长老 唐三听到这里摇头道 贫僧是自东土大唐而来 不过却不是为了西天求取真经的 这一世 无名唐三藏 前往西天 只为杀如来 抢观音 不对 这一世的观音 已经成破邪了 贫僧不要了 清风看着唐三这个火宝 顿时无语了 这家伙都来武装观九次了 自己还能认错人不成 随即想起师父的交代 要打下来 两个人 申果给他吃 两个人无奈之下 只好把几人请进武装观 不多时 清风和明月 就捧着两个托盘走了进来 上面正是两枚人身果 唐三 忽然笑了起来 唐三拜见振元大仙 这都第十世了 没必要再陪着佛门玩了吧 您身为帝仙之祖 加上红云老祖的因果 按道理来说 你和佛门的仇怨化解不开吧 总不至于为了 观音菩萨遇进坪里的 那几地三光神水吧 就在这时 房间里浮现出一个老道 正是振元大仙 他看了一眼唐三叹道 秦缠子 你复苏了 可惜了 你也知道佛门的抵御 你没有机会的 就像老道 手持第书三界之内 防御无敌 可是也仅仅是防御无敌 遇到有些事情 老道也得妥协 说完 振元大仙手里 浮现一枚红葫芦 轻声叹道 你不是问老道 为什么和佛门仇身四海 愿意在西游路上帮忙吗 都是为了我这老友 有一丝可能归来啊 唐三看到这个散魂葫芦 吃笑一声 这只是红云老祖当年的一件兵器 没可能让红云老祖归来 何况 当年佛门二圣欠红云老祖因果大道没边 他只要有一丝一毫的可能归来 西方二圣都不可能把这玩意还给你 振元子叹息一声说道 此事 老道岂能不知 不过不试试 总是有些许遗憾 唐三听到这里吐槽道 振元大仙 你就没有想过 当年的红云老祖早 就已经转世了 只是因为某些原因 没有觉醒而已 振元子听到这里 轻声叹道 三藏 你能想到的 本尊又怎么 可能想不到 我曾以天地宝剑搜查三界数千次 没有得到无那老友的半丝气息 唐三怪笑一声道 那还有另外一种可能 红云老祖的真灵意志 被人强行镇压了 彻底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振元子悠悠地说道 三藏 你可知道 需要达到何等境界 才能封印一尊准圣的真灵 圣人 只有圣人 可以长时间封印准圣的真灵 唐三古怪的一笑 看 振元大仙 您自己都说出来了 只是你 一直不曾往这方面想而已 这圣人道场内 谁和红云老祖修的大道最像 不用平僧说了吧 振元子听到这里 眼神猛的一缩 凝重地说道 本尊知道了 是 本尊知道了 是铲教的云中子 他的性格 和本尊的老友颇为相像 还是三界少有的福德金仙 原始天尊却没有把他收入门墙 以原始天尊的性格 根本就不可能 除非 原始天尊不敢收这位云中子 唐三 看向振元大仙说道 大仙 什么圣灵是圣人都不敢收为门徒的 振元大仙惨笑一声道 三藏 你说的没错 只有当年的三千红乘客 这批大仙和道族 又传道因果 就算当年道族没有承认 这批大仙为弟子 他们也和道族有传道之安 有半师之情 圣人再强大 也不可能收他们作为弟子 猪八戒这个时候 直接惊呆了 连忙说道 大仙 那你还等什么 还不带上吃饭的家伙 把那云中子 不对 是红云老祖接回来 振元子此刻如梦初醒 连忙乘势 踏上祥云就像海外三仙岛而去 南极仙翁正在和云中子下棋 忽然看到振元大仙的降临 两人连忙失礼道 见过振元大仙 振元子看向云中子的眼神 充满泪话 喃喃地说道 我找你了数个亮节 终于让我找到你了 云中子听得浑身直打哆嗦 脸色难看地说道 振元大仙 您是前辈高人 我云中子当不起您的厚爱 我还是喜欢仙子多一点 您老就别吓我了 振元大仙听到云中子的话 哭笑不得 郑重地说道 云中子 你多虑了 本尊今天来 就是送你一个礼物而已 振元子直接拿出来的散魂葫芦 丢给了云中子 南极仙翁看到这一幕 暗自叹息了一声 看来 我铲教从今天起 就要少一顿福德金仙了 云中子下意识 接过散魂葫芦后 他立马大放红光 在云中子的身躯 外交支出一道神简 这颗血色神简飞向半空 开始吸纳三仙岛范围内的无量惊气 整整三个月都没有停下 武装观装 唐三看着清风明月说道 振元大仙前面酒饰 送给平僧的人生果 全被你们两个馋嘴的给吃了 平僧不为难你们 去院子里打十八个出来 赔给平僧 清风明月听到唐三翻旧账 脸色瞬间难看起来 哭丧着脸说道 圣僧 你就饶了我们吧 我们赔不起啊 树上一共就三十颗果子 点你打两颗 还剩二十八颗 就是树上少一颗果子 师父回来 就得处罚我们 孙悟空黑黑冷笑道 偷吃我师父的人生果 就得赔 这是没商量 清风顿时急了 沉生说道 大上 要是这么算账 你都跑来武装观 推到九回人生果树了 这一仗又该怎么算 孙悟空听到清风这么说 脸色顿时黑了下来 怒声道 俺因此也挨了不少 振元大仙的鞭子 这是早翻篇了 清风冷笑一声说道 可是 你这猴子 推了人生果树 差点没有把我和明月吓死 这是还没翻篇呢 孙悟空听到清风的话 古怪地笑了起来 小清风 这么说 你小子是想报仇 和俺老孙过过招了 清风悠悠地说道 师父在的时候 你这猴子 叫我一句清风 我不挑你的毛病 但是 师父不在的时候 请叫我清风老祖 话音未落 清风身上的气息 无限拔高 转眼间从玄仙迈入金仙 然后一路冲到太乙金仙巅峰 猪八戒直接看待了 破口大骂道 这两个小怪物 以前一直装耸糊弄我们 猪八戒话还没说完 清风的修为 就突破到了大罗金仙中期 这下 连孙悟空都不淡定了 骂骂咧咧地说道 这他娘的 就离了大谱了 镇元大仙的童子 都修炼到大罗金仙中期了 还让不上猴活了 清风冷声道 我们师父可是镇元大仙 乃是与天地同寿的存在 世间少有的大能 所谓他老人家的童子 有这个修为 不是很正常吗 孙悟空脸色顿时一黑 废话少说 真当俺老孙 怕你不成 一侯一童子 瞬间站到了一块 两个家伙在高天之上 大战了一个时辰 愣是没有分出输赢 孙悟空脸色顿时黑了下来 急忙喊道 沙尸甸 点子扎手 来帮个忙 沙悟竟听到这里 直接飞上了高天 然而明月也飞上来高天 看着他古怪地说道 卷帘 我劝你不要出手 否则 你今天八成要被揍一顿了 卷帘看着明月吐槽道 他娘的 不会你 也会超级变身吧 卷帘的话刚说完 明月的修为 就像做上了窜天猴 一路窜到大罗金仙后期 沙和尚看到这一幕 瞬间骂了 向孙悟空喊道 大师兄 这个点子更扎手 俺老沙帮不上忙了 沙和尚深河魔源 把自己的修为 临时提升到大罗金仙中期 和明月开始大战起来 唐三看的脸皮直抽搐 心里暗骂道 这两个家伙分明就是一对老六啊 九辈子了 他们一直在武装贯装孙子 这他娘的也太离谱了 有这本事 还看着悟空偷人生果 推倒人生果树 镇元大仙分明在耍猴啊 狗屁的人 生果树要死了 需要观音菩萨的三光神水救治 那就是在演戏 我严重怀疑 悟空连那颗人生果树都打不过 那可是先天十大灵根 先天第二生 推倒就歇菜了 谁信 他经历无尽岁月 恐怕早就诞生了灵质 悟空真的能推得倒塌 想到这里 唐三也是无语了 抬头 看向高天喊道 悟空 悟静 打个屁 不打了 平僧现在才想明白了 这辈子最长的路 就是镇元大仙的套路 孙悟空听到唐三的话 立马按下云头和沙盒上 一起回到了武装官 清风和明月 也封印了自己的修为 重新回到了悬仙境界 看得唐三 脸色立马黑了下来 吐槽道 武装官的套路真深啊 连你们俩 都是大罗金仙级修行者 你们后院那棵人生果树 都活了无尽岁月了 八成诞生灵质了吧 这种先天地 而生的神术 灵石一旦自混顿中复苏 恐怕起步 就是准圣级别的强者吧 孙悟空听到唐僧这句话 直接炸毛了 惊慌地说道 啥玩意 那朱老树 啥玩意 那朱老树那么恐怖的 俺老孙还推倒了 他的树体九回 清风 你们这他娘的 不是坑侯吗 唐三这个时候 看着清风 明月说道 说说吧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耍了我们九世 总得给个交代吧 清风尴尬地说道 还能怎么回事 师尊不是说了 佛门拿散魂葫芦 换武装冠这一难 树师叔没办法 只好配合佛门演戏了 唐三扶着额头说道 这平僧就懂了 原来你们从头到尾 就在耍我们玩 怪不得你们两个 听到平僧 要赔偿就急眼了 没有镇元大仙的同意 你们半颗果子 也拿不到吧 明月吐槽道 圣僧 您说的对啊 树师叔那里 我们可不敢去 这些年去了九次 大圣就去推了 他老人家的树体九回 师叔看我们的眼神 我们真的遭不住了 唐三 指了指住 八戒脚上的老布鞋 慢条思理地说道 看到八戒脚上的 老布鞋了吗 这双鞋子 可是用如来佛祖的 脸皮炼制的 平僧有一件宝贝 号称三戒五五开 让平僧 可以和天地间的 至强者掰手腕 这如来佛祖的脸皮 就是用这件宝贝 扒下来的 这次我们不想推树了 你们去后院 再打来五颗人身果 这事就了结了 你们这次办的 算是什么事情 平僧吃着 一群徒弟看着 这合适吗 清风听到唐三这话 悠悠地说道 我们也不想 让你们推树 这还牵扯到 观音菩萨救赎功德的事情 比较复杂 猪八戒冷笑道 观音菩萨来了 自由安老猪处理 和你们没关系 清风明月对视了一眼 苦笑着走出了 接待唐僧师徒的庭院 转眼间 两人向人生果树拜道 见过师叔 那金铲子的话 你老也知道了 这人生果 我们给不给他们 人生果树传出一道声音道 按道理来说 应该给他 不过他用宝贝威胁本尊 让本尊很不开心 清风听到这脸 眼神猛地一亮 惊喜地问道 师叔 那我们是要揍他们一顿吗 揍个屁 咱们打不赢 如来小和尚的脸皮 都被他们扒了 真要认真起来 咱们八成打不赢 一切等你们师父 回来再说 随即 树体飞出五眉人生果 飞到清风 明月的面前 清风 明月会议 端着这五眉人生果 就回到了接待 唐三师徒的大殿 孙悟空眼前一亮 顿时乐了起来 连忙说道 这次我们在武装官 可以光明正大的 吃人生果了 就这样 连白马都分到了一个果子 独留清风 明月两个童子 傻傻地看着众人 清风叹息一声 便招呼明月离开了此地 孙悟空边吃边说道 师父 你怎么能确认 那位树老爷子 给我们人生果吃的 要知道他 可是一尊大修行者啊 唐三一脸郑重地说道 徒儿们 在三界想逃宝贝 有两个三界通用的办法 第一个 就是以利福人 百事实讲道理 最终达到目的 还有第二种 就是以利福人 你要是能压着 天庭的玉皇大帝 和如来佛祖打 那三界之内 你想要什么东西就简单了 贫僧正常情况下 是讲理的 如果遇到不愿意 给贫僧讲理的 你们师父 我也略懂拳脚 谁要敢和贫僧 先研究一下自己的身板 有没有如来佛祖的脸皮后 暗中 人生果树的树林 听到唐三的话 顿时无语了 阿玛道 狗屁的取经人 这明明是一个汉匪唐三藏 就这样 唐三藏师徒 在万寿山武装观 休息了整整三个月 灵山的如来佛祖 有点急眼了 这他娘的 取经人赖在武装观 不走了 这是几个意思 随即 他看向观音菩萨说道 观音尊者 如今唐僧师徒 停在了武装观 西游陷入停滞 你去看看是什么情况 观音尊者 听到佛祖点将 脸上顿时一变 慌张地说道 佛祖 现在那唐僧师徒 可是一群灾心 贫僧实在造不住啊 如来佛祖 听到观音菩萨这么说 脸色顿时一黑 阿玛道 阿米那个佗佛的 本佛祖就知道 四圣事禅心之后会出世 没想到观音尊者 第一个退缩 这队伍不好带了呀 如来佛祖想到这脸 连忙拿出一道神行服 郑重地对观音菩萨说道 观音尊者 此次前往武装观 本佛祖赐你神心服一道 可以让你绝处丰生 就算是准圣强者 也休想挡住 本佛祖的神服 观音菩萨听到这脸 终于松了一口气 连忙回道 既然如此 平僧就尊佛 只去武装观走一遭 观音菩萨走下灵山 向万寿山武装观而来 刚到武装观上空 武装观的人 生过树林 一生怒吼 那个混蛋 敢偷窥武装观 观音菩萨直接摔在武装观之内 整个人直接猛逼了 难难地说道 这是准圣的力量 还至少是准圣中期以上 否则 本菩萨绝对不会连还手之力都没有 想到这里 观音菩萨脸色惨白 没想到镇元大仙不在武装观 武装观 还有隐藏的大能 连忙呼喊道 前辈 我是佛门观音菩萨 无意冒犯武装观 只是取经队伍 卡在武装观不出门 过来瞧瞧看看 是啥情况 观音菩萨说完 这才感知到停留在自己身上的目光 消失不见 心里哀嚎一声 这他娘的也太吓人了 平僧感觉那道目光 这都快准圣后气得为时了 观音菩萨 连忙向虚空拜了拜 感知到唐三等人的气息 便缓步走了过去 刚到唐三等人的小院 观音差点没气死 这时 唐三看得喝得烂醉如泥的猪八戒说道 八戒啊 当初你真一个绑大妖元的大男猪 竟然被观音那几个娘们 给打趴下了 真是废物一个 猪八戒 这你 师父 这你就不懂了吧 当初观音菩萨 逆推俺老猪的时候 俺真的想反客为主 毕竟当初的佛门四大圣 也就他还算是个正常女菩萨 其他的不是老太婆 就是男菩萨幻化而成 只能凑合着完了 所以 俺老猪留了个心眼 把生命之缘 全都送给了观音菩萨 争取让他怀上俺老猪的小猪仔 孙悟空听到这里吃笑道 呆子 你想得美 那观音菩萨 可是接触到准圣规则的人 真是实力 更是堪比准圣 你想让他给你生小猪仔 你也真敢想啊 猪八戒 阵阵阵有词地说道 那又如何 只要胆子大 敢让观音菩萨放产架 这下 观音尊者差点没被气死 怒声喝道 猪八戒 你找死不成 这下唐三师徒瞬间醒了 都古怪地看着猪八戒 结果这祸书人不书阵 怪笑道 媳妇你怎么来了 观音菩萨听到这声媳妇 差点没被气死 郁静平放大 直接就要 把猪八戒收进去 猪八戒手中的九尺钉耙 直接飞了起来 挡住了玉静平 观音菩萨看到猪八戒的修为 脸色立马黑了下来 你突破到大罗金线了 猪八戒发了个白眼说道 俺老猪是人教唯一的三代弟子 人教道运加身 又得到镇元大仙的人身果 洗礼神魂 突破到大罗金线 很正常吧 倒是菩萨你 俺老猪感觉 你的佛心有点不稳啊 观音菩萨听到猪八戒的话 心里暗骂道 就在这时 猪八戒力声喝道 菩萨 俺老猪来了 猪八戒直接向观音菩萨扑了过来 观音菩萨一巴掌 就把猪八戒给抽飞出去了 然而 自己也中招了 一道六字真言的佛贴 也被猪八戒贴在了观音菩萨的额头 猪八戒的半张猪脸 都被观音尊者拍烂了 只见他震动大罗道果 瞬间修复了自己的猪头 他悠悠地看着观音菩萨道 菩萨 你这是要谋杀轻浮不成 下手可真狠啊 观音菩萨 这回有点慌了 自己大意之下 被佛铁阵封了修尾 成了一只待宰的羔羊 看着猪八戒淫荡的眼神 观音菩萨怒声道 猪八戒 你想干吗 媳妇 还能干吗 你好不容易来看我一次 自然是生小猪仔了 凡人都说春宵一刻之千计 俺老猪都快等不及了 观音菩萨 这下真的被吓坏了 转身看向唐三怒吼道 三藏 你就在这里看笑话是不 还不赶紧拿开本菩萨身上的佛帖 这个玩笑可开不得 唐三装模作样的 看了一眼猪八戒道 八戒 看来观音菩萨不愿意和你在一起啊 你们在一起 是不会幸福的 猪八戒无奈地说道 幸福不幸福 没关系 解渴就行 猪八戒扛着观音菩萨 就进了东香房 然后 一股令人脸红心跳的声音 传到了院子里 院子里的唐三师徒 古怪地笑了起来 唐三还一本正经地说道 徒弟们 看到了吧 狮子伯兔一须全力 这观音菩萨 就是血淋淋的教训 他就算没有极尽升华 也有半步准圣层次的战力 正常情况下 你们二师殿 本领翻上十倍 也不是他的对手 结果他为了赏八戒 一巴掌出口恶气 就被八戒进身 把六字真言 贴在了他的脑门上 徒有万丈道行 一朝成空 现在被八戒拉着 在屋子里造娃呢 这能怪得了谁 孙悟空这下明白过来了 郑重地说道 师父 俺老孙懂了 咱们出门在外妖魔鬼怪横行 要不就不出手 一旦出手 就得以雷霆万军之力 直接拿下对方 绝对不能给对手反击的机会 不过 俺老孙有个疑惑啊 这个佛帖 可是当年如来老秃瓢 镇压俺老孙那掌 八戒把他拿出来 不担心如来把他召唤走吗 唐三叹息一声道 悟空啊 都说猴子 都是猴经猴经的 你这都成为大罗金仙级别的猴子了 那还不如你失殿 这里是那里 镇压大仙的武装观啊 镇压大仙有一件宝贝 叫做天帝宝剑 乃是天帝本源演化而成 除了圣人道场不可探查 就算是天庭和灵山 都躲不过他的灵光 沙悟竟听到这里 立马明白了过来 连忙说道 任何可以探查三叹的宝贝 必然可以遮掩天机 否则早就被大能们砸碎了 像天帝宝剑这么强悍的宝贝 遮掩天机的能力 恐怕玉皇大帝 和如来佛祖 都感知不到武装观的异常 孙悟空这才明白过来了 一声怪叫道 卧槽 八戒啥时候这么聪明了 钻这么个空子 直接把观音菩萨给拿下了 他娘的 这年头猪比猴都聪明了 人身果树的树林 看到这一幕 顿时无语了 暗自叹息道 唐僧师徒 果然是一群祸害啊 修为堪比准圣的观音尊者 竟然被一头猪给阴了 用的还是 如来小和尚的佛帖 这说出去谁信啊 半年之后 猪八戒 抱着观音菩萨 走出了厢房 此刻的观音菩萨 两眼呆滞 庞佛是一个活死人 唐僧看到这一幕 瞬间无语了 怒声道 八戒 你就这么祸祸了观音菩萨半年 你疯了 赶紧把佛贴给为师斋了 再这样下去 菩萨要翘辫子了 猪八戒闻听此言 赶紧摘去了佛帖 观音尊者的修为 瞬间恢复 并且在悲愤之下 一路冲到了准圣境界 猪八戒手里的佛帖 对他彻底没用了 观音菩萨阴冷的目光 看着猪八戒 哀伤地说道 猪八戒 你回本菩萨清白 我要把你投入九幽之中 用魔火焚烧亿万年 猪八戒却是阵阵有词地说道 上次 你把安老猪逆推的时候 清白就没有了 何况 你这么对安老猪 咱儿子能同意吗 啥玩意 唐三直接近呆了 古怪地说道 八戒 你真的